回高三后,我放弃了舔了七年的孝花 转头盯上了刚转学的傻白甜富婆 都重生了 谁还在乎孝花呀 富婆她不香吗 再说前世我舔了她二十年 可她却在我身患绝症时果断抛弃了我 如今我不舔了 孝花却急了 彼时的我看着讲台上自我介绍的富婆芸汐眼里全是温柔 只因她在我住院时一直在我身旁照顾到我离世 大家好,我叫转学生 是新来的芸汐 请多多关照 班上顿时一阵哄堂大笑 我健壮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芸汐眨了眨眼睛 有点不明白她们在笑什么 随后才发觉自己好像嘴条了 完蛋,入学第一天就射死 芸汐同学,你先去坐那个位置吧 好的,谢谢老师 你好同学,我叫芸汐 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女朋友吗 我看着纸上的字一阵恍惚 去年我也收到了这张纸条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回 我当着芸汐的面直接把纸条扔进了后排垃圾桶后 她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 想起那个时候她脸上既震惊又尴尬失落的神情 我心里一阵顿痛 这辈子我不会再这么伤害她了 我动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纸条传给她 芸汐小心翼翼地打开 她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原来她叫十号 好巧啊 我也没有男朋友 不如你做我男朋友吧 你看着这行字愣了一下 不是吧,这妮子这么主动 我有种预感 这妮子转学好像是奔着我来的 可是在这之前 我并不认识她呀 我本想直接答应 但高考在即 我不想影响她高考 我不早恋 等高考完再说吧 芸汐拿到我的纸条后 却美滋滋地笑 笑花秋雅看着你俩互传纸条 她的脸色格外阴沉 十号她竟然敢跟别的女生有来往 那我岂不是贝虑了 不就是多拒绝了你几次吗 十号同学你等等我呀 我闻声停下了脚步 刚回头就被芸汐撞到胸膛上 十号同学你没事吧 芸汐望着自己跑到 十号胸膛上的手呆住了 你觉得呢 芸汐善善把手收了回来 十号同学你听我解释 我真不是老色P 我只是在关心你 嗯,我相信你 那就好那就好 十号同学你是要去食堂吃饭吗 是啊,怎么了 芸汐做出一副很夸张的表情 哇,好巧啊 我也要去食堂吃饭 也一起去吧 你强压着心底的效应 故作镇定 也好,那就一起吧 好啊 随后又压低声音问你 十号同学 你刚刚说上大学后 就答应跟我在一起 是真的吗 我没说吧 是吗 那可能是我记错了 芸汐笑了笑 十号你看那边有糖醋排骨烟 还有猪蹄黄豆 你那么瘦 就应该多不补 要不要吃我请你 看着她那明亮的大眼睛 我还是婉拒了她 不了,我翻卡里还有钱 芸汐掩饰着失落傻笑 哈哈,那我下次再请你 笑花秋雅此时也来到了食堂 在闺蜜的指引下看到了跟芸汐吃饭的人 她真的放弃了我去追别人了 她明明都说了 这辈子非我不去 就在秋雅看着我们的时候 我刚好抬头望了这边眼 随后便移开了视线 秋雅看我假装没看见自己后 冷笑一声 十号 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幼稚的一面 你不就是想让我吃醋 让我有危机感吗 简直幼稚极了 想让我低头 这辈子都不可能 既然你想玩 那你就玩好了 到时候看你怎么哭着回来求我 我吃完饭后 跟芸汐一起回到教室 虽看到秋雅 但依旧把她当空气 就在你做着作业的时候 芸汐看着自己身边的你 脸上的笑容压都压不住 一想到未来的一年里 自己能跟十号一个班 一起上课一起下课 她的心里就跟打发了蜜怪一样 甜丝丝的 还挠不出了你骑着自行车 带着她在夕阳下浪漫的场景 芸汐想到这 不由地泛起了花痴 嘿嘿嘿 赖上十号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要更加努力 把十号追到手 下午放学后 我刚收拾好书包 芸汐立马凑了上来 十号 我们一起走啊 我点了点头 好 怎么了芸汐 我的车摊 好像让人滑了 我愣了一下后 便过去看了一眼 还真是 那生锈的刀片还扔在旁边 我开始怀疑起了笑花秋雅 但还不太敢肯定是不是她 芸汐低着头 眼里全是失落 那十号同学 你先回去吧 我可能不能跟你一块 我先带你回去吧 芸汐抬头呆呆地看着我 我跨上自行车后 拍了拍后座 上来吧 我先送你回去 明天再让好兄弟来补胎 芸汐听完呆呆地坐上了我的后座 我看着芸汐那僵硬拘谨的样子 笑了笑 你不服好 摔下去我可不负责 芸汐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十号她这是什么意思 她这是在暗示什么吗 愣着干什么 抱紧我 芸汐麻利地把手放在了我的腰间 我感受着身后传来的温度 嘴角微微上扬 走喽 芸汐靠在我的背上 满脑子只有自己心跳的声音 她怎么也不敢想 自己的美梦竟然成真了 对了芸汐同学 你家在哪来着 芸汐闻言有点紧张 东街那个路口 你把我送到那就可以了 好嘞 抓好我 芸汐双手紧紧抓着你 二十分钟后 我到了她所说的那个路口 芸汐依不舍地从后坐下来 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应该说远点的路口的 哎 不行不行 这样太辛苦时候了 怎么了芸汐同学 要我送到你家吗 芸汐闻言连忙摆手 不用不用 我马上就到了 说完她就微微低着头 不敢指示我 生怕被我发现点什么 我以为她只是有点不好意思 便点了点头 那我先走了 明天见芸汐同学 好 明天见 芸汐看着我的身影 消失在小路的镜头后 才回过神来 她拍了拍自己滚烫的脸颊 哎呀呀 说谎这种事情 我是真不擅长啊 还好时候没有发现异样 芸汐长输了一口气后 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小的智能手机 拨通了管家的电话 喂 李叔 我在东街那个路口 今天我自行车坏了 你来这里接我一下 大概十分钟后 一辆黑色的商务麦巴赫缓缓时刻 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中年男人从车上下来后 朝着芸汐微微躬身 小姐 路上有点堵 所以 李叔都说了在外面不要这么叫我了 叫我小夕 小夕 芸汐说完便四处望着 没看到熟人后才放心了下来 李叔顿时明白了她心中的小酒酒 连忙给她打开了后座车门 芸汐则是赶紧钻了进去 我回到家后 一个满脸皱纹的女人迎了上来 儿子回来了 饿不饿 想吃什么妈给你做 妈 做洋醉面吧 再来两个荷包蛋 我不知道多久没有吃上这一碗面了 心中无比怀念 哦小子 还吃两个 你丢我也要吃两个 我看着在厨房忙活的父母 心里顿时五味杂陈 上一世我为了笑话 甚至不惜跟家里决裂 伤透了父母的心 母亲为此气出了乳腺疾病 后来我患上绝症后 也没脸再回家 让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来 这一世 我决定不再惹妈妈生气 然后找时间带她去医院体检 晚上十点 秋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今天十号没有给我说早晚安 还跟别的女孩嬉戏 以前觉得十号烦 反而现在一天没来找她 又觉得少了点什么 随后拿出手机 给我发起了消息 行了十号 欲擒故纵的把戏差不多得了 明天你过来跟我道歉 我就原谅你 她发完就如释重负地 放下了手机 正打算睡觉的 我看到秋雅的消息 不禁地笑了起来 什么玩意 还真当自己是公主 我不想搭理她 便打电话给了好兄弟顾梦 让她明天代补胎交过来 我刚想放下手机 就看到芸汐发来的消息 十号同学 今天谢谢你带我回来 看着消息的你嘴角微微上扬 不用客气 举手之劳 那明天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刚好学校门口 开了家烤肉店 我有带金券 芸汐发完消息后 就双手捂着脸在床上打滚 十号她会答应我的邀约吗 要是答应的话 那不就是约会吗 她想到这 脸上更是羞得不行 叮咚一声 芸汐赶忙拿起手机 眯着眼看向屏幕 好啊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看到这 芸汐激动地在床上蹦跋了起来 她跟你呼道了晚安后 就问起闺蜜明天该穿什么 闺蜜陆林得知芸汐的心上人是我后 就告诉她我是资深田狗 并让她赶紧死了这条心 芸汐看完 则是坚定地回复道 我的宝藏男孩她不珍惜 我来珍惜 第二天早上 邱雅早早地来到教室 想着等会该怎么接受十号的道歉 不一会我来到了教室 她的脸上瞬间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而我却完全没有理会邱雅 坐在座位上后就拿起课本看了起来 我这一举动让笑话邱雅十分气愤 十号她竟然没有过来被我道歉 随即刚想站起身去找我问个清楚 我却忽然抬起头 朝着她招了招手 邱雅一愣 刚想开口 却听到我说 早上好啊 芸汐同学 说完她的表情瞬间僵重 甚至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芸汐低着头无惊打采 早啊 十号同学 我见她咽了巴唧的样子问道 芸汐同学 你怎么了 芸汐文言抬起头来 露出了她那种成核桃一样大的眼睛 眼下还挂着两个浓重的黑眼圈 只因昨晚得知我是个究计舔狗后 她为我那单方面付出的感情哭了一晚上 芸汐有气无力地开口了 没事 昨晚没睡好 有心事啊 给我说说 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出主意 事情是这样的 我有个朋友他喜欢一个男生 但是那个男生喜欢了别人 而朋友想追那个男生 但是又怕那个男生不喜欢他 你说他该不该坚持追那个男生 我沉思了一会 这要看情况吧 要是他们还没有在一起 你的朋友还是有机会的 但是也要看那个人值不值得 要是不值得的话 建议你的朋友另找一个 说到这芸汐满脸愁容 随即转头看向笑话 这就是十号喜欢的女孩子 果然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她的心里不由地自卑了起来 芸汐同学你怎么了 我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 她这才回过神来 啊没 没什么 十号你过来一下 突然前面传来秋雅的声音 我愣了一下 转头看去 而芸汐则是低着头没有说话 十号果然要被抢走了吗 有什么事在这说吧 我听得到 我说完后 芸汐和秋雅纷纷愣住 什么 十号她竟然拒绝了 秋雅假装镇定 我昨晚给你发的消息 你看了吗 看到了 那你为什么不回我 不想回 有什么问题吗 话声一落 全班同学就像炸开了锅 都在窃窃私语 十号难道放弃贵大笑话 去追新来的芸汐了吗 而秋雅几乎要被气哭了 随即质问起了我 十号 这是你跟我说话的态度吗 我则是不懈地看着她 你以为你是谁 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了 秋雅再也忍不住 趴在桌子上低声唾气了起来 芸汐呆呆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 这是冒毛病了吗 这怎么看十号 也不像舔狗啊 上课铃声响起后 众人停止了喧哗 今天早上我们班 因为卫生问题被扣了三分 昨天是谁职日的 自己站起来 班上同学面面相许 就是没有人站起来 老师 是秋雅 瞬间所有人的目光 集中在秋雅身上 秋雅猛圈地慢慢站了起来 十号怎么没有帮我做职日 以前都是她做的 都怪她 随后秋雅装作 身体不舒服的样子 老师 昨天我有点不舒服 忘了 班主任眉头紧重 这次反扫一周 下不为例 秋雅坐下之后 转头看了我这边 眼见我跟个没事人一样 刚才止住的眼泪 又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再也不原谅你这个渣男了 上午我都在为创业资金发愁 而当我听英语老师说 英语竞赛有三万块奖金时 我立马举起了手报名 顿时引起全班大笑 全班九十号英语最差了 就这还要去参加竞赛 那我岂不是全校第一 英语老师碍于我的执着 还是给我报了名 下课后 芸汐慢慢朝我凑近 犹豫在三后问道 十号 你缺钱是吗 你点了点头 是啊 最近我有个赚钱的项目 但是目前缺个本金 一个月后能翻个十倍 保证稳赚不赔的 到时候利润我们五五分 怎么样 芸汐听得云里雾里 那你需要多少钱 当然是越读越好 芸汐听完 掰着手指数了数自己的小金库 最后朝我伸出了两根手指头 二百万够不够 我听完不由一惊 你说什么 二百万呀 不够吗 那 那我再想想办法 我见她那信誓旦旦的样子 便觉得她说的恐怕是真的 真没想到她竟然还是个小富婆 我随即激动地抓住她的肩膀 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亲 够 太够了 而此时的芸汐大脑一片呆滞 那两耳发烫的不行 甚至不敢回想刚刚你做了什么 我看着芸汐那红韵的脸颊 才反应过来 芸汐同学 不好意思啊 刚刚有点太激动了 芸汐拍了拍自己滚烫的脸颊 没没关系 那那我现在把钱转给你吗 你有自己的银行卡 有啊 你没有吗 没有 那我怎么把钱给你啊 取线吗 不用 你跟我出来一下 说完就带着芸汐来到了学校花园亭子里 芸汐则是小脸通火 因为她晚自习下课后 经常看到情侣在这里喊嘴 我向芸汐借来手机后 就一番操作了起来 而芸汐在一旁一脸花痴地看着 半个小时后 到了付款的最后一周 我把手机递给芸汐 好了 输入密码吧 241314 芸汐却直接把密码说了出来 爱识一声一试 这是她从小就在用的 我听完愣了一下 没想到她这么相信我 连银行卡密码都毫不犹豫告诉她 我支付完成后就把手机还给芸汐 这就好了吗 芸汐一脸呆萌地问道 丝毫不关心小金库被我败光了 我伸手揉了揉她的脑袋 好了 走 我带你吃饭去 芸汐文言后却嘟着嘴 不行 今天应该是我请你吃饭 明天你在请我 明天又能跟十号一起吃饭了 听了她的话我哭笑不得 好 都以你 到了放学时间 班里同学走了一大半后 我拉着芸汐走到秋雅和她那两个闺蜜身边 严肃地指着李方 给芸汐道歉 李方文言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车棚那边可是有摄像头的 你也不想被全校通报批评吧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很好 那你就等着在学校出名吧 十号 毕业 一等一下 我站住脚步 回头冷冷看着她 道歉还是不道歉 就在这时 秋雅挡在我俩之间 装出一副圣母样 看在我的面子上 这件事就算了吧 我听完冷哼一笑 看你面子 呵呵 你脸多大呀 动不动让人看你面子 你以为你的面子很值钱吗 十号 你太过分了 随后哭着跑了出去 而我看都没看她一眼 死死盯着李方 李方感受到我的气场便低下了头 对 对不起 你跟我说干嘛 李方垂着脑袋转向了芸汐 对不起 希望你能原谅我 芸汐下意识看了我一眼 随后点了点头 行吧 那我就勉为齐男原谅你了 对了明天 记得带一百块补胎钱给我 没等李方回应 我就带着芸汐离开了 我来到车棚后 就拿着好兄弟的材料 补起了胎 而芸汐在一旁花痴地看着我 十五分钟后我补完了胎 便笑着对芸汐说 我的技术可能不太行 你回去再换个结实点的车胎 芸汐连连点头 好低 十号同学 我知道了谢谢你了 随后看了一眼我的自行车后座 今晚他送不了我回家了 不过以后机会多的是 回到家后 芸汐就把我补过的轮胎 带回房间珍藏了起来 洗漱完之后 芸汐坐在书桌前写着日记 九月二十日 今天十号帮我出了头 还给我把车胎补好了 他对我这么好 四舍五入 是不是就等于他喜欢我呢 不过十号跟他喜欢的女孩子 好像吵架了 虽然很不想承认 我确实是有点幸灾乐祸的 这是不是就代表着 我的机会更多了呢 当天晚上芸汐睡得格外香甜 她还做了个梦 梦到跟十号结婚了 还生了十几个孩子 从此过上了没修没造的幸福生活 一周后到了英女竞赛那天 我骑着自行车来到考场 刚停下车就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 我寻声望去 便看到芸汐隔着好远朝我招手 只见她提着包子豆浆就跑到我身边 十号同学 你看我给你带了香喷喷的肉包子 还有三明治和油条 你喜欢吃什么 我捂在书包里带过来的 现在还热乎呢 说完芸汐就黑黑笑了 露出嘴角的两个小梨窝 十分可爱 而我不知道的是 芸汐今天起了的大早 她本来想给我烤个点心 奈何烤箱质量太差 烤着烤着就炸了 还冒起了黑烟 后来她想给我做营养三明治 做事做出来了 就是味道有点一言难尽 她尝了一口 差点没吐出来 想起我今天要考试 万一吃坏肚子就不好了 所以她索性就去外面 给我买了早餐 我看着她手里满满当当的早餐 和额头汗湿的小碎 心都软得快发掉 我两世人生加起来 这是第一次有女孩子 给我送早餐 以前都是我给秋雅 五年如一日 可她却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更别说为我付出点东西了 喂喂喂 十号同学 你发什么呆呢 吃早餐不然就凉了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因为我喜欢你 芸汐把这句告白说出来后 满脸瞬间羞红 完了完了 十号都说了毕业之后 再考虑这些事 现在说出来 会不会显得我很急切 一点都不矜持 随后芸汐黑黑干笑了两声 就故意转移了话题 十号 吃早餐吧 你看这包子 可真包子啊 此刻的她就好像把知识 都还给了老师 满脑子连一个 恰当的形容词都找不到 恨不得找个洞立马钻进去 我看着芸汐这副憨憨的模样 没忍住直接笑出了声 芸汐嘟着嘴 可怜兮兮地看着我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我忽然朝她靠近 芸汐呆呆地望着我的下巴 心里顿时紧张地不行 我的天啊 十号她该不会要在这里亲我吧 还好 今天用的草莓味牙膏 她会喜欢这个味道吗 可是这里人这么多 不太好吧 我看着她闭上眼睛后 嘟着小嘴一样 便憋着笑问 你干什么 芸汐文言后睁开双眸 怎么肥四怎么肥四 十号的吻呢 我手里拿着树印 你头发上粘了这个 我给你拿下来了 你在想什么 什么我在想什么 你以为我在想什么 其实我什么都没想 芸汐说完后小脸痛苦 便把手里的早餐递到我面前 快快快 吃早餐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都买了点 你自己挑喜欢的吃 谢了芸汐同学 改天我也请你吃饭 欧客欧客 而此时秋雅就站在不远处 两眼死死盯着我这边 疼 怪不得最近十号不来找我 原来是有人在给她献殷勤呢 有钱有盐又怎样 还不是对我的舔狗献殷勤 十号肯定还是喜欢我的 只不过现在再生我气罢了 随后就抬起头傲然离去 我吃完包子后 看了眼时间 快考试了 我就先进去了 说完就起身往考场走去 芸汐看着我离去的背影 嘴角忍不住上扬 考场上开始考试后 第一部分是听力 我一路听下来 丝毫没有什么压力 就像是在听自己的母语一样 听力结束后 我看着竞赛的题目 虽然比平时的英语考试难了不少 但是对于现在的我完全不是问题 而丘雅这边却面露难色 以她的能力只能勉强应付 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 我收拾东西正准备离开考场时 丘雅忽然叫了声我的名字 而我却头也不回地出了考场 丘雅气得在原地跺了跺脚 我不乏轻快地从考场出来后 一眼就看到了蹲在学校门口树荫底下 单手支着脑袋睡着了的芸汐 我笑了笑 这傻丫头 随后我慢慢朝她走过去 就在这时 她的身体逐渐倾斜 就要摔倒的时候 我立马上前扶住了她 芸汐一个机灵吓醒了 然后睁眼就看到自己躺在我的环里 她看着近在咫尺的时候 忽然感觉整个世界都冒起了粉红色的泡泡 我看着呆愣的芸汐 强行忍住笑意 做好了 别等会摔了呀 好 说完立马坐正了身体 你刚刚一直在等我 对呀 嘿嘿 我无奈的同时又觉得有点心疼 恍惚间似乎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十号同学 你考得怎么样 还行吧 芸汐一听 以为我没有考好 怕我伤心 便转移了话题 十号同学 你饿了吗 要不我们吃饭去 我笑着点了点头 刚好我也想看看上次投资的项目进展如何 芸汐猛地站起来 随后脚下一轮 我连忙伸手扶住了她 怎么了 芸汐扶着我的胳膊 脸色微红 我 我的脚麻了 那我扶着你吧 多走几步路就好了 于是我扶着她向外走去 这一举动惹得旁人纷纷议论 芸汐则是尴尬的满脸通红 好点了吗 好多了 十号同学谢谢你 你又帮了我一次 为了表达对你的感谢 我又欠了你一顿饭了 对了十号同学 你想吃什么 我吃什么都行 除了芹菜 我也不吃芹菜 我们太有缘分了 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听完有些无语 这也能扯到一起 那这个世界上不吃芹菜的多了去了 那我可不管 我们就是有缘分 说完后生怕我拒绝 就连忙转移了话题 对了城中城 新开了家火锅店 最近在做活动 我看好久了 我们去吃火锅吧 行 刚好我也想吃火锅了 十几分钟后 我俩来到火锅店 便找位置坐了下来 我拿过菜单后 就递到芸汐面前 芸汐同学 你看看想吃什么叫 我话还没说完 就见芸汐拿起碟子挡住脸 看着芸汐这样子 我往门口看了眼 只见一个穿着运动装的女生 正往里走 他们认识吗 正在我疑惑时 陆琳一眼看到了 角落里的缩头乌龟芸汐 芸汐则是紧闭着眼睛 好不容易单独跟十号约会 怎么就碰到她了呢 陆琳看着芸汐这副模样 又看了眼我 随后老司机般露出邪魅的笑容 芸汐见躲不过后 便放下了碟子 呵呵呵陆琳 真巧啊 刚说完 陆琳就直接坐到了芸汐身边 一把拦住她的脖子 行啊你 我今天早上约你出来 你不是说生病的连床都下不来吗 好你哥芸汐 重色轻勇 看姐不好好收拾你一顿 被锁住脖子的芸汐 可怜兮兮地朝我头去求救的眼神 救命啊十号 陆琳听到十号这两个字 一下子来了兴趣 随即放开了芸汐后 就打亮起了 看着挺阳光帅气的 那个笑话 是不是眼神有问题 这么一个帅哥 狠心让她当这么久的田狗 随后便开门见山问道 你跟我们家芸汐在一起了吗 还没等我开口 芸汐就忍不住插话 我们还没在一起呢 陆琳你不要胡说 陆琳看着她这护肤样忍不住翻了白眼 你紧张什么 我又不会吃了她 说完目光转向我 听说你找我们家芸汐借了二百万 是真的吗 芸汐刚想插话就被陆琳瞪住 是啊 做了个投资 你还懂投资 略懂一点 什么 略懂一点 你就敢拿她的二百万去货货 陆琳替芸汐感到不值 觉得那钱铁定打水漂了 我没有理会她 而是向芸汐借来手机 打开了之前下载的软件 只见上面余额已经涨了之前投资的七倍多 陆琳和芸汐纷纷凑了过来 看见上面余额一千多万 不由一惊 陆琳虽然不太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碍于芸汐对我言听计从的样子 就没有多问 芸汐起身去调火锅蘸料后 陆琳摆出严肃的样子对我说 芸汐那孩子傻乎乎的 你可别伤害她 我点了点头 你放心 这一点我比你清楚 那你跟笑话现在是怎么回事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陆琳皱了皱眉 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能轻易忘得了吗 你不会拿我们芸汐当抚慰情商的工具吧 听完这话 我则是一脸认真 现在没有人比我更想爱护她 陆琳看我不像说谎的样子 才稍稍放下心来 当当当当 小料来了 芸汐端着两份小料坐下来后 一份放到我面前 一份放到自己面前 我的呢 你自己去弄啊 陆琳脸上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这也太重色亲友了 刚想教训她 就看到手机响了起来 拿起手机一看 发现是芸汐发来的消息 陆琳小可爱 你找个借口离开吧 爱你哦 那个不好意思 我忽然想起我还有点事 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 芸汐则是瞬间接话 脸上装出很是遗憾的样子 那也太可惜了 那我们下次再约吧 好 下次一定 随后陆琳站起身 朝芸汐暧昧地眨了眨眼 好好约会 晚上可要悠着点 不然明天可下不来床哦 正在喝饮料的芸汐 听完差点没喷出水来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芸汐一脸猛逼地看向我 她刚刚什么意思啊 她让你晚上别玩太晚了 早点睡觉 芸汐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而邱雅从考场回来后 就失眠了一整夜 她无数次拿起手机 想给我发消息 却每次都纠结一番后放下 总觉得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正离她而去 十号为什么不理我 明明我那么优秀 家境好 成绩也好 还长得那么漂亮 十号她多付出点怎么了 随即怒气地把头埋进被子 英语竞赛过后 就快到高三第一次月考了 而我却很兴奋 因为我想通过这次考试 看看自己的极限在哪 可有人欢喜有人愁 芸汐就很厌烦每一次的考试 她上课基本就没怎么认真听课 不是在发呆 就是在看着我 只因她爸爸说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 家里还有16家公司 和100多间厂房等她继承 此时数学老师在讲台上 讲着历届的模拟题 而芸汐的思绪已经飞到九霄之外 台上的老师突然怒倒 第二组 那个女同学 正在发呆的芸汐忽然发现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自己身上 便抬头看向讲台 才发现老师也在盯着自己 那位同学 你站起来 芸汐立马意识到老师说的是自己 便忐忑地站了起来 你叫什么 老师我没叫啊 话音刚落 全班哈哈大笑 都高三了 离高考没有多长时间了 上课还开小差 你们不愁我都为你愁 刚刚讲的那道大题 你听懂了吗 芸汐刚想说听懂了 但是又怕老师让她重讲一遍 于是羞愧地低下头 秋雅幸灾乐祸地瞥了一眼后 就扬起高傲的下巴 我见芸汐这样 便站了起来 老师 她今天有点不舒服 提我听懂了 下课我给她讲讲 芸汐叫我来救场 心里感动极了 急忙向我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 而秋雅看我这么维护她 刚才得意的脸瞬间拉了下来 明明十号以前只维护我的 也行 那你下课就给她讲讲吧 芸汐坐下后 心里暗暗决定 以后要好好听课 不能再给十号丢人了 随即目光回到书本上 看了几眼后 就开始打起了哈欠 下了课后 芸汐就把板凳挪到我身边后 可怜巴巴的 十号救命啊 别着急 哪个地方不懂我教你 我连题目都看不懂 我听完愣了一下 虽然以前知道她是个学渣 但没想到是真的一瞧不通 没事 慢慢来 我说给你听 随后从最基础的知识对芸汐讲了起来 而芸汐则是看着我的侧脸发了呆 天哪 十号她好温柔啊 还会给我讲题 我察觉到芸汐走神后 就在她额头上躺了一下 芸汐吃痛地捂着额头 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被她那眼神看得心痒痒 但只能强装镇定 别走神 芸汐委屈地呕了一声后 就认真听我讲解 班里的同学看着我俩这样 纷纷议论 你们看十号再给芸汐讲题 哈哈哈哈笑死 真是一个敢讲一个敢听 此时的秋雅正死死盯着我俩 看着我跟别人走得这么紧 心里很不适滋味 随后站起身 十号 你跟我出来一下 文言我冷淡地抬起头 有事吗 我有话对你说 在这里不方便 我本想拒绝 但想了想还是点了点头 给你三分钟 说完就起身往外走去 而秋雅看了眼芸汐 在她身上停留了几秒 好像说了几个字 就跟我走了出去 此时的芸汐脸色煞白 只因她看出秋雅说的是我赢了 想起以前我对她的死心塌底 芸汐的心几乎落到了谷底 十号会重新喜欢上她吗 想到这 芸汐的鼻子一酸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十号 闹够了没有 如果你是因为过去的事 一直生气到现在 那我跟你道歉行了 但有件事我务必要提醒你一下 你要是想跟我回到从前的话 你就离那个转学生远一点 我很不喜欢 我看着她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心里不由一乐 就好像她来道的歉 自己就该感恩戴的一样 她怎么就这么自信呢 十号 我跟你说话呢 秋雅的一句话拉回了我的思绪 我随即语气平静到 你以为我真的想回到以前吗 难道你不想吗 我看着面前的秋雅 不由地笑出了声 回到以前 回到以前 我每天早上五点起来 好几条街来回跑给你买早餐 七点送到你手上 还要被你嫌东西凉了的日子 回到那种战战兢兢生 怕哪句话说错了惹你生气的日子 回到那种逢年过节 都要给你精心准备礼物 送不到你心坎上 要被你讽刺挖苦冷漠 而你却只给我准备空气的日子 回到那种 你跟别的男生打得闹闹 你拍我一巴掌 我捏你一下是正常交流 我却不能跟别的女孩 多说一句话的日子 还是说回到那种 你拿我当狗屎丸 我却不能有半句怨言的日子 你知道我这些年怎么过的吗 你挑的吗 偶像 我每说一句 秋雅的脸色就要白上一分 她张了张嘴 想要反驳我说的话 却悲催地发现 我说的好像都是真的 根本没法反驳 你看你自己都说不出来 回到以前对我有啥好处 你只是想要一个有求必应 随意使唤的舔狗疤了 说完后 只见秋雅摆出一副 受欺负的样子 过了好一会才抬起头 楚楚可怜地看着我 十号 你认真的吗 刚刚那些都是你的心里话是吗 难道以前你对我的好 都是装出来的吗 我叹了口气 你也不想给自己找什么功道 没有必要 也没有意义了 这一辈子 我只想远离面前 这个把我害惨了的女孩 去珍惜值得珍惜的人 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了 以后我们俩瞎归墙 路归路 井水不犯河水 说完我转身就走了 秋雅见状开始慌了 她完全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明明自己已经道歉了 可十号的反应 怎么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随即转念强行安慰自己 无所谓啊 不就是一个十号而已吗 没了她还有别人 反正追我的人那么多 结束这段关系 该后悔的是十号 对 她一定会后悔的 秋雅抬起头 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 我回到教室 就看到芸汐趴在桌子上 有气无力地像烟了的小白菜 芸汐听到动静立马抬头看了眼 见我正往这边走后 眼神逐渐慌乱 十号 她会不会再也不理我了 就在芸汐脑子一团乱的时候 我开口说 你怎么回去了 题不是还没讲完吗 什么意思 十号是还要继续跟我讲题吗 这时秋雅也抹着眼泪进来 她一回到座位上 就趴着抽气起来 甜狗二号一腾成 见状立马站起对我怒吼 十号有什么你冲我来 欺负一个女孩 算什么意思 我狐疑地看了她几眼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欺负她了 还用看吗 秋雅同学跟你一前一后出去的 回来她就哭了 不是你欺负她了 还能是什么 一腾成捏紧双拳 一副愤不平的模样 恨不得下一秒就冲上去给我一拳 我跟她一块出去 回来她哭了就是我欺负她 就你这逻辑 你知常该不会直接通个大脑吧 一腾成文言愣住了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你的脑子 就是一拖答辩 一腾成听完直接朝我冲了过去 而芸汐张开双臂挡在我面前 你敢 芸汐就像护犊子一样 把我护在身后 我虽然不怕一腾成这小憋三 但是芸汐这一举动挺让我惊讶 她也就一米六几的个子 小小的一只 哪来的勇气保护我的 我揽住芸汐的肩膀 把她带到了身后 好好待着 别动 她是在保护我吗 她呆呆地望着我的下河线 感觉我整个人都在闪闪发光 周围也都冒起了粉红色的泡泡 她觉得自己幸福的都快要窒息了 十号她真的好帅呀 此时我嘲笑般对着一腾成说 这么喜欢多管闲事 粪车从你旁边经过 你是不是都要拿个勺子尝尝咸淡 说完后 一些同学忍笑 忍得肩膀都在发抖 少数几个直接憋不住笑出了声 十号 我跟你拼了 就在这时 正趴着抽气的秋雅抬起了头 供了一腾成 这是我的事 不用你管 那怎么行 她实在是欺人太甚 关你什么事 秋雅一句话 让一腾成直接熄了火 她本想来一场英雄救美 在女神面前刷刷存在感 没想到在女神眼里 自己竟然成了多管闲事的小丑 既然秋雅都说话了 那这次算你走运 下次我可没这么好说话 一腾成努力给自己找台阶下 想要挽回一些面子 而我却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她 一腾成见我对她的狠话 一点反应都没有 只好气冲冲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独自一人生着闷气 芸汐则是多看了几眼一腾成 在看什么呢 芸汐文言转头认真地看着我 一周之内 我会让她亲自过来跟你道歉 你要干什么 这个要保密 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没有人能欺负你 我正正地看着她 才发现芸汐的眼里是前所未有的认真 你放心吧 没有人能欺负我 像一腾成这种级别的 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小孩 我压根就没把一腾成当一回事 上课铃声响起 班主任老里头走上了讲台后 清了清嗓子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我们临时决定把月考时间提前到明天了 明天就是咱们高三第一次月考 检验你们成绩的时候到了 你们这些人是骡子是吗 拉出来溜溜就知道了 说完后同学们面露难色 对于他们来说 这次考试来得太突然了 而芸汐更是一脸深无可恋 老里头敲了敲桌子 安静安静 好什么呢 就一次月考就豪成这样 到了真正高考那天 你们又该怎么应对 你们都高三了 就别想什么谈恋爱的事了 考上大学后什么俊男美女没有 老里头在说这话的时候 还有一看了一眼我这边 芸汐还以为是在看自己 当即就心虚地低下了头 不过片刻她又觉得不对劲 我心虚什么 我爸爸可是给学校捐了一栋楼 芸汐拍了拍自己的小心脏 呼呼不怕不怕 我宣布这节课自习 随即老里头走到我身边 敲了敲我桌子 身后你跟我出来一下 我立马就知道了她要说什么 以前她也这么找过我一次 是为了给我做思想工作 让我把重心放在学习上 而不是勤勤爱爱 当时的我不听劝 觉得她侮辱了自己的爱情 现在想来她的苦口婆心 全都是为了我好 看着她那沧桑的背影 我起身跟了上去 来到办公室后 老里头坐到了座位上 叹了一口气 身后 老师我知道了 以后要重心放在学习上 先把学习搞好 全力冲刺高考 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我都不想 老里头目瞪口呆地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 我猜的 那你跟邱雅那丫头是 我跟她以后就是普通的同学关系 再没有其他 老里头见我把话说得这么死 不由一惊 难道她真的醒悟了 随即露出欣慰的表情 不错不错 但是你能先把话给收回去 等会再说吗 什么意思啊 老师 我刚刚准备了一大堆话 结果什么都还没说你就醒悟了 这让我觉得我好像没起到作用 不是吧 老师 我都醒悟了 你还纠结这些 老里头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逗你的 现在的年轻人真惊不其道 不过时候你能有这份觉悟 老师也就放心了 真是如此可教 如此可教啊 我嘴角微微抽出了两下 呵呵 谢谢老师夸奖 教室里 芸汐听到月考的消息后 一整天坐立不安 只因她的成绩实在是一言难尽 而秋雅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前五 十号以前喜欢她 那十号应该喜欢成绩好的吧 她忍不住看了我一眼 我的成绩这么差 十号她该不会嫌弃我吧 不行不行 我要好好学习 猪猪女孩不能输 她拿出便利贴 在上面写上了一则座右鸣 书山有路情为敬 学海无雅苦作舟 然后小心翼翼地贴在桌子的右上角 随即拿出英语书开始背单词 可看了还没到一分钟 她就忍不住打了好几个哈欠 于是芸汐又在座右鸣上添了句 生时何必久睡 死后病当长眠 紧接着她狠狠地捏了一把自己的大腿 芸汐疼得眼泪都飙了出来 我一转头便对上了她那两眼泪汪汪的样子 怎么了 没事吧 怎么哭了 好了十号 我没事了 你不用担心 真的吗 芸汐点了点头 我刚刚就是因为快月考了才 我听完不由一笑 嗨 是这样啊 我还以为怎么了呢 原来只是害怕考不好啊 没事的 一次月考而已 不用太紧张 离高考还有一年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好好学习 芸汐眨了眨眼睛 一起学习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说完她那碧蓝色的双眸逐渐亮了起来 她好像看到某个周末的下午 我跟她坐在一起学习 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 而我刮了刮她的鼻梁 然后温柔又宠溺地对她说 小西西 这道题做对了 真棒 奖励你一个亲亲 然后我缓缓亲在她额头上 她害羞地闭上了眼睛 要死了要死了 芸汐同学 芸汐同学 我的声音把她从美好的幻想中拉了回来 芸汐如梦初醒后 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我见状忍着笑 芸汐同学 你在想什么 这么入迷 啊没有 没想什么 那就好好复习 明天就要考试了 别发呆 遵命 而邱雅整整一天都心不在焉 到了晚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总是能想起我对她的好 以及对我的过分 此时她才知道 那个对自己好的时候 再也回不来了 第二天清晨 我起碗后拿了个鸡蛋就匆忙赶往学校 刚到教室就看到芸汐努力地朝我挥手 十号 我在这里 芸汐指了指自己旁边的位置 十号 你的位置在这里 我看到她的瞬间 目光随即温柔了下来 并朝她走了过去 早上好芸汐同学 我刚坐到座位上 芸汐就故作神秘 十号你先闭上眼睛 我给你一个惊喜 啊什么惊喜 你先闭上眼睛吗 于是我乖乖闭上眼睛后 就听到一阵嬉嬉嬉嬉嬉的声音 好了 我睁开眼睛 只见芸汐把一个厚厚的三明治用双手捧到我面前 当当当 爱心早餐营养三明治 这是我自己做的 我不知道的是 芸汐为了做这三明治 还加了几片她爸爸从拍卖行拍回来私藏的火腿 虽然她不懂为什么火腿有什么好拍的 但她这么贵 肯定是好东西 只要是好东西 她都想给我 芸汐满眼期待地看着我 就像是等待主人夸奖的小猫一样 我看着芸汐这么样 顿时有点心疼 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于是我接过她手中的三明治后宠溺地说 啊 芸汐真厉害 真棒 说完芸汐瞪大了眼睛 随即转过身捏紧的拳头 哦耶 哈哈哈哈那是 也不看看我是谁吗 不过芸汐 以后你不用这样了 我的话仿佛一道惊天闷围披在了她头上 刚刚傲娇得意的芸汐脸色瞬间苍白 什么 十号她是想要跟我划清界限吗 我见她这个样子就知道她误会自己的意思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不要太卑微 不要像我以前一样 我会心疼的 芸汐呆呆地望着我 有点不敢相信 真的吗 我点了点头 真的 芸汐顿时松了口气 随后一脸认真看着我 十号我对你好 仅仅只是因为我想对你好 我想把全世界最好的给你 我要做全世界对你最好的那个人 除非 说到这 芸汐低下了头 除非这件事真的对你造成了困扰 那我肯定是以你的感受为主的 听完芸汐的话后我愣住 怪不得上一世她对我表白时 我却说她很烦 之后她就不故意在我面前晃了 原来不是她不爱我 而是她觉得给我造成了困扰 所以她才选择了离开 她真的好傻呀 随后我神情坚定地对她说 永远不会什么 永远不会是困扰 但我更希望你留下几分爱自己 芸汐歪了歪脑袋 有点不太认同我的话 为什么一定要留下几分呢 我还觉得把所有的爱都给你还不够呢 我知道了 你快吃早餐吧 再不吃就要考试了 你就要饿度了 我硬了声好后就养了口三明治 手艺不错呀 芸汐同学 哈哈是吧是吧 芸汐听到我的夸赞后 那尾巴几乎要敲到天上去了 十号同学 我刚刚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什么决定 芸汐兴奋地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我决定 以后你的早餐都由我芸汐包了 啊 没必要这样 什么没必要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说完后她一屁股坐到自己的座位上 见我还想要劝说 急忙捂住 我不听我不听 我要让你知道 以前你能对邱雅做到的事 我都能做到 我的喜欢 要比你对邱雅的喜欢 还要多出来一万倍 见芸汐这样子 我只好作罢 与此同时 铃声响了起来 邱雅踩着铃声走进了考场 她的脸色不太好 找到自己的位置 便坐了下来 第一场语文考试开始 试卷发下来后 我扫了一遍题目 就开始坐了起来 在超强的记忆力 和理解能力的加持下 三场考试不出所料的简单拿下 到了考完最后一课后 芸汐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完了完了 又死定了 那出题老师 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 怎么每一道题 都出在了我的知识盲区呢 数学 她只做了选择题 而那些选择题 在她眼里 不是四个答案都对 就是四个答案都错 特别是 当她看到我的卷面 以一种极快的速度 变得满满当当的时候 她觉得自己的自尊心 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她决定 这次月考过后 就喜心革命 痛待前非要跟我一起好好学习 月考结束后 刚好碰上周末 就在我在家享受假期时 班主任老里头 却让我赶紧来学校一趟 我到达办公室后 就看到四套卷子摆在桌上 以及在旁虎视单单的个门认课老师 只因我的月考成绩太过离谱 美门的成绩不是满分 就是接近满分 而且 我的成绩之前一直是班级中下游水 如今差距太过悬殊 让老师们纷纷怀疑我作弊 所以 拿出难度跟月考差不多的试卷 来验证我成绩的真实性 10号 你现在筹两张事件当场做完 如果成绩跟月考差不多的话 就证明你没有作弊 行吗 我沉思了几秒后开口道 这样吧 我四分都做了 此话一出 在场老师们脸上满是亚意 随后 老里头点了点头 如果这样 那就再好不过了 我应了声好后 便当场坐了起来 这一次我做题的速度很快 几个老师在旁边看着 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不知道坐了多久后 我放下了笔 淡然说道 完事了 随后几个老师跃起了试卷 而我趁老师们改试卷的时间 便趴在桌子上睡了一觉 过了一会 成绩出来后 所有老师压缺无声 我刚好睡醒 一抬头 就对上了老师们那恶狼般的眼神 不由地吓了一跳 怎么了 10号 以前那么多次考试 你怎么都不好好考呢 是啊 10号以前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10号 只要你保持下去 冲击清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他们你一句我一句 我都不知道该回谁了 最后还是老里头出面 把他们都赶走了 然后老里头坐在我对面 审视般打量着我 你以前都在隐藏自己的能力吗 差不多 我可以知道为什么吗 不可以 我说完老里头和蔼的笑容 僵在了脸上 僵 不说拉倒你 我笑着说道 老师 我能回去了不 老里头本想再留我一话 但鉴于刚才连做了四份试卷 还是放过了我 看着我离去的背影 老里头不由地感叹了一句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得了 牛得不行不行的 两天的假期过去 迎来了周一 大家既紧张又有点兴奋 因为周一就是出成绩的日子了 第一节课 刚好是班主任老里头的语文课 休雅念了巴基地趴在桌子上 提不起精神 上课铃声响起后 老里头面带笑容走了进来 老里头的心情这么好 难道是这回月考 大家都考得不错 老里头见状 敲了敲讲台 故作深沉道 你们是不是以为自己考得不错 众人文言 虽然不说话 但脸上洋溢着喜悦 大错特错 一句话犹如一记重锤 狠狠击打在众人心间 这一次考试 算是让我见识到了 在你们之间啊 什么妖魔鬼怪都有 前几题送分题都能做 就差没把分桥碎了 为你们嘴巴里 更离谱的是 还有人诗文填空 居然都能留空白 这也就算了 平时作文不错的 竟然连作文都跑题了 你说说你们这一个个的 让我操多少心 不少人听到这些话 都陆陆续续 心虚地低下了头 芸汐的下巴 更是恨不得直接贴到桌子上 她感觉每一条都在说她 除了最后一条 因为她平时作文也不咋地 随后芸汐偷偷看了一眼我 发现我跟没事人一样 镇定自若后 不有感慨 哇 她丝毫不慌 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 这种小场面 在她看来简直就是小意思 紧接着 老里头开始宣布成绩 众人的心也都被高高提了起来 芸汐听着一个个同学的分数 心里很是紧张 芸汐86分 她垂头丧气 完蛋又没及格 这可是我最擅长的语文啊 还没等芸汐开始复盘自己的试卷 她就听到了我的名字 10号145分 也是我们的班级第一名 年级第一名 芸汐文言格外惊讶 什么 10号145分是第一名 我的男人 10号 她竟然是年级第一 在场所有人此时 皆是一脸震惊 卧槽 10号竟然考了145分 还拿了年级第一 我没听错吧 10号什么时候这么牛波音 刚趴在桌子上的秋雅 听到你名字的瞬间 立马抬起了头 神旺 10号145分 以前她好像没有这么厉害 她不会是作弊了吧 没想到看起来挺老实的 竟然还做这种事 秋雅93分 此话一出 整个班级瞬间安静下来 什么情况 以前考120分以上的大笑话秋俩 这次性考93分 而且他俩的试卷还挨在一起 这反差也太大了 秋雅低着头 起身上讲台去拿自己的试卷 你这次考的不是一般的差 不仅阅读理解做不好 作文也跑题了 下次再接再例吧 知道了 老师 随后秋雅转身回到了座位上 那么好 我们开始讲解考题 老师 我怀疑十号他作弊 他不可能考出这个场景 还没等伊藤诚说完 芸汐便打断了他 十号他才没有作弊 你怎么知道他没作弊 难道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吗 他要是没作弊 你就让他拿出证据来啊 此话一出 班里有些同学也纷纷复合 行了 抄什么呢 而我面对伊藤诚的怀疑 却淡定了一批 本来不想搭理他的 但是看芸汐为了自己被气得不轻的样子 便忍不住开口 你怀疑我 还要我拿出证据来 谁主张谁举证这句话 你不知道吗 你要是觉得我作弊 那你拿出我作弊的证据来不就好了 对 就是谁怀疑谁举证 伊藤诚见芸汐和我这么一唱一和 便阴阳怪气起来 十号以前可从来没有考过这么高分 他不是作弊还能是什么 你才作弊 你全家都作弊 安静 我知道你们心里想的是什么 你们很不服气十号这个成绩 觉得肯定是掺了水分 但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 十号的成绩是真实的 成绩出来的那一刻 我们立马彻查了相关监控 发现十号没有作弊行为 而且昨天我们几个科的老师当场给他出了几套卷子 他全做了出来 分数跟这次月考的成绩不相上下 伊藤诚傻眼了 他完全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 刚刚我出头说十号作弊 不就是蠢蠢小丑行为了吗 早知道这样的话就说出头了 芸汐见牢里头帮你洗刷了冤屈后 于是便指着伊藤诚 给十号道歉 道歉 我道什么歉 我又没做错什么 我凭什么道歉 你损害了十号同学的名誉 你必须给十号道歉 你愿望了十号同学 确实该道歉 伊藤诚本想继续狡辩 但见老师都发话了 对不起 十号 这次就算了 下次长点记性 伊藤诚见我这般 不由地捏紧了双拳 到了下午最后一节课时 众人看着我那开挂般的总成绩 再次惊掉了下满 而芸汐更是震惊无比 我的十号也太优秀了吧 此刻的我在她眼里 就像是天上闪闪发光的陈星 可下一秒芸汐又苦恼起来 十号她这么优秀 要是让别人知道 她的女朋友是个学渣 这也太丢脸了 同时 秋雅更是傻眼 十号她竟然是个隐藏的学霸 以前只当她是个普通的路人甲 没想到她居然藏得这么深 秋雅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对我有点心动 脑海里不由地想起以前我对她的好 可又想到几天前我才和她撇清了关系 心里顿时一阵难受 我跟十号还会有机会吗 难道过去的种种她真的能全部忘记吗 这是英语老师走进教室 上次英语竞赛的成绩也出来了 首先让我们恭喜秋雅同学获得了三等奖 来 大家鼓掌 班上响起了雷铭班的掌声 老师 你刚刚说的首先 那是不是还有其次啊 英语老师笑得何不拢走 是啊 接下来我们要恭喜的是十号同学 她在英语竞赛中掌获得了一等奖的优异成绩 获奖三万元 话音刚落 台下再次沸腾起来 而芸汐几乎要被这一个接一个好消息砸猛了 她恨不得抱起我狠狠地亲一口 我看上面人怎么就这么厉害呢 十号 等会你填下资料 把银行卡号填上去 这笔奖金大概三个工作日内到账 好的 老师 等拿到这笔奖金 我要第一时间全部拿去做投资 最终 我的总成绩以742分甩开第二名80分 狠狠地拿下了年纪第一 在收到奖金后的几天里 我每天都在关注投资动向 除了每天注意投资外 也开始对芸汐的成绩上心了 于是我给她私人定制了学习计划 每天下午我们都挽走一个小时 这一个小时全部用来给芸汐复习功课 经过一段时间的补习 芸汐的成绩也有了不小的提高 此时的芸汐做完我不值得提 转头看向我 十号认真起来的样子真的很帅 不不不 她什么时候都帅 过了一会我看完手里的书 才发现芸汐一直在看着自己 题都做完了吗 芸汐点了点头 都做完了 那我给你检查一下 说完我拿起她的练习题检查起来 今天的数学作业有进步 只错了五题 来 我给你讲一下这错了的这五题 你看这个 就在这时天空响起了一道雷声 我这才发现外面乌云蔽日 看样子就快下大雨了 要下雨了怎么办 那就先回家 错题明天再讲吧 说完我和芸汐连忙骑着自行车往家的 十号下雨了怎么办呀 先去我家吧 不然你就这样回去 一定会被交成落堂基的 什么 去十号家 这就要去十号家见爸妈了吗 这发展的是不是太快了 人家都还没有准备好呢 需要会不会太随便了 芸汐脑子虽然抗拒 但是身体却很诚实 转眼间就来到我家 随着我啪嗒一声打开门 芸汐的心跳也快了个节拍 爸妈我回来了 我见没人回应后便对芸汐说道 我爸妈不在家 应该在家办 芸汐文言松了口气 但又觉得有点遗憾 虽然我有些紧张 但是错过了这次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未来公婆了 我来到自己的卧室后 就拿着一套自己的衣服和一件干净的白T恤走了出去 给你 你先去我房间换上吧 别着凉了 芸汐见状一愣 这就是十号的衣服吗 那你呢 我去卫生间换 说完我便朝着卫生间走去 芸汐见我关上卫生间的门后 就捏手捏脚地靠近卫生间 用很小的力气轻轻推了推门 才发现门已经反锁了起来 芸汐顿时没了兴趣 我还能吃了你不成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 算了算了 不跟你计较 芸汐转头就把脸埋进白T恤里 用力秀了秀 随即露出一脸沉醉的表情 这可是十号的T恤 有种淡淡的洗衣液的香味呢 接着她拿着衣服来到我的房间后 就打扰了起来 好简单整洁的房间 这就是十号的床吗 她盯着我那深蓝色的床带 逐渐激动起来 下一秒直接躺在上面打了几个鼓 嘿嘿 好舒服呀 我也是来过十号房间的女孩子了 芸汐想到这 心里顿时甜滋滋的 就在这时 我敲了敲门 好了吗 马上马上 这就好了 过了一会 门开了 我下意识看了过去就愣住了 还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 只见芸汐穿着我的T恤 光着脚站在门口 那T恤穿着她身上显得异常宽大 露出一双笔直细长的腿 我的天 这孤男寡女的 她还穿着这样 真怕自己冲动做出什么后悔的事来 我随即脸色一黑 我只让你换衣服 没让你 芸汐文言一惊 难道是刚刚打滚的事 被十号发现了吗 我已经整理过了呀 随即兴虚地说道 我只换了衣服 没干什么呀 然后我发现你的衣服很长 可以当裙子穿 刚好我的裙子也湿了 所以就一起换掉了 芸汐一边说着一边拽了下衣服 我见状急忙一开了视线 随后我走进房间 翻出一条运动裤递给芸汐 传上再出来 芸汐接过裤子后 虽然很迷惑为什么 但还是乖乖进房间换了 不一会芸汐走了出来 我见她穿得严严实实后才松了口气 突然芸汐打了两个喷嚏 还把鼻子揉得红彤彤的 芸汐我房间里有吹风机 你可以去用一下 小心别动感冒生病了 芸汐呕了一声后 正要去拿 不然停下了脚步 望向我 十号 你能帮我吹头发吗 我本想拒绝 但还没等我开口 芸汐就拉着我的衣脚步松手 用恳求的眼神看着 十号 你就帮我吹一次吗 就一次好不好吗 好吧 于是我从房间里拿了吹风机 开始给芸汐吹起头发 而芸汐则乖乖坐椅子上 听着耳边传来的吹风机轰轰声 天哪 这是真的吗 十号她在给我吹头发 这也太幸福了吧 几分钟后 你看着芸汐的头发 不由笑出了声 十号她在笑什么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 随后来到镜子前 这这这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小金毛狮王吗 好你的十号 随即摆出一副气骨骨的模样 可不到三秒 她自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芸汐出来后 我便对芸汐说 饿不饿 饿的话 我去煮个面给你吃 芸汐文言有点惊讶 你还会煮面啊 这有什么难的 难道你不会吗 说完芸汐就双眸瞪着我 哈哈 我 我怎么可能不会 煮面这么简单 谁不会啊 哈哈 我笑了笑 没有拆穿它 便往厨房走去 而芸汐看着厨房里为自己忙碌的我 她似乎看到了自己跟你婚后的生活 应该也是这样简单幸福吧 想到这 嘴角不由的上扬 很快 我端着两碗面就走了出来 芸汐则是闻了下空中的面香味 哇 真香啊 我的男人也太优秀了吧 又善良 成绩又好 还会下面 简直堪称完美 以后不管是谁来跟我抢时候 我都不会松手了 芸汐看着我碗里面咬了一口的火腿肠 又看了眼自己的 怎么回事 好像十号的看起来更香 十号我想吃你碗里的火腿肠 不行 不嘛不嘛 人家要吃火腿肠 就要吃火腿肠吗 就在这时大门被打开 我爸妈呆愣在门口 那手里的购物袋也掉在了地上 爸 妈 那个 你们怎么突然回来了 芸汐此时也慌了 这就是十号的爸爸妈妈吗 叔叔 阿姨 你 你们好 我 我 我 她哆嗦着嘴唇 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我接过了芸汐的话 这是我学校的同班同学 叫芸汐 刚刚放学的时候下大雨了 回不去嫁 我就叫她来咱家夺雨了 我妈则是呕了一声 与我对视的眼中露出一副 我都懂得神情 随后上下打量着芸汐 长得倒是蛮漂亮可爱的 看起来乖乖的 身上还穿着十号的衣服 难不成这孩子是十号的小女朋友 芸汐鼓起勇气重新打了个招 叔叔阿姨你们好 我叫芸汐 是十号的同班同学 老妈闻言笑得何不拢嘴 你好你好 你就是十号的女朋友吧 芸汐听完瞪大了双眼 仿佛此刻整个人都得到了升华 而你却连忙解释 妈你你误会了 她不是我的 你话还没说完 却被芸汐打断 是的阿姨 我是十号的女朋友 老妈看着你一副 难以置信的样子 就瞪了你一眼 十号你也真是的 是就是 这有什么好不承认的 人家芸汐同学都没说什么 你爸平时都是怎么教你的 怎么能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简直是太不像话了 说完就换了负和蔼的表情 看向芸汐 来姑娘 让阿姨好好看看你 老爸此时也故作严肃 你看看你爸 我多有责任心 你是跟谁学的 敢做不敢单一点都没有男子汉气概 简直是不像话 我看着客厅沙发上 其乐融融的三人顺经如语 我看你们更像是一家人吧 而芸汐此时被未来公公婆婆为的直冒了快 她乃见过这种阵仗 身体也僵得笔直 你叫芸汐是吧 小夕 你别紧张 来到这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你多大了 家里几口人啊 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芸汐则是小声道 我快十七了 家里只有我一个 呦 刚好比十号小一岁 她也是没有兄弟姐妹 芸汐懵懂得眨了眨眼睛 这样啊 就在这时 响起一声咕噜噜的声音 爸妈不约而同地看向了芸汐的肚子 小夕 你饿了呀 在一旁被忽视的我指了纸桌上的面条 这不 面还没吃完呢 你们就回来了 老妈瞪了我一眼 怎么你瞒你爸回来爱你事了 人家第一次来家里 你怎么就光给人家煮的面啊 你这孩子 也太不会照顾人了 芸汐见状连忙打起原厂 阿姨 不怪十号 是我自己要吃面的 老妈闻言语气立马温柔下来 这面都妥了 咱们别吃了 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你正好也尝尝阿姨的手艺 那多不好意思啊 有啥不好意思的 等着呀 让阿浩在这陪着你 说完老妈就走向厨房 芸汐心虚的不敢看我 但又觉得在这里干等着不好 就跟着老妈进了厨房 阿姨 我来帮你 老妈连忙摆手 不用不用 你去客厅坐坐 吸一会 和十号一起看回电视 没事 阿姨 我不累 老妈见芸汐铁了心要帮忙 只好硬了下来 于是交给芸汐最简单的活摘菜 芸汐看着面前的空心菜 面露蓝色 嗯 这个 记得家里吃的时候 好像是一段一段的 老妈见芸汐无从下手的样子 忍不住笑了起来 小夕啊 你应该没下过厨房吧 芸汐手足无措 红着脸低下了头 是的阿姨 我没下过厨房 这样啊 不过没关系 女孩子骂正常的 反正十号会做饭 两个人有一个会做就行 芸汐听闻瞬间小脸通红 那个 阿姨我想学 那也行 你想学我就教你 来 阿姨告诉你要先这样 然后再那样就好了 老妈示范了一下 芸汐很快就学会了 老妈见状也忍不住夸赞了句 我们小夕真棒 一次就学会了 芸汐文言就呆住了 然后眼眶瞬间红了起来 老妈见状连忙关心道 小夕怎么了这是 怎么还哭了 芸汐抹了抹眼泪 没事 阿姨 我就是想起我妈妈了 我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不在了 芸汐越说眼泪 越止不住往下流 老妈心疼得不行 好孩子 别哭 这不是有阿姨在吗 你不嫌弃的话 以后小夕就把阿姨 当成你的妈妈好吗 芸汐缓缓抬头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芸汐我以前就一直想要个女儿 结果生出了时候这小子来 那后来呢 后来就习惯了呗 我跟你讲讲是好小时候的事 客厅里你俩大眼瞪小眼 就在这时 老爸打破了沉默 你俩什么时候的事 文言 我叹了口气 爸 要是我说 我和他还没有在一起 您信吗 老爸则是十分鄙视地看了我一眼 你爸我这么有责任感的一个人 怎么生出了你这么个没担当的儿子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我和你妈都是过来人了 看你和那女孩互相之间的眼神都快能拉死了 你跟我说还没有在一起 那你把人家领会家里来干嘛 还没有在一起 你的衣服会穿到人家身上 有胆子早恋 没胆子承认 我文言无奈道 事还没开始呢 老爸愣了一下 那是你在追人家还是人家在追你 都有吧 老爸听完直接压麻呆住 是我老了跟不上潮流了吗 这两情相略不就应该在一起了吗 我看穿老爸的疑惑后接着说道 爸他现在还小 目前我不打算考虑谈恋爱的事 等他长大了再说 现在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学习 是眼前的高考 老爸还是有点不敢相信我说的是真的 时候 老爸告诉你 你们现在还小 哥别做些不该做的事 不然别说人家父母了 就我跟你老妈都不会放过你 我听完满脸无奈 爸 我知道 老爸冷嘣一声 别光嘴上知道 身体却不知道 很快 四菜一汤都上齐了 众人纷纷动快 而芸汐碗里的菜渐渐被老妈堆成了小山 芸汐健壮也是来着不惧吃妈妈香 小西 阿姨的手艺怎么样 阿姨 简直太好吃了 我好久都没吃过这么香的饭菜了 超赞 小西喜欢就好 那你为什么喜欢时候啊 芸汐瞬间被这突然转向的问题问了 这这这 这两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吗 自己喜欢十号 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哪有什么为什么 不过十号的妈妈都问了 就要好好回答 因为十号很优秀 她是个特别优秀的人 话音刚落 我就感受到老爸老妈那诧异的眼神 我可看不出来她哪优秀了 我满脸无奈 刚想反驳 却被芸汐打断 十号可厉害了 她在我眼里是最优秀的人 她不仅长得帅气 人还很善良温柔 成绩也好 老爸老妈听得一脸猛圈 我儿子成绩好 老妈一脸不可置信小西 你说十号她成绩很好 是啊 十号现在是我们班级第一呢 老爸老妈脸上满是问号 班级第一 我儿子不是的学渣吗 怎么就成为班级第一了 信不了一点 随即笑着对芸汐说 看得出来 你不是一般的喜欢十号啊 芸汐文言憨憨的笑了起来 我看着爸妈那不太相信的表情 才稍稍放下心来 接着 老妈就对芸汐唠起了 我小时候尿裤子的往事 芸汐听得津津有味 今天来十号家真是赚饭了 不仅了解了关于十号很多的事 而且十号家的氛围还这么的好 我家里都从来没有一家人 聚在一起吃过饭 在这里才有家的感觉 晚饭结束后 大雨停了 芸汐看了看我的爸妈 又看了看我 虽然很舍不得这里 但天已经这么晚了 我也该回去了 叔叔阿姨 十号天不早了 我要回家了 我点了点头 我送你回去吧 我随即把晾干的衣服递给芸汐 去我的房间里自己换上 叔叔阿姨 那我就先走了 感谢叔叔和阿姨的款待 不用谢小夕 那你们路上小心点 还有十号 你一定要送到人家门口 别偷懒 说完又转向芸汐 小夕 欢迎下次再过来家里玩 芸汐连连点头 阿姨我会的 叔叔阿姨再见 说完就跟我出了门 随后芸汐拿出手机一看 才发现上面有几十个未接电话 还有十几个是她爸爸 完蛋了 下午去十号家的事 忘记跟李叔说一声了 而且我居然还把手机调成了静音 他们会不会以为自己出事了 我见芸汐神色不对便问道 芸汐你怎么了 是有什么事吗 她呆呆地抬起头 完了 我下午在这忘了跟家里说一声了 家里来了好多电话 我都没有接到 那你现在赶紧打个电话 回去报平安 芸汐连忙拨通了李叔的电话 电话一接通 那头就传来李叔胶着的声音 小姐 您没事吧 李叔 我没事 下午跟同学在学校补习功课 回来的路上下大雨 我就去同学家躲雨了 现在已经在回去的路上了 李叔听完这才放下心来 那要不要我去接你 芸汐听到这一慌 不 不要 千万不要 刚放下心的李叔又提到了嗓子眼 为什么不让我去接你 难道被绑架了 芸汐反应过来后急忙回答 李叔 我真没事 马上就到家了 你不用担心 然后你顺便跟我爸说一声 李叔文言迟疑了一秒 小姐 您为什么不自己去跟老爷说呢 前段时间 因转学的事 都还在和老爸冷战中 我才不要和他说话 不了 您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李叔听完叹了口气 好吧 那路上注意安全 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挂掉电话后 芸汐才松了口气 都怪我记性不好 竟忘了报平安这种事 以前被绑过一次 这次又闹失踪 他们应该都吓坏了吧 我见芸汐挂完电话后便问道 没事吧 芸汐点了点头 没事了 随后我俩开始向芸汐家出发 我走在前面的时候 芸汐却退后了一步 随即微微侧身 只见那地面上 芸汐的影子 靠在了我影子的肩膀上 我低头一看 嘴角也微微扬起 随后我回头看了眼芸汐同学 芸汐猛地回正了身体 面露一丝尴尬的神色 怎么了 十号同学 我记得上次你家 好像不是在这个方向了 芸汐听完心里慌的一批 是吗 完蛋了 想不起来上次十号 送自己回家 是在哪个路口停的车了 其实你家不在那附近 对吗 芸汐文言心虚地点了点 对不起 说完就低着头 盯着自己的脚尖 连头都不敢抬起来 就像个做错事的小孩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 因为我不真诚 我骗了你 不至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 也许是不方便说的事 也许是难言之隐 没什么好说对不起的 芸汐文言微微抬头 你你 你不怪我吗 你又没做错什么 为什么要怪你 听我这么说 芸汐悬着的心 这才放了下来 那你家在哪 汤城二品 芸汐说完见我面不改色 便又解释 我也不是故意瞒着你的 是因为以前发生过不好的事 小时候 我被绑架过一次 再加上 因为我家家庭条件 还算不错 在小学的时候 我被他们抱团欺负 后来我爸爸就教育我 不要让别人知道我们家有钱 我也怕你知道之后 觉得跟我有距离 所以我才 我文言淡淡的 你不用解释的 我都懂 芸汐见我真的没有生气后 常呼了口气 十号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会欺骗你了 怎么总是感觉芸汐 是专门为我转去到一中的 而芸汐之前应该是没有见过我的 你是不是在之前就认识我 哥哥哥哥 这一操作直接把我整不会了 你还记不记得在八年前 有一个小女孩在小巷子里 被一群女生霸凌 然后当时一个小哥哥出现 赶跑了那群女生 说完芸汐低着头 那段日子是我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光 但生命中最重要的你 也是在那时出现 所以我觉得那段时光是有意义的 原来是你 经芸汐这么一提醒 我才一心想起来有这回事 你想起来了 我点了点头 想起来了 芸汐见状也笑了 原来十号还记得我呢 这一切都值了 那你转来一中是特意来找我的吗 是啊是啊 那次你帮了我之后 我就搬家了 这次回来后 我一直在找你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 让我找到你了 文言我没有说话 原来芸汐一直在找自己 而上一世的自己对待芸汐 却是那样的朗络 那个时候她肯定很伤心吧 就在这时 芸汐盯着自己的脚尖 小脸通红 十号 我喜欢你 你做我男朋友好不好 你刚刚不多自称是我女朋友了吗 我我我 见芸汐小脸通红我宠密地笑着说 我可以做你的男朋友 不过要等上了大学 到那时你还跟我在一块的话 我就考虑考虑 芸汐听完就愣住了 十号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要让自己跟她考上同一个大学吗 我的天 太欺负人了 这十号她是学霸 而自己这个学渣 怎么能考得上啊 随后芸汐咽了咽口水 紧张巴巴道 考上哪个大学 不会是清北大学吧 不一定 像我这么说 芸汐有点小偷 我怎么以前都没有好好学习 嗨的现在 白白丢掉了和十号在一起的机会 我看出了芸汐的焦虑 你想去哪个大学 芸汐想了想 那都行 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都可以 那你要加油 芸汐文言微微一愣 十号是在鼓励我吗 好 我一定会加油的 不久后 我送芸汐到了家门口 李叔早早地站在那等着 看见芸汐毫发无伤后才松了口气 随即警惕地看着我 芸汐 这位是 李叔 这是我同学 刚刚就是在他家里避雨的 哦 原来是小夕的同学 李叔一边说着一边打量着你 而你则是将目光迎了上去 李叔见状心生疑惑 奇怪 这孩子身上流露的气质 可不像这个年龄段的人 天也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 文言你一口回绝 谢谢 不用了 我坐公交就可以不劳烦您了 说完看向芸汐 那我就先回去了 芸汐本想让李叔送我回去 但气氛好像不太对 只好点了点头 嗯 那你路上小心点 回到家了 记得给我发个消息 我目光温柔地点了点头 随即转身离去 而芸汐看着你离开的背影 就大声叮嘱 十号 你慢点 注意安全 芸汐看着我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 却还不舍得离开 李叔见状很是无奈 小姐 人都走了 芸汐这才失落地收回视线 李叔这时又说道 芸汐先生回来了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 刚刚你不接电话的时候 芸汐先生就直接回来了 小姐 芸汐先生还是很关心你的 芸汐则是捂住耳朵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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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关心她的公司 关心她的员工 关心所有人 关心所有事 就是没有关心我 随机气愤地朝屋里走去 可刚到二楼的时候就愣住了 只见芸汐紧贴在落地窗前看向外面 这场景让芸汐怀疑起来 这是我那严厉的父亲吗 怎么这么滑稽 爸我回来了 芸汐立马转身咳嗽一声 强装镇定 芸汐你又死哪去了 平时我怎么教你的 这这这本想关心地问芸汐去哪了 可说出口怎么却变成了这句话 芸汐心里那一丝幻想被直接浇灭了 要你管 你是我生的 我怎么就不能管你了 还有 刚刚跟你一起回来那小子是谁 芸汐轻吼一声 蹲坐在沙发上 没搭理她 芸妇健壮一脸无奈 你长大了 该有点自己的判断力了 该跟什么样的人交朋友 什么样的人又该远离 你心里该有数了 那种不三不四的人 你可千万别离得见的会被浇坏的 芸妇话还没说完就被芸汐打断 你说谁是不三不四的人 芸妇看着芸汐这番不由一愣 我问你 你刚刚在说谁不三不四 随后又接着冷声说道 你怎么说我都行 但你不可以说她 她是我喜欢的人 你别去动她 不然我会跟你翻脸的 就这样说完后 芸汐就转身往房间走去 而芸妇则是一脸猛逼 接着叹了口气 怎么每回都是这样 我这个当爸的难道就真的这么失败吗 芸汐刚回到房间就收到我的消息 我到家了 今天离了雨 你记得去洗个热水澡 再喝点姜汤 别感冒了 看到这 芸汐的委屈再也憋不住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十号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你知道吗 我不想让你来我家的真正原因 是我怕爸爸知道 我跟你的事后可能会伤害你 芸汐平复了下情绪后就回复道 十号大人遵律 我会乖乖听话的 十号你老实说 你是不是骗人家小姑娘啊 我一脸无奈 我怎么骗她了 那她为什么说你成绩好 还说你是什么年纪第一 老爸也随之附和 是啊 十号 真不是你爹我贬低你 你是我儿子 你有几斤脊俩 我还能不清楚吗 还年纪第一 别说年纪第一了 要是你能考上个差不多的大学 那都是老祖宗显灵 我都得连夜回家烧香 在科99811个响头 我似笑非笑地看着老爸 爸你确定吗 你要是真能考年纪第一 我还真确定 我则是笑笑的 那恐怕真要让你失望了 阿浩 妈妈爸爸平时怎么教你的 做人要真诚 不要总是说些自己完成不了的大话 这样会成为别人的笑话 明白吗 阿浩 文言 我没有说话 看来自己这学渣的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了 现在无论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 那就等高考见分晓吧 凌晨五点 芸汐早早起床 她把家里的御用大厨 叫了过来教她做早餐 刚好老爸让人 从国外空域回来了海参和虾 那今天就给十号 做一份海参包子 和一份鲜虾饼吧 虽然芸汐是个厨艺白痴 但大厨手把手地 教着她做的还是有模有样的 正准备晨练的芸府 看到这一幕就愣住了 不是吧 是我眼花了吗 在做饭的好像是我那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女儿 随即问起在旁宝洁 芸汐这是在干嘛 小姐在学做早餐 学做饭 我女儿在学做饭 我不在家的时候 她每天都这样吗 宝洁想了下回答 也不是吧 只是这段时间才开始的 听到这话 芸妇心中涌上一步呢 真好 女儿长大了 懂得心疼人了 知道我回来还特意给我做早餐 等会回来一定好好尝尝女儿的手艺怎么样 随后就笑着出门去晨练 快到七点的时候 芸汐便带着早餐出了门 而芸府晨练回来后便直奔餐厅 这这这 怎么一点吃的都没有 是小夕害怕凉了给收起来了吗 不愧是我贴心的小庙 老张 芸汐刚刚做的早餐在哪了 快拿出来 我要好好尝一尝 老张听闻立马赶来 老板 小姐做好早餐后就直接全部都带走了 没有留在家里 什么 难道不是给我做的 是给昨天那臭小子的 老张那你再给我做一份一样的早餐吧 老板 小姐特意叮嘱过 这些食材除了她谁都不可以用不可以吃 您看还要不要再做一份 芸汐一脸无奈 算了吧 此时的我刚来到校门口 便看到秋雅提着早餐朝我走来 她这是要做什么 怎么感觉是冲着我来的 我快不走开 本想远离她 可没想到她紧追着我到教学楼下 十号 我刚刚在校门口叫你 你怎么都不理我 我面无表情 我没听到 而秋雅则是把早餐递到我面前 十号 你看 这是我早上亲手给你做的爱心早餐三明治 还特意加了鸡蛋和沙拉 你快尝一尝 我健壮还是面不改色 不好意思 我吃过了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说完就直接离开 剩下秋雅一人拿着早餐呆愣在原地 一大早碰到这种事真是悲气 如果秋雅还来继续骚扰我的话 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芸汐边揉着眼睛边走进教室 看到我的那一刻 芸汐立马提起精神 卖着小碎步就来到我身前 把手里的餐盒放到我桌子上 十号十号 这是今天的早餐 包子小饼还有豆浆哦 看芸汐的精神状态不太好 她应该又是一大早起来开始做的吧 我真要心疼地说谢谢时 却被芸汐打断 不要跟我说谢谢 不要那么见外 她说完看着桌子上的早餐念了咽口水 十号你快趁热吃吧 我看了她一眼 你吃过了吗 芸汐抿了名嘴 刚想说吃了 忽然传来一声咕噜噜的声音 她吓了一跳 尴尬地笑了笑 我摇了摇头 拿了个包子后便把饭盒推到芸汐面前 好了 我吃这个就行 剩下的都是你的了 这一幕正好被刚进教室的秋雅看到 她不由地捏紧了手中的早餐 十号你刚刚不是说不饿吗 现在怎么又吃别的女生做的早餐了呢 感情不是不饿 只是不想吃我做的 放学之后 我给芸汐讲完题 芸汐我们走吧 我打算先去一趟书店找几本练习册给你做练习用 芸汐听后眼睛顿时一亮 去书店吗 我也正想去一趟呢 书店里芸汐见我在看着练习册 便悄悄地往里走 她走到小说书架面前 拿到了一本言情小说 就在这时 我悄悄走到芸汐身后 芸汐同学 她闻言被吓了一大跳 连忙把手里的书藏到了背后 脸上僵硬地挤出一抹笑容 你 你怎么来了 我 我在看书呢 吓我一跳 书 什么书 拿来我瞧瞧 芸汐慌张地直冒冷汗 我 我在看辅导书 我还 这是她的手艺滑小说掉到了她脚边 芸汐紧闭双眼 完了 这下完蛋了 哟 新婚后爱 老公夜夜娇宠不够 芸汐同学 你刚刚说在看辅导书 请问这是乃门功课的辅导书啊 芸汐欲哭无泪 现在的她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十 十号 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强忍着笑语 不是我想的那样 那是怎样的呀 是 是陆琳知道 我们来书店 才让我给她烧回去的 对不起了姐妹 我不能让十号认为 我是那样的女生 我似笑非笑 哦 是这样啊 芸汐连连点头 是的 是的 真的是这样的 你要相信我 说完就十分不舍得 要把小说放回去 我见状便故意问道 芸汐同学 你不是要帮陆琳带回去吗 怎么又放回去了 一会走的时候该忘了 芸汐愣了一下 还是把那本书拿了回来 而我的嘴角微微扬起 你记得告诉陆琳 要少看这种东西 学习最重要 芸汐听完红 仗着脸捶着脑袋 知道了 芸汐看着我走向 别的书架后低下头 完了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我在十号心里的人设 彻底崩了 此时的芸汐 没有心情在看书 于是随便站在角落 看着远处认真看书的我 不由地泛起了花痴 天啊 十号认真读书的样子 好帅好迷人啊 果然认真的男人最帅 就在芸汐看得入迷时 忽然一道身影 挡住了她的视线 你好同学 我是第三高中的百华城 想和你纠个朋友 方便给个联系方式吗 芸汐愣愣地看着她 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不方便 我边说边走向芸汐 你是哪位 我在和这位女同学说话 芸汐双眉紧重 不好意思这位同学 你没听到 刚刚我男朋友说不方便吗 男朋友 男生嘴角一瓶 那今天真的是不巧了 这位同学我们有机会再聊 说完就转身离开 而芸汐则是看着身边的我笑的 十号 你刚刚是不是吃醋了 我闻言有点尴尬 没有 哼 还说没有 我看你刚刚明明就是吃醋了 那是你的错觉 随后我又转移了话题 你挑好书了吗 时间不早了 我们要走了 闻言芸汐这才点点头和我一起走出书店 一路上芸汐的心情好得不得了 因为她发现了一个我喜欢她的证据 走着走着我突然停下 芸汐没杀住 脸直接撞到我的背上 你没事吧 芸汐捂着脸摇了摇头 没事 我见她没事才松了口气 能把你的手机给我一下吗 芸汐二话不说 直接把手机递给了我 我拿起手机后就打开之前下载的软件 只见上面余额已经到了一 六百多万 这几天收益还不错 和芸汐评分后到手就是八百多万 自己身价几天就可以这么高 多亏了芸汐的本金 而芸汐看着我那略显严肃的脸庞 歪着头想了想 刚刚在书店 才有人问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十号她这就把手机要了过去 难不成她是在检查通讯录 随即拍了拍胸脱 十号 你放心吧 我没有加别人的联系方式 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已经容不下别人了 不信你看看我的通讯录和VV好友 里面都没有乱七八糟的人 就只有几个朋友 这些朋友还都是女孩子 我真的没有加其他的男生 不管是以前 现在还是未来 我都只喜欢你一个人 我文言微微一正 这怎么突然又告其白来了 灵溪也愣了一下 你 你不是在查我的稿吗 我说的这些都是心里话 都是在给你安全感啊 让你放心 我可是十分专一的 绝对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女人 我笑了笑 不是啊 我没有想查你的手机啊 灵溪文言 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 哈哈哈哈 我刚刚就是有感而发 也没什么 哈哈哈哈 随即把头转向一边 天啊 居然是自己多想了 十号他不会以为我是自恋狂吧 好尴尬呀 怎么办 在线等 我把投资的资产全部抛售后 就把手机还给了银溪 弄完了 我点了点头 嗯弄完了 钱大概三天之内到账 应该是1670多万 减掉你的200万本金 还剩1400多万 咱俩平分 到时候你给我转700万就行 好 等等 多少来着 除去本金 剩1470多万 咱俩五五分 银溪呆了好几秒 真的有那么多吗 如假包换 看着我那笃定的神情 银溪微微低下了头 虽然我是十分相信十号的 但十号真的会赚这么多吗 要是赚钱这么简单的话 别人早就闻着胃冲上去了 这样看的话 十号他估计是被骗了 可该怎样才不会伤害他的自尊心呢 对了 我一个月零花钱是50万 到时候我先去找老爸一支一点 然后再把这笔钱转给十号 到时候十号他就会以为这笔钱是他赚的 他就会很开心 对 就这样办 我还真是个小精灵鬼呢 随后笑了笑 十号 你好棒啊 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就赚了这么多钱 太厉害了 但是我不要你的钱 等钱到账了 我就全部赚给你 我见他这表情 觉得有点不对劲 但还是笑了笑 不用 都说好了的 等钱到了 你的那份你自己收着就行 芸汐看了看我 这样也好 不然一次跟老爸要一千多万 可能也有点困难 但要个八百万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其实钱不钱的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让十号开心 随即芸汐故作为难地点了点头 那好吧 就按照你说的做吧 到了分别的时候 我抽出了一本练习册 剩下的全放到芸汐的背包里 芸汐目瞪口呆 十号 难道这些练习册 全都是给我的吗 我点了点头 是啊 马上就快到第二次约考了 芸汐你要多做些练习题巩固知识点 这次争取能再进步几名 芸汐无比感动 一定 呵呵 随后我跟芸汐告别后就往家走去 芸汐看着我离开的背影 又看了看自己那沉甸甸的书包 随即长叹了口气 算了 自己男人给选的练习册 哭着也要写完啊 芸汐回到家后就被芸妇叫住 你这是拿着什么 当然是练习册呀 练习册 你的吗 芸汐文言很是无奈 不是我的难道还是你的吗 芸府一脸不可置信 最近总听到手底下员工说什么自己家的儿子高三的压力特别大 得了抑郁症 我这宝贝女儿可千万的呀 嘿嘿 芸汐你也不用太辛苦 学习的话适合而至就好 千万别勉强自己别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成绩好的话那最好 不好也没事的 老爸手里有些钱 还有那些公司等以后不还都是你的 哦 这些话我从小听到大都听你了 一言不合就要让我继承家产 我现在成绩这么差 就有老爸一份功劳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我要回去做作业了 芸府见芸汐这完全不想沟通的样子是无奈 她总觉得自己竟心呵护的女儿被人盯上了 芸汐刚要起身回屋 你等惠儿 有件事忘了跟你说 芸汐文言乖乖做了回来 什么事 说吧 楚叔叔 你还记得吧 就是小时候来家里总爱抱你的那个 芸汐皱了皱眉 楚叔叔 没印象了 你这孩子 怎么会没印象呢 你楚叔叔的儿子处生最近就要从国外回来了 小时候你俩关系挺好的 还经常玩过家家呢 这叫什么来着 对 芸汐竹马 等她回来 你帮着照看照看 毕竟在国外待时间长了回国会不适应 你们年轻人之间都有共同话题 到时候你多带人家出去玩玩什么的 不去 芸汐你再考虑考虑 你忘了你小时候 芸汐却不耐烦地站了起来 都跟你说了 不去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 行了 不跟你说了 我都高三了 作业很多的 我要回去写作业了 说完后 不等芸汐开口 便逃回了房间 这孩子至于吗 不愿意就不愿意呗 那么大反应干嘛 芸汐回到房间后就松了口气 老爸也真是奇怪 我才不管什么轻不轻 没竹不竹马呢 我只要十号就够了 不过老爸说的那个人 我好像也有点印象 算了算了 不想了 我才不会让那人耽误 我跟十号在一起的时间 一二天 芸汐依旧起了个大早 给我做早餐 不过这次她多做了一份给芸妇 芸汐打包好早餐后 就屁颠屁颠去学校 芸妇下楼后 看见桌上的早餐 不由一乐 这早餐是芸汐专门留给我的吗 不过看着这粗糙的手艺 是芸汐做的没错了 不过我那宝贝闺女 怎么今天突然想起 给自己留早餐了 难道是她终于理解了 我的付出了吗 想到这芸妇无比感动 就在这时 一条特别关心的信息声响起 亲爱的爸爸 早餐吃了吗 是我特意为您亲手制作的 我需要预知几个月的生活费 不多八百万就好了 这孩子 花钱总是大手大脚的 芸妇刚要打钱 突然又停了下来 不对 之前芸汐是能花些钱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 要这么多的时候 况且她现在还在上学 能有什么地方 需要这么多钱 芸汐今天是有什么事 该不会是前些天 送芸汐回来那小子 怂恿芸汐来要钱吧 不群 我可不能让我那傻女儿 上当在受伤 随即严肃回答 等你晚上放学后 回来再说吧 教室里 芸汐看着试卷上的选择题 总感觉哪个都对 但又感觉哪个都不对 我看出芸汐的疑惑 怎么了芸汐同学 哪道题不会 芸汐指了指试卷上的 第七道选择题 这我总觉得 这题很熟悉 应该是以前你教过我 但是现在我又不太记得了 我看了一眼 这是第三套高考模拟卷 第六道选择题 你去翻翻看 芸汐文言连忙一看 还真是呢 十号 这都可以 你也太厉害了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呢 我淡然一笑 可能是我的记忆力比较好吧 芸汐叹了口气 果然学霸就是学霸 比不了比不了 相信我 好好学习 你也可以的 芸汐捶着脑袋 算了我可没什么信心 家里有一个学霸就行了 对了 十号明后天周末休息 你有什么安排吗 上次陆林和我说 真正的情侣周末 都会出去约会的 要是我也能把十号 约出来一起吃饭 一起去公园走走 然后牵个小手 再亲个小嘴 天啊 我都在想些什么呀 好难为情啊 而我则是疑惑地看着芸汐 看芸汐这表情 她的小脑袋瓜里 不知道都在想什么 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过不能告诉她 明天要去网吧查资料 不然芸汐肯定会跟过来 到时候她就不能好好写作业了 我在家看书写作业 再做一座新买的练习题 怎么了 啊 芸汐愣了一下 两天啊 难道这两天 你都要看书写作业吗 差不多吧 怎么了 听到这话 芸汐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我就是想叫你出来散个心 一起逛逛街什么的 你心里想什么 我还能不知道 但是如果玩得太嗨 她估计会把才学的知识都忘了吧 这样你好好写作业 写完了我们就出来玩 行吗 芸汐的眼睛瞬间恢复了神采 真的吗 十号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芸汐兴奋的几乎要跳起来 她伸出手 我芸汐对天启示 一定快点把作业做完 天啊 到时候就是跟十号两人独处的时间了 而且我写得越快 跟十号相处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多 想到这 芸汐越来越激动 而我明显感觉到她整个人都要飘完 但是我们有言在先 你必须要认真完成作业 星期一的时候我会检查你的作业 要是被我发现你为了出去玩不认真写的话 我可是会生气的 芸汐文言一脸错愕 怎么 你该不会是想快点出去玩 然后随便写上答案敷衍我吧 芸汐眼神多傻 我的天 还要检查 还想着随便写完就可以了的 怎么会呢 嘿嘿 我一定会特别认真的写作业的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芸汐回到家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不是早就放学了吗 我在学校补习功课了 芸汐看着她手里的书 感觉不像假的 早上的消息怎么回事 为什么一下要八百万 芸汐眼神闪躲 嗯 我 我有用 你有用 我看不是你有用是别人有用吧 还是个男孩是吗 芸汐一脸错愕 芸汐见她这副表情 就知道猜对了 小夕 不是爸爸不给你钱 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但是爸爸不能眼看着你被人伤害 你还想 很多事你不明白 听爸爸的你最好还是离那个男生远点好 小夕 不是爸爸不给你钱 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 但是爸爸不能眼看着你被人伤害 你还想 很多事你不明白 听爸爸的你最好还是离那个男生远点好 听到这 芸汐顿时就不想理芸妇了 我还有事 先回房间了 芸妇见状脾气一下就上来了 芸汐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是你爸我在和你说话你能有什么事不能放一放 再说了我说的这些也都是为了你好 芸汐紧紧抱着手里的书 永远都是为了我好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吗 那你还想要什么 你同龄人里有几个能有你现在这么富足的生活 你还不满足什么 可我想要的不是这些 我想要的是能够经常跟家人在一起 有人疼有人爱 而不是现在这样 几个月想起我才来看我一次 我想算了 反正说了你也不懂 芸汐说完就往房间走去 芸妇看着芸汐离去的背影就叹了空气 这孩子难道我真的错了吗 芸汐回到房间后就发愁起来 爸爸那已经行不通了 要去哪弄这八百万呢 正纠结着手机突然响起转账短信提示声 什么 难道是老爸想通了吗 随后拿起手机 爸爸不是转八百万吗 怎么是一千六百七十五万 等等难道真的是十号赚的钱 这这这 十号也太厉害了吧 于是连忙拿出手机拨通电话 十号 十号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你猜猜是什么好消息 让我想想 应该是资金到账了吧 芸汐一脸惊讶 你竟然猜到了 不过十号 你好厉害啊 比很多人都厉害 你知道这证明了什么吗 我一连忙 证明什么 证明我眼光好啊 你是我看上的男人 你那么优秀 这不证明了我的眼光好吗 文言我有些哭笑不多 你这是在夸我 还是在夸你自己呢 我都夸 芸汐和我聊了一会 互到晚安后 才心满意足地挂断电话 先把十号的那份给转过去 至于剩下的吗 就先全部存下来吧 等以后和十号 在一起了作为 我们小家的启动资金 天啊 我简直是世界上 最贤惠的妻子了 芸汐洗漱后躺在床上 真好 明天开始就是周末了 就可以和十号单独出去约会了呢 想到这芸汐密码坐起身 为了明天的约会拼了 随即便坐在桌前 开始了发算图桥 老板 刚刚银行的小周来电话说 小姐的账户出现大额争口 账户信息显示 小姐的银行卡中 突然转入了1600多万 并且又紧接着转出了800万 小周询问您 是否知情 要不要暂时冻结小姐的账户 什么 1600多万 小李不去开会了 掉头回家 早上掉了钱我才没给 这晚上就收到1600多万 该不会是谁要骗走我那傻姑娘吧 回家路上 芸妇还在不断催促 到家后 芸妇连鞋都没换 就直接冲进芸汐房间 芸汐刚刚那1600万的转账 是怎么回事 刚才是爸不好 不应该不给你钱 把那钱还回去吧 咱家不缺钱 想要多少爸给你 芸汐一脸疑惑 不用了 再说那钱又不全是我的 还有一半是人家的 芸汐本不想说太多关于我的事 但见芸妇是不罢休的样子 只好把我投资的事情说了一遍 听完事情的原委后 芸妇惊了 你说的哪个人是你同学 芸汐骄傲地点点头 当然啊 她是我的同班同学 她特别厉害 特别优秀呢 这也太难以置信了 这项目的是我 先前也是有所耳闻 当时一直在观望局势 未来走向不明朗 所以没有投资 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大胆 不一般 不一般啊 随后试探地问 小夕 爸爸能见见你这个同学吗 不行 见个面怎么了 爸爸又不会吃了她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反正你就是不能见她 还有不能去骚扰她 不然我就跟你没完 林傅见状只好妥协 行行行 不见就不见 行了吧 不过你们该不会是在谈恋爱吧 林夕心虚地移开了视线 才没有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你可千万不要骚扰人家 不然我很没面子的 林夕很是无奈 好吧 爸爸听你的 芸汐看了眼窗外有些着急 不跟你说了 我要写作业了 再不写就要写不完了 芸汐满头雾水 明天不是周末吗 就是周末才要写得更快一些啊 不跟你说了 爸你快出去 不要耽误我学习 不然我要生气了 说吧 芸汐自顾自地写起作业 次日早上十点 芸汐趴在桌子上睡得正香 忽然一阵铃声吓了她一机灵 谁呀 一大早打扰本小姐的美梦 喂 十号 作业做完了吗 呜呜 除了小部分不会做的 就剩物理没做完了 我听完只是简单回了个恩 嗯 什么意思 是不是十号嫌我做太慢了 都怪老爸 十号 我会再写得快一点的 嗯 吃饭了吗 还没有 出来 我带你吃饭去 芸汐一下就呆住了 我见芸汐没有回应 怎么了 你不方便出来吗 不方便的话就改天再说 不不不 我方便 我可太方便了 对了 顺便把你没做完和不会的替代出来 吃完饭继续做 听到这 芸汐的笑容瞬间凝固 天啊 好不容易的一次约会 怎么就还要在写作业中度过 说好的散散步 拉拉小手呢 而我见芸汐那端始终没有声音 芸汐这傻丫头该不会是真心了吧 跟你开玩笑的 我在哪等你 芸汐想了想 去美食街吧 那里有很多好吃的 行 那我在门口等你 一个小时后见 放下手机后芸汐就去洗了澡 然后站在衣柜前挑了半个小时的衣服 最后选了一套最喜欢的衣服打扮好后才屁颠屁颠的出门 周末美食街人山人海 而芸汐一眼就看见人群中的我 努力朝着我挥手 十号 我在这里 我抬头寻声看去 只见人群中露出半个脑袋的芸汐 正挥手向我走来 对不起 十号 我不知道 今天这里这么多人 这么紧 没事 周末嘛正常 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嗯 现在还不太饿 要不我们一起去逛逛先 我看着她那期待的表情就硬了下来 芸汐在逛时 这也想吃 那也想吃 很快我的手里就提着不少事了 逛了一会我俩来到一家西餐厅 而芸汐趁我在看菜单时 悄悄拿起手机 芸汐看着手里照片露出得逞的坏笑 你这是干嘛 想拍照也不用偷偷的吧 嘿嘿 你不懂 今天可是第一次正式和十号同学约会呢 当然要拍照留念了 就在这时 秋雅和她的闺女威威正走进店门口 秋雅看见我俩后就呆愣在原地 神望 他们两个是在约会吗 怎么会这样 难道十号她是真的铁了心 要离开我真的连一个机会都不肯给我吗 威威看着秋雅叹了口气 算了秋雅 走吧 我们换一家电池 秋雅咬了咬唇 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动 今天就在这吃 说完就带着威威坐在我俩旁边 还对着芸汐头去了挑衅的眼神 芸汐瞬间无语 真的有被恶心到啊 今天怎么这么倒霉 好不容易跟十号约会 还能碰见他们 真小幸 我看出了芸汐的不是 咱们要不要换个地方 芸汐本想点头硬下 可转念一下 不对 凭什么我就要走呢 十号现在是和我在一起 反正留下尴尬的是她不是我 还真以为十号会回心转意吗 真是老太太钻被窝给也整笑了 随后摇了摇头 不用了 这挺好的 健壮我只好点了点头 而一旁的秋雅看着我俩 自顾自的说笑完全把自己当空气候 脸色格外难看 微微见她这样 也不想多说什么 爱 以前十号疯狂追求无微不至的照顾 随叫随到的时候不珍惜 反而现在离开后却又舔着脸追上去 真的不知道说她什么好 忽然秋雅压低声音 微微 十号她好像没看到我 我要不要主动上去打个招呼 微微一脸猛 这这这 这是智商降为负数了吗 十号她又不瞎 你一个大活人坐在这 她怎么可能看不见呢 人家只是不想理你罢了 随后尴尬地笑了笑 还是不要了吧 秋雅摇了摇头 不行 我一定要去 说完就站起身走向我 哈喽 好巧啊 十号你也在这里 借一瓶个捉码 我抬头看了一眼 便无视她继续和芸汐聊天 神旺 十号既然真要无视我 你忘了你以前都是怎么为我 安前马后的吗 随机强行挤出笑容 十号 我 介意 空气瞬间凝固秋雅文言一下这集了 十号大家都是同学 有必要做的那么绝情吗 我没回她的话 而是看向了芸汐 芸汐你吃饱了吗 芸汐连连点头 吃饱了 吃饱了 那我们走吧 这空气不好 我们去别的地方逛逛 说完就站起身离开 秋雅对着我的背影大喊 十号 你现在这样对我 那你以前对我的爱算什么 我停下脚步 头也没回 算我倒了些没 说完就带着芸汐离开 而秋雅在旁边的议论下 再也控制不住 我这脸哭着跑了出去 离开美食街后 我俩便来到了图书馆 我借了几本证券的书后 就坐在座位上看了起来 而芸汐则是在书架上寻找能看得懂的书 好不容易找到后 却发现自己够不着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响起 同学 需要帮忙吗 芸汐回头看着这个男生 我不用 谢了 可男生还是把手伸过她头顶 把书拿了下来 拿给你 芸汐一脸冰了 不了 你自己看吧 说完转身就走 男生神情一愣 刚想伸手拉住芸汐 但我忽然出现 把芸汐护在身后 男生见状收回了手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谁 你也不能对女生动手动脚 男生闻言笑了笑 我动不动手关你什么事 她是我男朋友 怎么不关她的事 男生听完则是用挑衅的眼神看着我 随后又看向芸汐 小夕 你不认识我了吗 芸汐闻言一脸疑惑 我是楚生啊 你不记得了 以前我们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的 你天天跟在我后面 楚生哥哥长 楚生哥哥短的 我想起来了 老爹昨天才跟我说过 他要回国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本以为拒绝就行了 没想到居然在这里遇到 随后冷声道 哦 想起来了 是你啊 不过你别瞎说 我可不记得有这回事 我只记得你那时喜欢吃鼻屁 楚生故作轻松地笑了笑 哈哈哈哈 记起来就好 不过小夕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那个时候大家都还想 呵呵 你还是叫我芸汐吧 我不喜欢不熟的人叫我小夕 楚生把目光转移到你身上 芸汐 这位是 她是我男朋友 楚生点了点头后朝我伸出了手 你好 我叫楚生 刚从国外回来 跟芸汐算是青梅竹马 文言我点点头 你好 我叫十号 就算是青梅竹马 也不是对女生动手动脚的理由 可能国外比较开放 但是在国内还是要注意点 不然搞不好就要去采缝纫机了 接着我看了眼她伸来的手 不好意思啊 我稍微有点洁癖 楚生文言神色越发难看 这是芸汐牵上我的手 十号 我不想看书了 我们走吧 我笑着点点头随即看向楚生 我们还有点事 先走了哈 楚生强行笑着应了声好后 看向芸汐 小夕 我们改天有空再约 说完对我笑了笑 我们老朋友叙叙就你该不会生气吧 我有些无语 没想到还是个男女茶 而芸汐听到这话一下就烦了 我跟你又不熟 有什么就好去的 十号 我们走 楚生看着我俩离去的背影 逐渐收起了笑影 叫十号是吧 有点意思 我俩从图书馆离开后 芸汐生怕我心情不好 于是拉我去看了电影 天啊 怎么会这样 说好的happy ending呢 明明可以在一起的最后 就成了这样 这女孩子也太可怜了 此时的芸汐哭得稀里哗啦 出了电影院后芸汐还在抽气 哭得眼睛鼻子都红彤彤的 他们俩真是太遗憾了 如果那男主要是早点认清楚自己的心 多在乎对方的感受 就不会失去最爱的女孩了 所以十号我们要吸取教训 千万不要像他们一样 我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 你要直接跟我说 我一定会改的 你可不能偷偷地在心里攒着失望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我文言一乐 心里满是心疼 哎 她总是觉得自己做不好 总是想把所有的问题归结到自己身上 到底要怎样才能给她安全感啊 随后温柔地看向芸汐 傻瓜 不用想这么多 那怎么行呢 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在面前 咱们要以她为教训 痛定思痛 以后要长记性 避免类似这样的事发生 认真经营我们的爱情 行行行 要痛定思痛 我又安慰了好一会芸汐的情绪才好了起来 随后我俩坐上地铁往家回去 芸汐想起今天的事 又对我解释 十号 今天那个人 我跟她真的不说 都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也不知道她犯了什么病 怎么会突然跑到这跟我见面 而且昨天老爸跟我提起她的时候 我就立刻回绝了 还为了这个和老爸大吵一架呢 我的心里 可是只有十号一个人 再也放不下别人了 文言 我哭笑不得 我又没有怀疑她 干嘛和我解释这么多 这点资讯我还是有的吧 但是芸汐这样说的话 要想跟芸汐在一起 还需要得到她父亲的认可才行 说着说着芸汐累了 便靠在我的肩上睡着了 半个小时后地铁就要到站 芸汐芸汐 你该醒醒了 要到站了 芸汐睁开眼揉了揉 哦 快到了吗 等等 睡着了 自己居然睡着了 呜呜呜 和十号约会这么重要的事情 要珍惜每一份每一秒啊 怎么可以睡着呢 芸汐有些失落 不过虽然不小心睡着了 但是靠在十号的怀里 也算是赚到了吧 嘿嘿 还可以接受 你送芸汐到楼底下才离开 芸汐回到房间洗漱好后 就躺在床上 美滋滋地回味着今天的约会 嘿嘿 今天和十号吃了好多好吃的 还看了电影 不仅跟十号牵了手 还靠在她的肩膀上睡着了 今天的约会还算圆满 就是多了一个小插曲 不过也算是我完胜了吧 嘿嘿 还有要是没有在图书馆碰到那个讨厌的人就好了 下次再碰到一定要躲圆圆的 好不容易跟十号的感情走到这种程度 可千万不能被别人破坏了 哎 怎么回事 莫名其妙跪在我前面干嘛 来者不善啊 溜了溜了 随即我往后退了一点 没想到那人又爬起来 重新跪在了我脚下 这是要弄哪一处 完了 八成是遇到碰死的了 我俩的是瞬间引来旁人的围观 怎么回事 我看看 哎呀我去 这不是十号吗 他这么狠啊 居然把人打成这样 我的天 这得是多大的仇啊 这十号平时看着文质彬彬的 没想到背地里是个很角色啊 听着旁人的议论声 我很是无奈 这人到底是谁 就在我开口之际传来了那人的声音 十号 对 对不起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以后我再也不敢了 求你放过我吧 我文言一惊 听着声音是一同城 他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还没等我回过神爱 他就匆匆起身跑开 剩我一头雾水地站在原底 而旁边的人健壮 议论声更大 这时候也太狠了 同班同学都能下狠手 以前没看出来 以后可得离他远点 是啊是啊 我以前应该没得罪过他吧 不知道 反正离他远些就对了 文言我很是无奈 回到教室后 大家依旧在讨论 刚刚门口见到一同城的事 明明自己什么都没干 却被推到了舆论的中心 是有奇强 我转头看向身边的芸汐 不会是芸汐为我出气干的吧 老里头拿着水杯走进了教室 轻咳一声 宣布一个是 咱们班的伊藤城同学转学了 瞬间 台下一阵哗然 这会不会和刚刚发生 在校门口的事有关 不会是因为10号吧 紧接着 老里头又宣布了一个消息 同时咱们班又转来一位新同学 楚生 大家欢迎 大家好 我叫楚生 刚从国外回来 以后咱们就是一个班的同学了 还请大家多多关照 班里瞬间议论纷纷 这人怕不是脑子有坑 从国外回来参加高考 这是有多想不开 芸汐也傻眼了 什么 他竟然转进了我们班 这绝对是故意的 这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呀 昨晚才说 不要遇到他今天就转进班了 简直就是阴魂不散 这是老里头指了指台下的座位 楚生同学 你就先做到吧 好的老师 一到下课后 楚生周围就围上了不少同学 而芸汐直接当他不存在 拿着作业就去给我检查 10号 你看看 这是我周末做的作业 还有些不会的 你教教我 就在我给芸汐讲题的时候 楚生叫人搬了两个泡沫箱 放到讲台上 大家好 今天是我转来咱们学校的第一天 来得仓促了些 也没准备什么礼物 就给大家买了点冰淇淋 大家一起消消暑 楚生正享受着众人惊现的目光时 看到芸汐正认真的听我讲题后 心里不由咯噔一下 随后拿起一个冰淇淋 就往芸汐处走去 正在认真听我讲题的芸汐 忽然感觉被人挡住光线后 抬头一看 发现楚生笑着 把冰淇淋递到了自己面前 小夕 这个给你 而芸汐看都没看一眼 我不吃 小夕 收下吧 这是我特意给你买的 芸汐一脸冷漠地看着她 说了不吃不吃 你有完没完 楚生拿着冰淇淋尬在原地 随后目光落在秋雅身上 对 这个牛看起来也不错 同学 这个送你了 秋雅看着面前的冰淇淋 皱了皱眉 随即接过冰淇淋后 朝楚生扔了回去 真搞笑 别人看不上不要的东西 你拿来送我 什么意思 你当我是垃圾桶吗 刚刚还热闹地扳机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楚生看着掉地上的冰淇淋 脸色格外难看 她明显感觉到同学的眼神都变成了嘲笑 同学你听我 滚开 随后秋雅便走出了教室 心事识号 后是楚生 怎么我秋雅就只配拥有你芸汐剩下的吗 我无奈摇了摇头 继续专注地看着从图书馆带回来的摩根财团 楚生路过的时候看了一眼 露出一脸不屑的表情 笑死 你在这桩什么桩 摩根财团 这些书你能看得懂吗你 随后假惺惺地问 听说你考了全校第一名是吗 文言 我微微皱眉 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是没什么问题 只是接下来你可要好好努力了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 怎么说 因为我到了医中 所以你的第一名就要不保了 呵呵 那你加油吧 我说完就低头继续看书 楚生见我完全不想搭理自己 也只好转身走开 放学后楚生走到芸汐身边 正在写作业的芸汐抬头看了她一眼 微微皱眉 你又要干嘛 小夕 我们一起回家吧 不回 要回你自己回 小夕这可由不得你 是云叔叔让我带你一起回家的 你的安全我来负责 谁说的 你找谁去 别来烦我 说完 低下头继续写着作业 楚生见自己又被忽视 小夕 听话 就在这时传来我的声音 你是真不会看人脸色 这么多年你都白活了吗 她的意思就是不想跟你一起回去 你还没有听明白吗 被拨面子的楚生狠狠瞪我了 你算哪根葱 我在和小夕说话 关你什么事 芸汐一下就急了 我的事就是十号的事 还有你能不能不要来烦我 楚生阴沉着脸看着芸汐 你就这么喜欢她 芸汐很是无语 你家住海边吗 管那么宽 嘿嘿嘿 好你个芸汐 我管不了 那你爸总管得了吧 随后看了我一眼就转身走开 这个楚生是真的烦 到底要怎样才能彻底摆脱她呢 嗯 好好做题 别想其他的 芸汐这才回过神来 肯定是爸爸让楚生来找自己的 不行 回去之后 我一定要好好和爸爸谈谈 我看着芸汐那心不在焉的样子摇了摇头 上一世我跟楚生完全不认识 不过既然她出现打破了我俩的生活 那就有必要解决一下楚生这个麻烦了 爸爸 是不是你让那楚生来找我的 芸汐听到这话愣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不 你说楚生她跟你见上面了是吗 怎么样 那孩子现在还不错吧 还不错 老爸 你是老眼昏花了吗 哪里还不错了 爸爸 求你快别让她来找我了 芸汐急得都快哭了出来 怎么了芸汐 难不成是她欺负你了是吗 那小子我刚见了一面 不是挺帅气挺有礼貌的吗 不应该会欺负你啊 芸汐只好把这几天楚生的事说了一遍 芸妇文言联想起芸汐这几天的变化 芸汐 楚生的事先放一放 你老是跟爸讲你是不是谈恋爱了 芸汐连忙否认 没有啊 那你急什么 如果没谈恋爱呢 你每天亲手制作带走的早餐都是送给食的 芸汐顿时就慌了 那是 那是我自己吃的 最近长身体 饭量大 芸汐冷笑一声 自己车 自己为什么不在家里吃完再走 以前不都是吃过早饭才出门的吗 还有你现在上学也不让你礼书送了 你要是再不跟爸爸说实话的话 反正你也没有喜欢的人 那我改天我就找你楚叔叔定个亲什么的 毕竟咱们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 文言 芸汐瞳孔猛的瞪大 跟楚生定亲 那还不如杀了我呢 你休想 小女子宁死不从 你那点小心思还想把我骗过去 还不快点从十招来 芸汐只好一五一十的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芸妇 芸妇听完后一脸错误 你是说你在倒追那个叫蛇号的是吗 什么 堂堂芸市集团董事长的千金竟然还要到追个穷小子 这传出去还不成了天大的笑话 我的乖女儿可不能让那小子拱走 芸汐你不能早恋 哦 不能早恋 反正现在这又不叫早恋 最多也只能算作我对十号单方面的喜欢与追求 我什么 我说不能早恋 芸汐你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芸妇这才松了口气 还好女儿不是个恋爱呢 不过总感觉好像哪里不对劲 你为什么答应的那么爽快 我知道了 即使你也没有那么喜欢她 对吧 不是 十号说了她不早恋 要等上了大学才会考虑考虑我 芸妇拿着手机愣了好几秒 要等上大学了才会考虑考虑我女儿 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吗 不然呢 难道要不听她的 现在就和她在一起吗 胡说 芸妇彻底懵了 一脸生无可恋的望着天花板 女儿这么恋爱脑也是没救了 看来只能尽快找个机会见一见识号 好好看看她的人品怎么样 千万不能让她伤害女儿 接着 芸汐再三叮嘱了几句 让她好好处理一下储生的事 才挂掉了电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 很快就要迎来第二次月考 也是全是联考 虽然一直跟着十号好好学习 但要考试了还是有点紧张呢 万一成绩不理想的话 那到时候 十号应该会很失望的 一失望 就不会再给自己补课了 怎么办 想到这芸汐倍感压力 随即又奋笔急疏起来 下课后 储生趁着芸汐去上厕所的见习 来到我面前 出来 说完转身出了教室 而我则是完全没理会她 储生在走廊上等了好一会 都没见我的身影 随后走到教室门口 见我依旧坐在座位上低头看着书 顿时无语 没听见 你在装什么装 难道你是龙的传人 接着又走到我面前 十号 我刚刚叫你出来 你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吗 我冷哼一声 听到了 那你不出来 我缓缓抬头看着她 怎么 你叫我出去 我就要出去 你以为你是谁 储生愣了一下 我有事要跟你说 麻烦你出来一下 有什么事在这说吧 储生愤怒地抬手指着我 十号 我要跟你宣战 此话一出 吸引了大部分同学的注意 而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宣战 你是周二片 看多了是吗 不知道的以为打擂台呢 还宣战上了 我的意思是 这次考试我要跟你比一次 我淡淡地看向她 啊 储生见我这无所谓的态度 很失脑 还有同学们的目光 更是让她下不来台 这次考试就看谁能拿到第一名 如果是你拿第一 那我就离开芸汐 同样如果是我第一 那你就给我转学 干吗 话音刚落 顿时全班同学都炸了锅 储生居然跟十号宣战 还是为了芸汐 他们到底谁能赢啊 一个是上个月 考年级第一的黑马十号 一个是刚从国外转学回来 实力未知的富二代储生 不好说不好说啊 而我则是面不改色地看着储生 不怎么样 怎么 你怕了 难道你对自己就这么没信心吗 还是说你上次的成绩 实际上水分并不少 不会真以为我怕了你吧 那你为什么不敢接受我的挑战 我为什么要接受呢 当然是为了芸汐啊 你不是喜欢她吗 还没等我回答 刚回来的芸汐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后脸色 瞬间冷不下来 接着快步走上前 储生 你又想干嘛 储生一见是芸汐后 表情有些不自然 没什么 就是找十号聊几句 我不信 你是不是欺负她了 我一脸无奈 自己在她心里有那么柔弱吗 而储生见芸汐这么维护 我很是眼红 十号 你敢跟我比一下吗 正当所有人觉得我会拒绝的时候 我却硬了下来 有什么不敢的 顿时全班寂静了好几秒 接着切切私语 这次有好戏看了 十号你答应了可就不能反悔了 不然这么多人看着 那丢人的可就是你了 我笑了笑 就拭目以待吧 十号 你输定了 我早就提前派人摸清了你的底细 常年都是小透明般的存在 只有上次考试出现了一回 就开始目中无人了 等着成效话吧你 芸汐我是要定了 什么 这个储生竟然敢拿我当赌注 他当我什么呀 赢了就能得到的战利品吗 不行 我要找他去算账 而我却拍了拍芸汐 放心吧 谁也不会夺动你的 芸汐虽有点心慌 但还是选择相信我 放学后储生走到了小巷的角落 圣哥我把上次那小子给你带来了 圣哥 圣哥 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去无限十号跪在他面前求饶了 我全是按照您的吩咐 一字不差的说的 不该说的我什么都没说 哼 你表现的还算可以 不过我还要你再替我做一件事 听清楚了吗 听 听清楚了圣哥 哼 你走吧 好好办事 钱少不了你的 另一边芸妇得知我跟楚生比闻争亲后 笑着摇了摇头 现在的年轻人花样可真不少 一个是国外神童 一个是教自己女儿学习的学霸 两人实力相差不大 倒是有点看透 芸总 您更看好谁呢 芸妇沉思了会 楚生 虽然十号有些过人之处 但是毕竟他们的身世相差悬殊 楚生从小接受的可是精英教育 楚雄为了培养他可没少在他身上花钱花心思 至于十号吧 他只是个优秀些的普通人家孩子爸 不过话说回来 楚生要是连十号都比不过的话 那楚雄的那张老脸可就没地方割了 很快迎来了第二次月考 第一场语文考试开始 楚生看了眼刚拿到的试卷后笑了笑 简直是小儿科 紧接着便奋笔集书起来 离考试结束还有一小时的时候 楚生就放下笔 随后扭头看了一眼我 哼 十号你也不过如此吗 监考老师收完试卷出门后 教室里就哀嚎一评 这月考也太难了吧 你答完卷子了吗 你说呢 楚生听得众人的吐槽声更是开心 看来这次考试难度很大 刚看十号做卷子的速度 估计也是被难到了 看来这次是赢定了 随后 楚生收拾好东西就走出了教室 十号 你考得怎么样 还可以 你呢 呜呜 十号我没考好 我作文好像跑题了 这次肯定又不及格了 我健壮连忙安慰 没事的 只是一次月考而已 而且这次月考难度本来就大 你不用太往心里去 现在赶紧回去复习一下数学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些立体吗 芸汐连忙擦了擦眼泪 那我记得的 好 等会回去把那些立体都过一遍 注意一下我跟你说过的重点 知道了吗 等考完试后 我带你出去散散心 芸汐这才破题微笑 Yes sir 次日成绩出来了 一向和善的数学老师手里拿着一打体卡 面色严肃地走进了教室 你们觉得这次考得怎么样 文言底下的同学面面相觑 纷纷低下了头 对 你们也知道这次考得不好啊 这次的考试你们班级及格的连一半都没有 而上了一百分的只有四个 你们说说你们是怎么考出这个成绩的 说完老师话锋一转 但是有几位同学成绩还是相当不错的 其中一位就是处生同学 处生同学一百四十六分 话音一落众人纷纷看向处生 我乐个去 这新来的海归夫二代有点东西啊 一百四十六分 怪不得赶回来参加高考 这是来刷成就的吧 是啊是啊 一百四十六分 这下压力给到十号了 而处生则是微微扬起下巴 刚要享受大家夸赞的目光 此时老师却清了气嗓子 处生上来取答提卡吧 处生见状一点茫然 怎么回事 怎么和自己想象的不一样 一百四十六分啊这可是 你们见过一百四十六分吗 怎么我这一百四十六分的成绩 还不配占用老师的半分钟时间吗 这时他想起我上一次考试 拿了好几个满分后 心里不由抓狂 真是一群土包子 学校出的题和全市联考能一样吗 随后起身去拿自己的答题卡 处生同学的四分 就是扣在了最后一题 最后一道题其实是超纲了的 要运用大学的微积分知识 才能解出来 不过你能做到这一步 已经很厉害了 处生同学 下次再接再厉 处生强行挤出一抹效应 谢谢老师 我会的 芸汐得知处生的成绩后 整颗心都提到了嗓子言 这时有同学问道 老师 按照国际惯例先公布的 肯定不是压轴的 高分的除了处生还有谁啊 是十号吗 你们还真猜对了 十号一百四十九分 也是我们此次全市高三年级最高分 哦耶 果然十号最厉害了 瞬间所有人都看了过来 他怎么这么激动 反应过来的芸汐尴尬地坐回座位 老师笑着问 芸汐同学 十号同学考了一百四十九分 你激动什么 我 芸汐大脑飞速运转 我是为了咱们学校而高兴 老师那可是全市最高分哎 多争光啊 老师忍俊不惊 我看你为了学校高兴是假 为了十号高兴才是争霸 说到这 大家也忍不住笑出了声 芸汐把书立起来盖住了自己的脸 哦哦 完了完了 又丢脸了 接着偷偷看了一眼我 发现我朝她微微一笑后 芸汐赶紧躲回来 该死 十号为什么笑得这么好看 就在芸汐响露飞飞的时候 楚生的脸色却变得格外难看 十号她竟比我多了三分 虽然三分并不多 但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不过没事 还有其他科 一定能追上来的 数学老师在黑板上讲题时 很快就讲到最后一题 十号 最后一题 你弄懂了吗 知道那一分错在哪了吗 我点了点头 老师 我懂了 那好 那你上来给大家讲讲吧 同学们 这道题不能用正常的思维方式去看 要这样 在那样 我在讲台上侃侃而谈 而芸汐在台下双手支着下巴 眼里全是幸福 她感觉时间几乎都要静止了 仿佛这个世界上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而此时的秋雅神情却很是复杂 以前怎么就看不到十号的优秀呢 可是现在已经挽回不了她的心了 想到这 秋雅垂下头 神情中满是落寞 这一题比较复杂 我在台上讲了25分钟 直到下课铃声响了起来才放下粉笔 数学老师满意的点了点头 十号的思路完全没错 看来你已经彻底掌握这一题了 我点了点头 这次的联考难度是有点超标了的 不过也好 算是对你们的一种历练 随后转头看向台下 最后一题 还有不懂的同学 可以去问问十号这一题的知识点 他都掌握得很好 说完又转头看向楚生 特别是楚生同学 刚刚十号讲的 听懂了吗 楚生虽很是无语 但也只好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好的 楚生如果还有没搞清楚的 就问问十号 你们多交流交流 楚生文言 咬得牙嘎吱作响 下了课后 我的桌前瞬间围上了很多同学 秋牙本想也去找我 但看了一眼 还是决定算了 上课铃声响起来后 同学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十号讲得好好啊 经过他这么一点波 我居然懂了 是啊 真不愧是学霸 不对 是学神 说到这里 他们十分同情地看了秋牙翼 秋牙长得是挺好看的 但就是眼神有点问题 是啊 不知道以前的我是哪根筋抽抽了 竟然觉得十号配不上秋牙 分明是秋牙配不上十号才对 正在复盘试卷的秋牙听到这身体一江一响起曾经的你 秋牙再也忍不住无声抽气起来 随后的英语课上老师宣布了英语分数 十号150分 让我们恭喜十号取得了全是唯一一个满分成绩 台下响起一片掌声 什么 十号居然考了满分 还是全是唯一一个 也就是说我又被那小子比了下去 这英语和数学就辣了四点五分了 剩下的语文还不是强项之还能追得上吗 这 想到这 楚生烦躁地直抓头发 随后转头看向我 却发现我依旧一副神色淡然 从如不惊的模样 楚生见状很是生气 装什么 表面上淡定的一批 实际上心里已经乐开了花板 而芸汐见我double kill了楚生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未来的老公考得这么好 是不是要准备点什么礼物 庆祝一下 送钱 可是十号有了 送车 不过十号还未成年 不能开车 哪到底要送些什么呢 此时英语老师继续公布 芸汐同学 八十六分 你这次进步不小 虽然还没及格 不过你上次只考了三十二分 这次已经进步了五十四分了 继续努力 说这话时英语老师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 这这这 什么意思 干嘛要看着我说 下课铃声一响 芸汐就直接冲到了我面前 随即张开双手拦住了后面想要上来的同学 不好意思 十号这个课间的时间我承包了 你们要是想问问题的话 就等下的课间吧 几位同学互相对视一眼 哟 我当谁呢 原来是人家女朋友来了呀 走走走 咱们先撤 问题这种肯定是女朋友优先了 芸汐深吸了一口气 同学 你要是会说话就多说点 十号 我这次进步了五十四分爱 不错不错 很厉害 再接再厉害 芸汐文言呆呆地看着我 十号 她夸我了 她竟然夸我了 自己这些日子付出的努力都值了 不过以后我要是进步更大的话 十号会不会更开心 这时 芸汐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 她拿着高分试卷去找我讨论题目 而我看她的眼神慢慢从平静变为惊讶 然后充满爱意 小夕 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见解 你真的很厉害 也是我见过最特别的女孩 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芸汐害羞地低下头 不 遇见你才是我三生友 而这个时候 我用食指勾起她的下巴 薄唇轻轻向她靠近 芸汐随后闭上眼睛 这时她的耳边传来我的声音 芸汐同学 你干嘛呢 芸汐文言猛地睁开眼睛 想起自己和我还在喧闹的教室里后 害羞地低下了头 我健壮 强忍着笑语 你在想什么 还走神了 芸汐故作镇定 没什么 我只是在想今天中午要吃什么菜 那你的脸为什么这么红 红吗 可能是今天气温太高了吧 你不觉得现在有点热吗 她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扇着风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小妮子又在玩玩什么呢 中午我和芸汐在食堂里吃着饭 而芸汐则是看起来没什么胃口 我见状有些好奇 怎么了 没胃口吗 芸汐皱着眉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你是怕我拿不到第一名吗 不是 我肯定是相信你的 我只是担心我烤得不好而已 口是心非 明明就是在担心自己考不过处生 要不要再安慰安慰她 还是算了吧 毕竟等会下午成绩出来比什么都有用 没事 努力了就会有收获 这次考试之后 我给你定制新的学习计划 芸汐一愣 学习计划 什么学习计划 这个你就先别管了 到时候我会跟你说的 现在我考你两脚和雨差的三脚函数公式是什么 芸汐文言大脑当机了一秒 这吃饭吃得好好的 怎么还考起来了呢 我皱了皱眉 怎么这个还没技术吗 芸汐连忙开口 不是不是 公式是这个等于那个家那个 我见状无情开口 呵呵 回答的完全错误 等会回去超二十遍 吃完饭后 我在小麦铺买了盒香就往厕所走去 我走进了隔间后 就拿起打火机 正打算点香 不料打了几下发现火机是坏的 这时隔壁传来打火机的声音 我敲了敲隔间 兄弟 接个火 那边沉没了几秒后就往底下递了过来 我点了根香后就作了一口 不料被呛的止咳嗽 那头晕目眩的感觉让我有点恍惚 上一世的这个时候我还没点过香 后来出了社会后就一天一合 看来自己真的重生回来了 而且一切还在往自己期待的方向发展 我看着手里的香就直接扔掉了 然后把打火机从下面还了回去 谢了兄弟 那人也没说话 只是默默地把火机接了回去 我刚走出隔间就愣住了 只见班主任老李头手上拿着一根戒指 饶有趣味地看着我 呦 是你啊 十号那香 好闻吗 我呆愣在原地 老师你怎么在这里 我不在这里谁见你滑 我的打火机还好用吧 那香好闻吗 我一脸无奈 没想到重生回来点的第一根香 就碰到了班主任 还行吧 还行吧 怎么要不我给你整根滑子 真是没想到十号你居然也会闻香 接着朝我伸出了手 拿来吧你 点香多久了 我顿了顿 我要是说刚开始点第一口 你信吗 老李头呵呵一笑 我教书这没多年没有一个人不是这么说的 随后又语重心长道 你们这些年轻人 什么该碰的不该碰的都要碰一下 这香对身体伤害多大不知道吗 我们想借都借不了了 可你们倒好 还一个个上赶的来点 中学生点香是要来处分的 知道吗 知道了 老师 知道就好 行了行了 赶紧回去上课去 这次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不过香我就没收了 下不为例啊 我说了句谢谢老师后就回到了教室 课堂上 老李头宣布了剩余联考科目的成绩 楚生听完脸都绿了 这怎么可能 语文高了我八分就散了 怎么李宗还比我高六分 怎么十号每课都会比自己高 明明看他考试答题是那么慢 随即气急办坏地站起来 老师这不可能 老李头皱了皱眉 楚生 你什么意思 老师 我严重怀疑十号他作弊 话音一落 全班鸭雀无声 楚生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你有什么理由怀疑十号作弊 我劝你还是把话收回去 然后跟十号同学道个歉 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 十号他根本不可能考出这个分数 我早就查过 他以前的成绩一般 哪怕是上次月考的不错 但上次月考的难度 怎么能跟这次联考比呢 虽然我不知道问题出在了哪里 但他上次月考的成绩 肯定也有猫腻 老师 我建议 芸汐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楚生 你是不是有兵 输不起 就说人家作弊 一些同学也附和起来 我说他怎么敢照十号比成绩呢 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呢 就是就是 比不过就说人家作弊 要是这样 那我也去找他比好了 反正比不过就是他作弊 菜就多练 输不起就别比呀 楚生文言猛地嘲笑一声 你们懂什么 他是你们爹 你们这么维护他 老里头见状大声怒斥 够了 楚生 我不知道你跟十号之间有什么过节 但这次联考 十号同学的成绩时 真是有效的也为咱们学校争了光 不容污名 有什么事下课后可以到老师办公室说 楚生本想反驳 但还是验了回去 十号 你给我等着 有你好看的 十号同学的总成绩是全校第一 也是全市第一 让我们恭喜十号同学 同学们得知后 整个教室里瞬间欢呼一片 而楚生的脸色格外阴沉 虽然他也拿了全校第二 但在第一的对比下 就显得没什么存在感了 一放学 他就骂骂咧咧朝外走去 十号我们先去吃个晚饭庆祝一下 然后再回来写作业怎么样 我悠悠地看着芸汐 中午发抄的三角函数公式抄完了吗 芸汐愣住了 未来的老公好严格 一点都不给自己通融通融 随后默默地拿出作业本继续写 过了一会 芸汐抄完后便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然后转头看向我 发现我正看着书便凑了过去 十号 你在看什么书呀 时间简矢 芸汐嘴角微微抽搐 露出难以形容的神情 时间简矢 这本书好奇怪呀 我不急地看向它 怎么奇怪了 时间是谁 时间为什么要简矢啊 咦 好恶心 我顿时无语 随后把书的封面录出来 芸汐看着这时间简矢四个大字就愣住了 随后强装淡定 我当然知道是这个时间简矢 刚刚只是跟你开了个玩笑而已了啦 我看着她那强行找回面子的模样 没忍住笑出了声 呜呜呜呜 自己在十号心里的形象彻底崩塌了 十号她不会觉得自己是个没文化的笨蛋吧 随后芸汐一脸委屈 你能不能不要笑了 我轻壳了一声 好 我不笑了 其实这也没什么了 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本书吗 你会听错也是正常的 芸汐恍反抬头 真的吗 真的 听我这么一说 她的心里就好说多了 对了 十号我这次考了班上三十九名爱 你打算给我什么奖励啊 那你想要什么奖励 让我想想啊 芸汐歪着脑袋想着 忽然她瞳孔猛地瞪大 警惕地看了看四周 便红着脸小声 要不你给我个轻轻吧 文言我顿时愣住 不行 换一个 再商量一下嘛 这样我退一步 亲脸颊和额头也行啊 我板着脸故作严肃 亲哪里都不行 芸汐欲哭无泪 那什么时候可以 等你上了大学 我一说出口就发现自己被她带偏了 于是话锋一转 之前教你的知识点都掌握了吗 什么嘛 还要等到大学 以前你又不是没有亲过 她弄了弄嘴 咕弄了一句 听她这么一说 我才想起那时芸汐雪中送炭 借了我二胆万后 我一激动就亲了她一口 想到这 我脸上闪过一点尴尬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 不都是亲亲吗 怎么你该不会想说那不算数吧 我不知如何回答于是话锋一转 两脚和雨差的三脚寒书公式被毁了吗 芸汐顿了顿 哼 又来这套 人家早都被毁了 A等于B加C乘D减E 我把这次芸汐联考的问题都给她复盘完后 就收拾东西各自回家 而芸汐为了想给我挑个礼物 就把陆灵约了出来 一起去逛商场 最后芸汐在一家精品店面前停下了脚步 她看到了成团的毛线和织好的成品围巾 芸汐忽然有了个想法 天也快冷了 要不给十号织一条围巾吧 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 说做就做 芸汐直接挑起了毛线 陆灵有点惊讶 你不会是想给十号织围巾吧 你会吗 不会可以学啊 织围巾 平常是只不沾阳春水的芸汐 竟然要织围巾 天哪 果然恋爱会让女人变得面目全非 芸汐挑了好毛线付了钱之后 就愉快地吵架走去 她抱着两团毛线笑得一脸幸福 她甚至看到了她织好这条围巾之后 亲自给我戴上的画面 芸汐写完老师和我布置的作业后 便拿起针和毛线 一边看着视频一边织起了围巾 她看着自己织出来的两厘米宽半成品 得意地笑了笑 什么嘛 原来织围巾这么简单 以后我要承包所有十号的围巾和毛衣 一想起我以后 每次戴这条围巾的时候都能想起自己 芸汐就兴奋地不能自由 时间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半夜三点 天啊 怎么这三点了呢 我才知了一会啊 不行 我得赶紧睡了 不然该起不来了 芸汐这才赶紧放下围巾睡觉 第二天芸汐起床后就哭了 只因她在照镜子的时候 发现自己昨晚熬的态度 导致下巴长了颗痘痘 呜呜 怎么办 丑死了 今天没法见人了 她来到教室就匆匆躲开 我见她鬼鬼祟祟的还戴着口罩 怎么了芸汐 芸汐眼神多闪 我 我没事 就是有点感冒了 听她的声音可不像是感冒的样子 她肯定有事情瞒着自己 虽然知道不该这样 但我还是下意识的有点不开心 斩下来 芸汐委屈的赵作蛋 还是用手把自己的痘痘捂住 不要看 原来是一颗痘痘而已 我这才放心了下来 看着她一副如灵大敌的模样 不禁让我觉得有些好笑 你戴口罩就是因为长了颗痘痘吗 呜呜 长痘痘好丑的 一点也不丑 青春期长痘痘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你这一刻还算少的 过几天就好了 芸汐文言缓缓抬头 真的吗 那你会不会因为我长痘就不喜欢我了 当然不会 芸汐顿时放下了玄这个心 下一秒的她双眼猛的瞪大 十号 你刚刚说不会因为我长痘就不喜欢我 那就是说你现在是喜欢我的了 你承认了 你承认你喜欢我了 文言我连忙否认 我可什么都没说 我不管 你就是承认了 我不听我不听 你就是喜欢我 旁边的几个同学见状纷纷投来了暧昧的眼神 芸汐感受到大家的目光顿时坐直了身体 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上课期间芸汐哈欠连天 就在她脑袋第三次控制不住往下沉 使我举起了手 怎么了 十号同学 老师 芸汐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送她去趟医务室吧 听到这句话芸汐一下子就清醒了 我没有不舒服啊 芸汐同学 你哪里不舒服吗 芸汐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哎呦 我头有点疼 老师 哎呦 我的脑袋 她一边捂着自己的脑袋一边偷偷描向我 见她这拙劣的演技我便摇了摇头 哎 还不如不演呢 英语老师一下就看出了是怎么回事 但由于我刚刚得了权势第一遍给我发下特决 那十号同学 你陪着芸汐同学去趟医务室吧 芸汐一步三回头直到走远了才放下了心 十号 现在我的头疼可以好了吗 我点了点头 可以了 好的 我头不疼了 不过现在我们还要去医务室吗 去 哎 我不是不头疼了吗 怎么还要去 我们去医务室干嘛呀 我淡淡开口 睡觉 芸汐吓了一大跳 那眼珠子瞪得溜元 睡 睡觉 怎么这么突然啊 昨天还不让青青今天就要这样 我 我一点准备都没有 而且还是在医务室 芸汐咽了咽口水 为什么十号的喜好 有那么一点点变态呀 到了医务室 我跟笑依简单说了一下后 就带芸汐进了里面的房间 你躺下吧 芸汐文莲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可是外面还有人啊 没事 她又不进来 但是我听说会有声音的呀 芸汐一边说着一边害羞地低下头 而我则是一头雾水 声音 什么声音 哎呀 不说了不说了 羞死了 她说完就把脸埋进了被子里 过了一会又探出头试探地问 在这真的没问题吗 要是被人发现了不就射死了吗 你在这睡一会 我在旁边守着你这有什么好射死的 你说的睡觉 是让我一个人在这里睡 而你在旁边守着我的意思吗 不然呢 芸汐这才知道你压根没有那个意思 完全是自己想外了 尴尬的她想立马挖个洞钻进去 看着她的神情我这才反应过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家伙 没想到她竟然是颗水煮袋 外表是白的 但心是黄的 随即给了她一个脑瓜绷 你这小脑袋瓜里一天天的都在想些什么 芸汐捂着脑袋小声嘀咕了一句 还能是什么 当然想的都是你了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先好好地睡一觉 等会我喊你 芸汐应了声好后 便乖乖地闭上了眼睛 过了几分钟 芸汐又睁开眼 委屈巴巴 十号 我睡不着 你能陪我一起睡吗 不行 我当即拒绝了她 而芸汐扯着我的衣角开始撒娇 不嘛不嘛 你就陪我躺一会嘛 文言我故意板着脸 小夕 以后这种话你不能再说了 至少在你成年之前 为什么 我难道还要告诉你 我怕自己忍不住吗 我喜欢更矜持一点的女孩子 随后又摸了摸她的头 乖 你休息一会 我在旁边陪着你 芸汐点了点头 便躺在了床上 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 我看着她那微微上扬的嘴角 这女子又在做什么美梦呢 不知过了多久后 芸汐打了个哈欠 看到十号坐在床边 十号 你刚刚一直在陪我吗 我笑着点点头 当然了 十号能这样 一直陪着我 真的好幸福啊 不过她一直这样 守着我都没有休息 还是有一丢丢心疼的 这是我皱着眉头问的 昨晚上哪去了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没去哪啊 我就在家 好好睡觉来着 芸汐一边说着一边 移开了视线 在家好好睡觉 怎么能困成这样 是平时的作业任务太重了 才睡得晚吗 芸汐文言连忙摆手 没有 也没有很重 真的吗 芸汐迟疑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见我不说话后 芸汐生怕我生气 那我还是跟你说吧 我再给你准备礼物呢 到时候你一定会喜欢的 眼前这个小丫头 还真是满心满眼都是自己 这一世一定要好好保护她 你给我准备了礼物 我很高兴 但是不要影响学习影响休息知道吗 知道了 自己好像确实太心急了 还麻烦十号特意带自己来医务室睡觉 不过十号对我也太好了 还嘴硬不肯亲口承认喜欢我 没办法 既然十号不主动 那我就自己攻略她 随即笑着看向我 我知道了 以后不会这样了 放学后我带芸汐去了书店 既然芸汐给我准备了礼物 那自己不能没什么表示 于是我在书架上挑了几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和练习题 芸汐凑过来看了一眼有点疑惑 诶 五三模拟你不是早就买了吗 怎么又买一份 这是给你的回礼啊 芸汐宛如被一道闷雷击中整个人都傻了 不是吧 我送你礼物 你给我回五三 音音音 未来男朋友 她恩将仇报 小夕 听说你最近学习成绩有了很大的进步 爸爸真为你高兴 正当芸汐一获使芸妇便继续说道 爸爸趁热打铁给你找个家教好好补一补怎么样 什么 你要给我找家教 芸妇点点头 是啊 你这段时间学习成绩提升得很明显 以前是爸忽略你了 没想到我女儿这么优秀 为了弥补爸爸从前对你的忽视 所以决定给你找个家教 我有个发小的儿子 是985的硕士 而且他人 不 我拒绝 什么吗 动不动就是什么合作伙伴的儿子 什么发小的儿子 就很下头啊 有没有 见芸汐如此抗拒芸妇微微皱眉 既然我给你找的你不满意 那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 合适的人选 那一定是10号了 毕竟当家教的话 没人比10号更合适了 而且还可以增加和10号在一起的时间呢 天啊 简直是一举两得 但是老爸之前就对10号有成见 要怎么委婉地说出来呢 这是芸妇又问的 听说你最近都在跟同学一起 学习是吗 对啊 他可是我们学校年级第一呢 只要说到我 芸汐总是一副骄傲的神色 芸妇故作惊讶 这么厉害 那要不把他叫来当你的家教 爸爸给他开工资怎么样 爸爸给他开工资 那我去问问他吧 哎 本想直接答应下来的 可是还是要中求一下10号意见才行 芸妇心中一喜 我可得好好掌掌眼 这把我女儿迷的神魂颠倒 为了他甘心埋头苦涂的男孩到底什么样 要是这小子品行还过得去 那自己倒也是可以再考察考察他 如果各方面都没问题 那将来也可以好好培养培养他 第二天 芸汐一来到教室就把家教的事跟你说了一遍 听完后我皱了皱眉 什么 你爸让我去给你当家教 对啊 我觉得你教的比老师还好 所以我想直接把你请回家里 去当家教 还是芸汐父亲主动拼情的 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能不知道 我不是不敢去做家教见你爸 只是你还未满18岁 如果这个时候仓促去见未来岳父 芸汐再控制不住做出什么亲密举动 那他爸估计会被女儿过早被拱而气得半死 所以还是算了吧 我随即开口拒绝 学习上的 我会继续督促你 家教的事还是算了吧 芸汐一脸失望 为什么呀 10号你就答应吗 这样你就可以来家里跟我一块学习了 你就答应吗 好不好吗 见状我摸了摸他的头 平时在学校辅导你学习就够了 其他的时间我也有自己的事要做呀 听我这么说 芸汐叹了口气 那好吧 这时她的小脑袋刮灵机一动 那你有空的时候可以来我家一起学习吗 或者我去你家也行 我看着她那亮晶晶的双眼 嘴角不惊上扬 哎 真是扭不过你 那如果可以的话你来我家学习吧 刚好我爸妈最近也一直在念党你 文言芸汐开心得不得了 爷 就这么说定了 又可以去10号家了 到了晚上 在芸汐的强烈要求下我把她带回了家里 叔叔阿姨好 我是芸汐 还记得我吗 我今天来又要打扰到你二位休息了 没有没有 芸汐来家里做客 阿姨和叔叔开心还不及呢 快进来快进来 最近怎么都没来玩啊 阿姨都想你了 芸汐进屋和老爸老妈闲聊了几句后 就跟着我进了房间写作业 她一边吃着老妈切的水果 一边做题 一边学习 还能一边吃着10号妈妈亲手切的水果 简直不要太满足 10分钟后 10号 这道题我不会 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芸汐见我示意自己过来后 立马来到自己身边 双手平放在桌子上像个乖巧的小学生 她在听我讲解时瞟了眼里那静在咫尺的唇 好想尝一口啊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呢 就在这时 我拿笔敲了敲她的脑袋 你那小脑袋瓜又在想什么 好好听我讲题 芸汐捂着自己吃痛的额头 未来的老公在家抱我 好凶 很快到了吃饭时间 芸汐也理所当然地被留下来吃饭了 餐桌上大家吃得正开心 这时芸汐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芸汐拿起一看顿时傻眼 完了完了 上次来十号家就忘记和爸爸说 结果大吵一架 这次怎么又给忘了和爸爸讲 芸汐手忙脚乱下 挂断了电话 天呐完了完了 这怎么还给电话挂了 这下更说不清了 而芸府这边脸色已经黑如锅底 就在这时芸汐的电话打了过来 你现在在呢 我在同学家学习 今天的作业有点多 所以晚了点 为了稳住芸府赶紧补了一句 我马上就回去 你告诉我你在呢 我去接你 今天刚想找她来给芸汐做家教 她就把芸汐拐回家 这是在挑衅我吗 芸汐一听就慌了 如果爸爸来十号家就糟了 以爸爸的脾气 要是跟十号爸妈发生矛盾可怎么办 芸汐不敢想下去 你来幸福小区门口接我就行 好了不跟你说了 那我先收拾收拾东西了 不等芸妇回答芸汐就挂掉了电话 回到餐桌上 芸汐心情还是有点忐忑 叔叔阿姨 我要回家了 十号妈妈闻言一愣 看样子应该是芸汐家人打来的电话吧 难道她没和家人说来了这里 那我们送你回去吧 不 不用了阿姨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那怎么行 你姑娘家家的一个人我们也不放心啊 这样吧 让十号送你回去吧 芸汐和我爸妈到过别后就和我往外走去 路上一阵冷风袭来芸汐忍不住打了个喷嚏 芸汐你是不是有点冷 还好啦 只稍稍一点 嗯 那你以后出门记得多穿点 芸汐正期待着什么的时候发现事情居然到这就戛然而止了 哼 怎么了芸汐 怎么突然不开心 我提醒一下未来的男朋友 现在你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难道你都不看电视剧的吗 哦 那我该做些什么呢 芸汐瞬间整个人都麻了 她现在不是应该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我披上呢 电视剧里不都是这样的吗 算了 没什么 臭十号 带直男 一点都不贴心 就在这时一件温暖的外套披在了她的身上 芸汐瞬间愣住了 是这样的吗 芸汐眉宇间满是笑语 才不是呢 芸汐看着十号 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柔 两人在路灯下等着芸妇的到来 十号 上了大学你就答应和我在一起吗 我考虑考虑 哼 又是这个答案 我都背会了 你就不能直接说是吗 承认你喜欢我有这么难吗 承认喜欢你并不难 但是不能让你飘起来啊 现在芸汐的成绩才刚有了起色 我可不能一冲动让芸汐满脑子都是情情爱爱 又把成绩落下去 你那小脑袋瓜能不能多想一想学习的东西 芸汐叹了口气 追赴之路慢慢 任重而道远啊 十号一时无语 考上大学之前别想七想八的 知道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 我不想七想八 只想十号 很快一辆黑色商务麦巴赫停在了他们身边 老李打开了车门 小姐请上车 十号我回去了 明天见 芸汐一不舍随即钻进车内 十号挥了挥手车子扬长而去 刚刚看车里还坐了一个人 看身影应该是芸汐的爸爸没错了 车上芸妇看到女儿身上披着的外套后脸色又飞了起来 这谁的衣服 十号的呀 还没等芸妇开口质问芸汐就继续说道 我们商量了一下 觉得家教的事还是算了吧 十号现在这样教我也教得挺好的 再说她也高三了 特意来家里给我当家教的话 她自己就没时间学习了 哼 意料之中的答案 不过刚刚那小子嘛长得倒还算一表人才 跟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拼人品嘛 还有待考证 刚刚真的就只是在学习 当然了 不然还能做什么 芸汐说着犹豫了一下 就着犹豫的一刻让芸妇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怎么 不会是我的乖女儿受什么欺负了吧 不行我得回去问问那小子 就在芸妇刚要开口时芸汐笑了笑 还吃了个饭 算别的吗 芸妇一阵无语 说话能不能不要大喘气 吓死个人 不算 日子一天天过去 圣诞节也快到了 本来这条围巾是打算作为十号考了全市第一的奖励给她的 结果这段时间学习任务太重 十号还不让我熬夜 居然拖到现在才治完 没办法 只能当作圣诞礼物送给她了 芸汐叹了口气 可是圣诞节也不能只送一个围巾啊 男生一般都喜欢什么礼物呢 有了 芸汐随即找到芸妇 爸爸 圣诞节快到了 你说男的一般都喜欢什么样的礼物啊 芸妇一乐 这是在拐弯抹角地问自己喜欢什么 然后好准备礼物给我吗 好女儿终于想到爸爸了 芸妇强压心中喜悦 让爸爸想想啊 男人啊 对车啊 表啊 什么的都没有抵抗力 但是送礼物的话还是表会比较好一点 手表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那要送什么样子的才比较好呢 手表嘛 品牌很多 但是劳力时是不会出错的 女儿这么乖 我可不能让她破费太多 绿水鬼怎么样 绿水鬼 不会有点显老嘛 这可不显老 这算是经典款了 好吧 说完芸汐便回到屋内 芸妇心里则是美滋滋的 女儿长大懂事了 我马上就要收到女儿准备的礼物了 哈哈哈哈 圣诞节前芸汐和陆林一起逛了逛商场 芸汐将已经准备了手表的事告诉陆林后 陆林有些差 十号这个年龄的人真的会喜欢那种表 算了 算了还是别多嘴了 万一人家真的喜欢呢 或许你可以再送个腰带 为什么腰带有什么特殊意义吗 陆林故作高深 不懂了吧你 这个啊 意义可就大了 腰带这个东西对于男人来说是非常私密的 一个女人送男人 这个代表着女人想跟她的关系更进一步 陆林顿了顿 还有呢 就是送腰带代表了你想拴住她一辈子 芸汐听着陆林的话笑意越来越浓 关系更进一步 还能拴住一辈子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 买必须买不买都不行 芸汐和陆林买完腰带后便朝家走去 陆林见芸汐已经开心的要起飞于是打算斗一斗她 其实啊 送腰带还有另外一层含义 嗯 是什么 陆林神秘兮兮 你过来我告诉你 芸汐立马凑了过去竖起耳朵 意思就是啊 以后除了上厕所换裤子 她的腰带都只能为你而解 芸汐愣了几秒 瞬间脸色爆红 陆林 你 哈哈哈哈 你看你的脸比峨眉山的猴屁股还红 你个死路林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 平安夜那天正好赶上周日 芸汐磨了好久 我才同意休息一天出来陪她走走 给你 平安夜圣诞节快乐 这是 我知道 怎么样 厉害吧 看着这条动眼大小不一的围巾 我鼻子有点酸 这个小丫头怎么这么招人疼呢 这条围巾肯定花了她不少心思吧 这段时间自己给她布置的作业不少 而她每天还要抽出时间来制围巾 傻丫头 十号意识不知道说什么好 嘿嘿 没什么了 还有这些都是你的 这么多 不多不多 就这几样而已 她给自己准备这么多礼物 却没问问我有没有为她准备 我叹了口气 随即给芸汐带上了围巾 你给我干嘛 你不会是嫌弃我织的围巾 不好不想要吧 说什么呢 借给你带带 一会还我 我一边说着一边给她带上一条粉色水晶手练 芸汐顿时一惊 呀 这是你送我的礼物吗 嗯 学校不让带 你就在家带着玩吧 芸汐开心的不得了 十号 你送我的礼物 我好喜欢 喜欢就好 走吧 我们去别的地方逛逛 大晚上的我也不知道该带芸汐去哪里合适 只好找了个敬巴 有乐队表演的那种 很快 动听的歌声传了出来 芸汐听得如痴如醉 黑暗中 我感觉到好像有人扯了扯自己的衣角 怎么了芸汐 我也想唱首歌给你 别人的男朋友有的 我男朋友怎么能没有呢 我不能让十号去献你别人 我自然不会拒绝她的小小要求 趁着台上乐队休息时间 我上台跟主唱打个声招呼 刚上台的芸汐 坐在高高的凳子上 紧握着手里的话筒 下面我要送给我的男朋友十号一首歌 台上的光束落到芸汐的身上 她坐在高高的小凳子上 整个人照上了一层淡淡的光辉 像出入凡尘的神明少女 无比圣洁 少女的声音 悠扬婉转 她的视线 始终落在我的身上 我心中最柔软的某处被触动了 这还是第一次听她唱歌 也没想到在唱歌方面 她这么有天赋 此刻台上的芸汐整个人都是闪闪发光的 让人的视线不由自主地牢牢锁在她的身上 怎么也磨不开 芸汐感觉时间似乎都停滞了 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无 此刻 她的眼中只有那一个人 那就是时候 以后我要跟十号谈恋爱 要跟十号结婚 还要跟十号生一起周游世界 去每一个想去的地方 在每一个地方留下我们的足迹 留下我们爱的证明 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 不用再多说明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我不想又再一次和你分离 我多么想每一次的美丽 是一位 一曲唱吧 四周安静如雨 芸汐紧紧捏着手里的话筒 有点不知所措 不是 我唱歌很难听吗 为什么大家是这个反应呢 正当她无所适从的时候 我率先鼓起了掌 紧接着而来的 就是雷鸣一般的掌声 好好听啊 唱的我都想恋爱了 呜呜 不行 我也要找个男朋友 这个小妹妹好漂亮 看起来好像是个高中生 兄弟 你可真心了 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 本来今天出来就想散散心 没想到被人狂撒狗粮 错不及防啊 芸汐回到座位后修得不行 十号轻轻拍着她的背 没事 芸汐感觉自己的脸烫得 都快能见鸡蛋了 刚刚在台上 还没觉得有什么下来了之后 感觉好多人的视线 都在我的身上 好难为情啊 应应应 以后人家再也不上台唱歌了 为什么 这不唱得挺好的吗 芸汐抬头 小鹿一样清澈的大眼睛 看着我萌得不行 真的吗 你真的觉得好听吗 嗯 真的 很好听 听到十号的话 芸汐这才多云转情 那就好 我跟你讲 刚刚要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给你丢人了呢 那就得不偿失了 我宠溺地看着她 怎么会丢人呢 你这小脑袋瓜里 不要老是想这些乱七八糟的 遵命 嘿嘿嘿 这可是来自十号的认可 自己又做了一件对的事 她一激动就上我靠了过来 我错不及防滴溜着她的后果狗 老实点 芸汐被提着衣服 不解地望着我 啊 我咋了 得牙口无言 没什么 难道是自己多想了 芸汐没有要听自己的意思 哦 芸汐应了一声 随后目光落到了我的耳朵上 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十号 你的耳朵好红呀 她凑近看着 我甚至能感觉到 她温热的气息 喷洒在我的脖子上 起了一层密密麻麻的鸡皮疙 十号 她好像越来越红了 芸汐伸出了手 刚想碰一下 就被我给抓了回来 坐好 那你得告诉我 你耳朵怎么红了 说完 她脚下一笑 你该不会是害羞了吧 没有 只是有点热 热吗 但是现在是冬天 芸汐拢了拢身上的衣服 我甚至还觉得有点冷 你怎么会觉得热呢 我不知怎么回答芸汐随即话题转 饿不饿 带你去吃点东西 一提到吃的 芸汐很快就被吸引了注意力 好呀好呀 那我们去吃什么 走 带你去逛逛 边逛边吃 好 别墅里芸府在客厅里 悠哉哉地停着酒 又觉得一个人有点孤单 当即一个电话 把休假的管家老李叫了回来 老李火急火燎赶回来 老板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来来来 哥 我今儿个开心 陪我喝点 刚叫人送过来的茅台 老李你尝尝 多谢老板 咱们都多少年的关系了 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在一起很多年了 是不行 但是这也不能坏的规矩啊 芸总这是怎么了 怎么跟店那个人一样 老板 今天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开心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忽然觉得 小夕长大了 会疼我这个当罢的了 老李附和着 是的 小姐一向懂事 芸府点了点头后 客厅便安静了下来 这挫不及防的冷场 让芸府面子上有点挂不住 这时候不是应该问一下 芸汐怎么样 我才感慨的吗 这一行怎么没发现 老李这么木头 老李也是过了好几秒 才散应过来 对了 老板 小姐她做了什么 让你有这样的感慨 芸府一听 这才展开笑颜 嘿 其实也没做什么 就是给我送了个礼物 不值一提 不值一提 哦 礼物 对了 今天是平安夜 是的 12月24号 芸府也点了点头 故作无奈地叹了口气 现在的年轻人啊 就是喜欢过这种阳节 你说咱们这这么多节日 过个平安夜干啥 芸汐也真是 还给我准备什么礼物 拦都拦不住 老李心里一阵无语 还拦都拦不住 您那嘴角都快得到太阳穴上了 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找回来了 感情因为小姐送礼物 芸总找不到人炫耀了 小姐也是有孝心 芸府十分认同她这句话 是啊 她虽然平时任性 叹念了点 也爱惹我生气 但关键时候 还是很想着我这个老爸的 你瞧瞧 就一个平安夜 她都给我准备礼物了 对了 你收到礼物了吗 老李尴尬地笑了笑 我哪有你有福气啊 能有个这么懂事的女儿 您看 这不证明了 在小姐的心里 您才是最重要的吗 芸妇乐的何不容嘴 举气酒飞 是吗 哈哈哈哈 老李你刚才来的时候 左脚先进的门吧 明天去趟财务给你涨工资 连 敬你一杯 多谢老板 一顿饭过后 芸汐吃饱喝足 也到了分别的时候 我送你回去 芸汐摆了白手 不用了 不早了 你也早些回去吧 我给李叔打个电话就行 你在这陪陪我就好 说完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电话 一连打了好几遍 都是无人接听 他又打了他爸爸的电话 还是一样的情况 奇怪 爸爸不接电话正常 但李叔怎么会不接我的电话呢 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啊 现在两个人的电话都打不通 他们在干嘛呢 芸汐看着我有点不好意思 可能要麻烦你送我回去了 我爸爸和李叔可能都在忙 没接我电话 好的 那我们走吧 到了他家门口后 芸汐本来想邀请我进去坐坐 但想到他爸爸还在家 就没说出口 未来的男朋友 你一个人回去行吗 他微微皱眉 万一路上要是遇到了女流氓 把你抢走了不还给我怎么办 我有些哭笑不得 你呀 有时间想这些乱七八糟的 还不如多备几个单词和公式 又是单词和公式 十号怎么比老师还严格 要不以后干脆叫他十老师好了 可是如果叫十号老师 然后十号又是我未来的男朋友 总觉得这关系就有点刺激哈 不行不行 不能这么想 都怪陆琳 都是被他带坏了 芸汐定了定神给我戴上了微博 哇 我才刚发现 跟你今天的衣服好搭 是吗 确实挺好看的 我很喜欢 哇 十号又夸我了 好开心 而我则憋着笑 一本正经 对了 今天给你画的一百道题 记得做完 明天检查 啊 芸汐呆呆地望着我 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还要做题啊 那好吧 她皱着一张小脸 跟捏了巴基的小白菜一样 扑出我一个没忍住 笑出了声 芸汐这才发现我在逗她 啊 十号你个大坏蛋 你又逗我 我则摸了摸她的额头 好了 你进去吧 我也要回去了 好 未来的男朋友 明天见 明天见 芸汐走进客厅 才发现客厅的灯没关 走了几步 她嗅了嗅 立马眼鼻 咦 好大一股酒味 客厅上摆着好几个白酒瓶子 但没看到夏云甫的身影 芸汐无奈地摇了摇头 又喝酒了 不过也好 这样我就不用绞尽脑汁地 为今晚出去玩找借口了 哈哈哈 回到房间后 芸汐便在桌前写起了日记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我和十号又约会了 我送给她的围巾 她很喜欢 而且 她还给我回了礼物 一条粉色的水晶手链 这个礼物 我要天天带着 不 不能天天带着 我要把它好好保存起来 我回家后发现 爸妈双双坐在沙发上 英 回来了 出去的时候脖子空空如眼 这回来还多了条围巾 约会去了吧 我一阵无语 爸 妈 别闹 谁跟你闹了 跟谁啊 芸汐吗 你们都知道还问我干嘛 妈妈听闻这才放下心 那就好 那就好 这事就认准了芸汐了 怎么还怕你儿子 我脚踏两只船不成 她看了眼我的围巾 随即目光 又落到了手里的袋子上 这都是小夕送的 我点了点头 都送了什么 给妈妈爸爸瞧瞧 让爸爸妈妈开开眼 没什么就是一条腰带 和一块手表而已 腰带 爸妈相识一笑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 芸汐多好的一个女孩 十号你呀 真是休了八辈子的福分 才遇到的她 我笑了笑没有说话 我和芸汐到底谁是你儿子 不过确实是休了八辈子 福分才遇到她 上辈子我没有好好珍惜 这一辈子我要好好赎罪 那你没空手去见人家吧 我有些无奈 你儿子在你眼里 就这么不懂事吗 你情伤没那么低就好 天不早了 早些休息吧 明天还要上学 我回到屋后看着芸汐送的礼物 叹了口气 一个平安夜而已 芸汐居然搞得这么隆重 这么一对比我送的 就有点不够看了 看来是应该准备一份 特别的礼物给她了 第二天清晨芸妇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了沙发底下 整个人都傻眼了 她坐下揉了揉 自己酸痛的脖子和老腰 头疼欲裂 而老李正躺在另一个沙发底 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睡在地上 愣了好几秒 芸妇一拍脑袋才反应过来 自己昨天和老李在一块喝酒 竟然双双喝醉了 不群 不能让老李知道 自己在沙发底下躺了一板上 真丢人啊 芸妇悄悄地站了起来 想要溜走 却没想到鼻子痒痒 连着打了好几个喷嚏 这几个喷嚏 直接把老李给弄醒了 芸妇浑身一僵 笑呵呵转过身来 把手背道身后 哼哼 那个 老李 醒了 老板早 等等自己昨晚在地上睡了一夜 那老板 也一样 正好这个时候 芸妇下楼看到两人 她脚步一顿 爸爸李叔 你们昨天去哪了 打电话谁也不接 芸妇一阵无语 还能去呢 我还能告诉你在沙发底下室了一夜 芸妇轻咳了一声 这个你就先别管了 那个小夕啊 那个什么呢 她一边说着 一边疯狂地朝芸妇使着眼色 芸妇一愣 爸爸 你的眼睛怎么抽筋了 这傻女儿是真看不懂眼色啊 芸妇深吸了一口气 小夕你给爸爸准备的礼物呢 快拿出来让爸爸和李叔叔瞧瞧 说着 她朝芸妇伸出一只手摊开 芸妇面色古怪地看着她 礼物 什么礼物 你没让我帮你买什么礼物啊 芸妇瞬间呆愣原地 她感觉自己好像心碎成了一片一片 捡都捡不回来了 什么 难道芸妇根本就没有给我准备礼物 芸妇不死心地看向芸妇 礼物 就是你前些天问我的那个 你给我准备的圣诞节礼物啊 哎呀 小夕你不用不好意思 你李叔也不是外人 我 有给你准备吗 芸妇被问猛了 爸爸 你们这么大年纪了 难道也会过圣诞节呀 老李看看芸妇 又看看芸妇 这就有点尴尬 有没有 我现在好像不应该待在这里 老板 我有事 先出去一趟 一会就回来 老李是探着问 芸妇正打算的怎么把老李支开呢 行行行 你走吧 等老李走了 她才拉着芸妇问 你上次不是问我喜欢什么吗 爸爸一提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不过呢 很显然她误会了 不是啊 我只是想给十号准备礼物 但是我又没给男生送过礼物 所以才问问你啊 闻言芸妇呆呆地看着她 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点啥 最终还是问 那手表是给她买的 嗯 芸妇眨了眨眼睛 有点心虚 芸妇神情失落地摆了白手 叹了口气 算了 你上学去吧 呜呜呜 只要归你开心就好 不用管我的死活 随即芸妇转身走去留下一个落寞的背影 在学校的一整天芸妇都有点心不在焉 不知道为什么想起爸爸的背影就觉得心里酸酸的 十号敲了敲她的脑袋 怎么了你 今天一天都看你无精打采的 芸妇叹了口气把今天早上的事情说了出来 十号诧异的不行 竟然还有这么一遭事 就是说芸妇精心给自己准备的礼物 芸爸爸以为是给她的 哎 怎么忽然觉得身价牵异的芸氏集团老总也有点可怜了 不过这件事我要好好处理 不然只会加深芸妇对我的偏见 芸妇趴在桌子上生无可恋 十号我该怎么办啊 虽然平时自己很少跟爸爸交流 但我毕竟是她的女儿 看到她这样我的心里也不好受啊 十号笑笑 这还不简单吗 你好好写作业剩下的交给我 放学以后 芸妇在教室做着作业 我则打车去了一趟商场 在专柜买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芸妇的题也快做完 我把东西拿出来给她看了 芸妇惊得瞪大了眼睛 你怎么把我送给你的礼物拿来了 不是你送给我的那个这是我刚买的 芸妇这才明白十号说的解决办法 原来就是在买一份 她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真笨呀 十号都能想到的是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不对 十号本来就比我聪明 芸妇当即拿出了手机 太贵了 我把钱转给你 别转了 那怎么能行呢 听话 十号的语气不容拒绝 芸妇也只好放下了手机 十号 芸妇拉长了尾音 拉着十号的胳膊摇来摇去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无奈 因为你对我也好的呀 我在追你 我还这么喜欢你 我对你好不是应该的吗 芸妇顿了顿 哦我知道了 根据等量代换法则 你对我这么好 就说明你也喜欢我 十号哭笑不得 怎么又扯到这个事情上去了 芸妇四处张望了一下 靠近十号 你就承认你喜欢我妈好不好 我不会说出去的 我一阵无语 芸妇想了想又小声开口 那这样 我再退一步 你告诉我 我假装不知道 可以吗 我直接捏住她的脸蛋 你作业做完了吗你 就在这跟我说这些 啊 我错了 我错了 哎呀 芸妇揉了揉自己的脸蛋 呜呜呜呜 本来脸上肉肉就多 万一你也肿了 那不就显得脸更大了吗 脸大了会更丑的 就没人要了 我不管都是因为你 十号你要对我负责 说完不等我说话 便跑了出去 晚上芸妇回到家 拿出了我买的那份礼 走到芸妇房门前 轻轻敲了敲 敲了几下后 依然没回应 怎么没人 刚听张仪说 爸爸在家呀 难道是睡着了 爸爸 芸妇见始终无人回应 于是她便把手表 放到了门口 转身离开 几分钟后 门才悄悄打开 露出一条缝 芸妇从门缝里看了看 发现已经没有了芸妇的身影 这孩子 一点耐心都没有 芸妇视线无意间 落到了地上 她愣了一下 那是什么 她拿起袋子一看 这是 劳力是绿水鬼 芸妇拿着手表 乐得跟三岁的孩子一样 她忽然想到什么 立马恢复了正色 四处张望几眼 确定没有人看到 才松了口气 哈哈 我就说女儿 心里不会没有我 果然还是在 劳力面前 不好意思表露 这孩子也真是的 不请 我得让老李知道 我得把早上丢的面子 找回来 芸妇思索片刻 喂 老李啊 一会你来家接我一趟 我要回公司处理个文件 好的老板 可是已经很晚了 什么文件 您告诉我 我给您传回来 就可以了 不请 不晚 就听我的你来接我 我们两个一起去 老李现在几点了 老板现在 已经九点三十分了 九点三十 这表还挺准的呢 老李问了一声后 就没再搭话 芸妇很是无奈 怎么就能这么木头 这些年怎么就没发现 就在这时 芸妇的电话响了起来 喂 老楚啊 芸妇明天出来拒绝 心啊 咱哥来也好一段时间 没拒绝了 好的 那明天见 第二天 芸妇抵达饭店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两点了 跟约好的时间 迟到了半个小时 不过 芸妇丝毫不急 刚进包厢 一个中年人就迎了上来 芸妇啊 你可算是到了 芸妇也笑了笑 哈哈 不好意思啊老楚 让你们久等了 没有没有 我们也是刚刚才来 坐在一边的楚生也站了起来 恭恭敬敬地打着招呼 芸叔叔好 哟 小生也来了 今天不是应该去上学吗 今天有些事情我就没去 嗯 询问过后 芸妇就完全把她当成了空气 楚生有点尴尬 但大人之间的谈话 她这个年纪完全差不上话 楚雄和芸妇 先是谈了一下合作上的事 又慢慢把话题转到了家常上 这时楚雄的目光落到了芸妇特意露出的手腕上 竞赢商场多年 她也算是个老狐狸 思索了一下 她故作惊讶 诶 芸总 你的百达匪力换掉了吗 芸妇眼中的笑意更浓了 嘿 换掉了 芸妇给我买的 非要我戴上 我看着不错 就换上了 怎么样 还可以吧 哟 那即止是可以啊 楚雄故作惊叹 老芸啊 都说女儿是小妙 这话可没错啊 你这闺女都知道心疼人了 不像我家的小子 以后你啊 可以有福了 芸妇摆了摆手 笑得嘴都快合不上了 哪有哪有 女儿终究是要嫁人的 到时候芸妻出嫁了 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了 本来是半开玩笑的话 但说着无心听者有意 楚雄却接着这个话题说了下去 老芸啊 这闺女也不一定要嫁出去啊 可以招个女婿 你这不就不是孤家寡人了 芸妇叹了口气 这样倒也可以 但这都是以后的事了 孩子的事 由孩子做主 话已至此 他想要终结这个话题的意思 已经很明显了 但楚雄依旧执着 这种大事 可不能由得谈儿戏啊 楚雄道 要连殷 也得找植根植底的 芸哥 你说是不 芸妇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但眼神却冷了几个 我这人虽然是个大老夫 但也知道现在时代变的 不兴包办婚姻 讲究什么自由恋爱 再说了 我闺女还小 我还不考虑这些事 等她长大了再说 哪怕是她不嫁人 我这个当爹的 也能养她一辈子 你说是不 楚雄也算是只老狐狸啊 不可能听不出芸妇的意思 但想到此行的目的 她还是继续道 说是这么说 大孩子嘛 终归还小 容易识人不轻 在这个时候 咱们这些做长辈 还是得好好给他们把关 老哥啊 你看咱们俩 也认识了几十年了 我儿子跟你闺女年纪也相仿 再加上他们小时候 也在一块儿玩 算是精美竹马 只根之底的了 你看 要不咱们两家就定个亲事 亲上加亲 听到这话 楚生也有点紧张地 看向了云府 期待着她的回话 云府皮笑肉不笑 亲上加亲 加个屁的亲 女儿喜欢还好 可是云西早就表悟过 对楚生的厌恶嗨嗨的 我俩大吵一架 早知道这老狐狸把主意打在了这儿 我就不来了 老楚啊 这就不是我能做得了主的了 一切得看孩子们的意思 这时楚生立马站了起来 云叔叔 我喜欢云西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待她的 云府在心里催了一口 谁问你了 你愿意有个毛用 你有毛吗你 我女儿不愿意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 但面上她还是笑呵呵 楚生啊我知道 你跟云西都还小 这些事以后再说 云叔叔 我们不小了 明年就成年了 最主要的是 云西在学校被人骗了 我不能看着她被蒙蔽而不管 云府皱了皱眉 我也是为了云西 在学校 别有用心的人可以接近她 云西心思单纯是人不清 找了别人的道 所以云叔叔 为了云西着想 我还是建议你给云西转学 从云西那边下手 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 只有从家长方面给她施压 我才能有机会 有云西在 我收拾不了时候 但云叔叔可以啊 她可是云西的爸 只要能说服云叔叔 云西就是我的了 时候 你拿什么和我道 而且到时候 要是娶了云西 整个云市家族的家产 就都是我的了 好好好 就在她满怀期待的时候 云府皱了皱眉 转学 读得好好的 转什么学 楚生一听急了 云叔叔 这是为了云西的安全啊 惨恨 云府直接忽略了 她看向了楚雄 老楚啊 楚生不是跟我家闺女 一个学校一个班吗 怎么云西一回家就写作业 你们楚生却这么闲 闲得都管起我们家的事来了 这一句话 云府没直接说出来 给楚雄留了一份面子 对不起云叔叔 我也是太着急了 楚雄也笑呵呵地圆着场 年轻人吗 难免冲动 老云你大人不计小人广 就别跟他计较了 说的这是什么话 你看我像是跟小辈计较的人吗 哈哈哈哈 也是 也是 不过老云啊 刚刚我的提议 要不你回去考虑一下 我们呢 也不需要云西嫁过来 你要是舍不得闺女 我就让我小子上你家去 你看着够意思了吧 云府闻言眉头一条 让楚生来我们家当上门女婿 这楚雄还真是舍不得孩子 套不着狼啊 看这驾驶 楚生上门没几天 就要开始安排自己 建阎往去呢 不然他怎么吃绝活 理所应当的 把云市集团家产 纳入楚家 没想到啊没想到 这些年我拿楚雄当朋友 结果人家拿我当冤大头呢 云府刚要开口拒绝 我听说 你们最近对新城 那快地有想法 也是巧了 我刚好有点人败关系 倒是可以给你引荐引荐 孩子们的这件事 老云你也不要急着拒绝 好好考虑考虑 不过呢 不过什么 没想到 他们的情报倒是挺及时的 自己刚打算拿下那快递 他们就听说了 还以此作为条件 定的什么娃娃亲 可笑 我的长相千金 还不如一快递吗 老云啊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一向肥水 不流外人天 我也知道 你们公司出了点问题 急需拿下那快递 我呢 刚好可以帮你 你看怎么样 云府拿起一只筷子 似笑非笑的 老楚啊 嗯 怎么了 是你飘了 还是我拿不动刀了 楚雄一愣 什么 电光失火之间 云府闪电般站起身 随后手起刀落 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回荡在整个包厢里 楚生当场就吓傻了 爸爸 他刚想上前 被云府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云府叹了口气 老楚啊 你忘了二十多年前 是怎么上赶着给我跑腿 一口一个大哥叫我的吗 这两年发家了 眼睛长到脑袋上 学会用鼻孔看人了 云府顿了顿 你漂亮 我也认 但你先不该办 不该把主意打到我女儿身上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他要看得上你的狗仔子 那也就算了 可他看不上 你还要再过来 我就不能忍了 这根按着我的头 让我吃香 有什么区别 你也知道 我这个人 最讨厌别人威胁 云府站了起来 瞧瞧 这多好的一顿饭 给你弄成这个样子 这是也没法吃了 闹体 云府转头看了看楚生 楚生不受控制地往后退了一步 一颗星几乎提到了嗓子眼上 云府吃笑一声 就这得行 还敢追求我女儿 可别污染了我云家的基因 说完云府便潇洒了一群 这节课是自习课 云西备完最后一个单词 目光落到了侧前方一个空着的桌子 那个凡人精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来了 感觉空气都清晰了不少呢 永远都不要再来了才好呢 男朋友 我背完了 开始听写吧 我点了点头 和上手里的书 Balance 云西立马低头写着英语和汉语 写完后她又觉得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咦 你都不用看这书给我听写吗 我指了指自己的脑子 都记在这里 哇你真厉害 我要记好久才记得住 她软蒙可爱的模样 让我忍不住捏了捏她的脸蛋 你多背几遍就能滚挂烂书了 两人轻腻的举动 为了周围几个同学满满一口狗粮 就在此时 走廊外面 一个身影鬼鬼祟祟的贴近门口 老李头 她怎么来了 完了 学校严禁早恋 抓得特别严格 十号和云西的举动 一看就不是单纯的同学关系啊 果然她眼睁睁地看着老李头的视线 落到了我和云西的身上 不好 她轻轻剃了一下我的凳子 我这才有所察觉 不过丝毫不慌 而这时候老李头背着手走进了教室 你们这一个个 要我怎么说你们才好呢 都高三的 还不好好学习 讲话的讲话 睡觉的睡觉 好好看出刷题的两只手都数得过来 我教过这么多届学生 就没有像你们这样的 怎么 你们这一个个的 都觉得自己能考清北了是吗 听了这番话 大家的头锤得更低了 这老李头好像是在内涵十号和云西吧 这下有他俩瘦的了 你们要是都像十号这样 我就不用操心你们了 好家伙 原来是我想多了 不说好的不能早恋吗 怎么 我们普通同学不能早恋 全是第一就可以 不是吧 这双标的也太明显了 完全不考虑我们的感受啊 云西的成绩一开始在我们班上是倒数的 现在云西都进步了这么多 你们这些基础好的 难道就不感到羞愧吗 羞愧 我们羞愧个毛线啊 要是我也有个全校第一 全是第一的对象帮着补习功课 我也能进步啊 被点名的云西不好意思的笑了笑低下了头 我能有今天的成绩 多亏了未来男朋友 老李头清了气嗓子 高三上学期 已经要过去一半了 你们都看看自己的成绩 能考什么学校 还想继续往上爬的 就给我继续努力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 千万不能放松 知道了吗 带老李头走了之后 云西立马翻出了手机 搜着清北的录取分数线 十号的成绩这么好 她肯定是要去清北的 而清北大学去年分数线是六百 六百八十二 云西睁大眼睛 下巴都快掉到地上了 我最近一次考试是五百六十八分 也就是说 我离清北的分数线 差了一百一十到一百二十分 还有半年的时间 我真的还能赶得上吗 一股前所未有的慌乱 瞬间在云西心里淋漫开人 要是考不上清北的话 那我不就不能跟十号在一个学校了吗 而十号也还没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万一我要是考不上清北十号 是不是就不会跟我在一起了 想到这一层 云西立马委屈地快哭了出来 心里有事 云西一正 低垂着脑袋摇了摇头 怎么连我都不爱大理了 今天早上云西还好好的 班主任来了一趟之后 她做什么都兴致缺缺的样子 就连看书做作业都在走神 这样的话我大概猜到了 你是在担心高考的是吗 听到十号这句话 云西鼻尖一酸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十号 我完蛋了 你肯定是要上清北 但是考清北要680多分 我才560多分 我还差120分就剩半年了 我一定考不上了 要是不能和你上一个学校我要怎么办 我不要跟你分开 我这段时间真的在努力学习了 可是我还是进步得好慢好慢 越往后进步得越慢 这么下去 我一定考不上的 10号我要怎么办 云西趴扑在我的怀野 尽情地发泄着自己的委屈与压力 好一会儿才冷静下来 而我肩膀上的衣服已经被云西哭湿了一块 好点了吗 云西盯着自己的脚尖点了点头 谁说我一定要考清北了 云西猛地抬头望着我 难道不是吗 清北是最好的大学了 你的成绩是稳上了 你要是不去清北的话 那好可惜啊 有什么好可惜 最好的不一定就是适合我的 到时候 我当然要看云西能去哪个学校了 不然她要伤心死 只是现在不能告诉她 小丫头有时候爱饭来 别把她的干劲都弄没了 云西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 她说的是真的吗 那就是说 我还有机会 10号会不会是想去清北的 但是因为我考不上 所以才放低自己的要求选其他学校 要是这样的话 我宁愿10号去清北 我宁愿一地练也不要拖10号的后腿 我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 好了 别想这么多了 调整好心情才是最重要的 嗯 10号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我今晚就把发的那几张卷子全部做完 不用 啊 为什么 今天给我解任务了 云西连忙摆摆手 不用的 我要更努力一点 努力跟你上同一个学校 今天休闲 为什么呀 最近你太累了 带你去放松放松 要劳一结合 这样啊 那我们等下午下课了 就一起出去玩玩 不用等到下午 就现在 现在 我带着云西来到办公室请假 什么 你跟云西要请假 这对小情侣怎么了 难道是吵架了 老师 她这段时间学习压力太大 情绪焦虑 我打算带她去放松放松 就请半天假 按例来说 这个请假里有有点牵强了 一般是不能批的 但10号的话 老里头思索片刻 请 那你们去吧 注意安全 好的 老师 云西眨了眨眼 什么 原来学霸请假这么容易的呀 路上 云西主动跟了上去 她鼓起勇气 轻轻牵上了我的手 天啊 好紧张 10号不会把我甩开吧 本来以为自己又要被拒绝的云西 却没想 我手掌转了一下 与她食指相扣 云西像是偷心成功的小猫 激动得不行 她另一只手搂上我的胳膊 痴痴地看着我 10号 我们要去哪里玩啊 你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云西一下子被问住 平时她是有挺多想去的地方 但现在她又说不出来了 看着小丫头纠结的样子 我当机立断 行了 我来决定吧 好 云西欣然答应 只要能跟10号在一起 去哪里都行 当然 除了学校和图书馆 20分钟后 云西望着游乐园的大门 哇 10号 你要带我来的地方是游乐园啊 她神情激动 我还是第一次来游乐园呢 真好 又一个第一次给了你 说到一半 她连忙捂住了嘴 不好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她黑黑一笑转移了话题 10号 你以前来过游乐场吗 我淡淡的 小时候来过几次 是和叔叔阿姨一块来的吗 真羡慕 说着 云西看了口气 我小时候跟我爸爸见面的时间都很少 更别说一起来游乐场了 不过很快 笑容又重新回到了她的脸上 不过呢 现在也没关系了 全世界最好的时候已经带我来了 云西拉着我在游乐园里到处乱过 前面刚好是旋转不满 女孩子应该都喜欢玩这种吧 云西 旋转木马要玩吗 云西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过去 随机摇了摇头 不 我不要玩 旋转木马的寓意一点都不好 我才不要玩 哦 我有些不解 旋转木马还有寓意 当然了 云西指着旋转木马 你看 他们看着好像很幸福很快乐 可是每一只木马都在追逐着前面的木马 但永远都追不到 我才不要这样呢 我可是一定要追到十号同学的 行 那就听你的 不玩 忽然间云西看到什么双眼亮 拉着我的手指着不远处大大的摩天轮 十号十号 我要玩那个 我要玩摩天轮 好 那我们走 我立马带她去排队满了票 在等待入场的时候 云西既紧张又兴奋 十号 怎么了 我听说摩天轮的每个叫相都装满了幸福 如果恋人一起坐摩天轮 当摩天轮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如果与恋人亲吻 就会永远一直走下去 云西说话的同时看看我的脸色 我轻轻摸了摸她的额头 又是从哪里看到的这些乱七八糟的 说 是 是在空间里 终于轮到了我们 叫相缓缓上升 她扒着窗户看着外面的景色 十号 你看 好美呀 原来坐摩天轮是这样的感觉 马上就要到顶点了 好可惜呀 要是你能给我一个 我捧着她的脸 靠了下去 云西猛地睁大了双眼 写满了不可置信 她的心跳猛然加速 似乎有一头小鹿撞死在了那里 啊啊啊啊 要死了要死了 十号在干嘛 现在我该做什么 闭上眼睛 再搂住十号的脖子 还没等她做出任何反应 我就已经离开了 云西呆呆地望着我 小脸通红 她满脑子只有一句话 十号 她刚刚亲自己了 够了吗 我故意问道 云西点点头 又立马摇头 不够 不够 云西的脸红得跟熟透的苹果一样 硬着头皮开口 我还没尝出来是什么味道 我弹了一下她的脑门 差不多得了 应应应 云西捂着脑门既委屈又后悔 刚刚我都还没有准备好爱 刚反应过来 就已经结束了 这是一次不完美的亲亲 我不管这不算 我好奇地看着她 你怎么了 云西摇了摇头 没什么 摩天轮的时间很快就结束了 下来的时候 云西还一游未尽 临到晚上 我和云西坐在看台上等着烟花秀 云西靠在我的肩膀上 眼神中带着无尽的温柔 十号 等高考结束了 我们再来一次 好不好 不一定要等高考结束 你想来我就陪你 云西望着我的眼睛 无比认真 高考前 我就封这一次 以后我就要好好学习了 我脑子不是特别聪明 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不然我怕追不上你的脚步 也更怕拖你的后腿 十号 我会好好加油的 我会努力跟上你的 要是我没有跟上你 也请你抱你想去的学校 一定一定 不要为了我委屈自己 好吗 我看着她明亮的双眸 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一样 不是滋味 都打算好了 到时候高考成绩出来 云西能抱去哪个学校 我就抱哪个学校 以为这样云西会开心 却没想到 她竟然是这样的想法 原来 真正爱你的人 是会为你着想的 十号 你答应我好不好 云西窝在我的怀里 小声地撒着娇 好 我忍不住把她搂紧了几分 一朵烟花升上夜空 在半空中散开 绚烂又美丽 哇 云西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 指着不远处的烟花 十号 你快看 真的好美啊 伴随着烟花的绽放 小姑娘站了起来 欢呼雀跃 我拿出手机 打开照相机 把这一幕永远定格了下来了 云西回头 发现我正拿着手机对着自己 十号 你偷拍我 她凑到我的身边 快让我看看 拍了几张 就一张 咦 真的就一张啊 自己跟十号 好像还没有过合照呢 她把手机还给我 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打开自拍功能 紧紧地靠着我 云西看着手机里的照片 甜蜜的笑啊 这是我和十号的第一张合照 这些照片 我都要洗出来 而且要洗两份 一份贴在房间里 还有一份放进相册里 好好珍藏 等以后我和十号都老了的时候 拿出来翻翻 回忆我们的过去 或者跟孙子孙女们 讲讲我们以后的故事 天哪 想想都觉得幸福 就这么定了 十号 你快看 真的好美啊 烟花秀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我看着时间已经快九点了 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哎 其实不想这么早回去的 但是如果今晚要是夜不归宿 那爸爸一定会疯的 再说了 十号估计也不会同意的 算了 做人呢 不要太贪心 差不多就够了 芸汐微微一笑 好 我们回去吧 我把芸汐一直送到了家门口 好了 快进去吧 回去早些休息 不嘛 不嘛 人家要和男朋友再待一会就一会 不行 快回去 一会你爸爸该着急了 你总不想让我在你爸那里减分吧 好吧好吧 每次都这么正经 再见了 我未来的老公 快回去吧 再见 客厅里 看到芸汐进了门 芸妇轻咳了一声 这么晚又去哪了 我 我去 芸汐本来想说学习来着 但想了想还是实话实说了 我出去散心了 散心 芸妇一咕噜来了精神 散什么心 怎么了 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吗 芸汐最近的状态 就让我很担心 一回来就算到房间里学习 跟书呆子一样 以前的活泼可爱完全没了 我的乖女儿是不是都学傻了 芸汐叹了口气 是啊 芸妇忽然想起看到的学生 因为学习压力大跳楼的新闻连忙安慰 没事的闺女 别担心 不就是本科吗 你一定能考上的 爸爸相信你 考不上也没关系 爸爸这里还有家庭给你兜着呢 听了这话 芸汐满脸忧愿地看着她 爸爸 我的目标不是本科 什么 芸妇一拍大头 那不就更简单了 大砖不是随便上吗 那你就更不用有压力了 芸汐心塞 本来心情好了不少的 现在更难过了种了吧 爸爸 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你女儿也想考得更好 也想考清北呢 芸妇一愣 拍了拍脸 小夕 你说啥 芸汐深吸一口气 一字一句道 我说我想考清北 对 芸妇伸出一只手 探了探芸汐的乌头 又探了探自己的 没发烧啊 这怎么说起糊涂话来了 闺女 你认真的 芸汐点点头 芸妇面色凝重 说实话 我是不太看好的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是什么鸟样 我自己再清楚咕过了 基因这方面的问题 有点难改啊 你真就这么想上清北 要不爸送你出国留学 怎么样 我不要 下阵天叹了口气 那行吧 你想上清北 那咱就上清北 芸汐叹了口气 清北才不是这么好上的呢 参考去年的分输线 我还差120分 那可是120分啊 考清北需要多少分 去年的是780多 我最近的一次模拟考 才560 芸妇惊得瞪大了眼睛 我的女儿 离考清北就差100多分了 没事 你要真想上 爸给你找关系 绝对够阴 几乎是瞬间 芸汐猛然抬头 就连眼神也亮了起来 爸 你这么厉害 清北你都有关系 是啊 还不少呢 真的 爸爸你太厉害了 那当然你像如来佛所啊 观音菩萨 闻取心啊 芸汐无语到极点 爸爸 这就是你说的关系 对啊 芸妇笑了笑了 爸爸逗你的 你要真想上清北 爸爸想尽办法 也要让你上 说着 他思考了一下 你看这样行不行 你先努力学习 尽量考高分点 要是分数还不够的话 咱就给他捐个几栋楼 这总该让咱上了吧 捐楼 芸汐瞪大双眼 竟然还有这种操作 但 那可是清北啊 他连忙摇了摇头 不行不行 怎么了 为什么不行 嗯 就也说不上为什么不行 就是总感觉这样 有点扯 算了算了 不用你管 我自己好好考 说完 他起身回了自己房间 剩下云妇一个人在大厅凌乱 不行 不是事 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 紧随着期末考的脚步 寒假也来临了 晚大街都挂上了大红色的灯笼 年味十足 我拿着波产 在厨房里忙碌着 喂 十号是我 我好想你 我听到他的声音 嘴角也止不住微微上扬 这才几天 有什么好想的 我们都已经有三天没见面了 俗话说得好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所以我感觉我们已经有三年没见面了 芸汐的语气软软的 带有几分少女特有的娇含与可爱 她话锋一转 十号 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 等你作业写完了 嗯 人家好不容易打个电话给你 你能不能不要提丧心的事了 写完作业我们再见面 芸汐哀嚎 我不要 我的作业还有好多呀 要等写完作业 估计都要开学了 我好想现在就见到十号啊 忽然 她灵机一动 十号 你现在有空吗 等一下有空 怎么了 我有几道题不会 要不你给我讲一下 我一脸无奈 这小丫头又开始耍无奈 别闹 不会的先空着 到时候我一起跟你讲 芸汐见算盘落空立马开始了撒娇大法 不要嘛 我不要 我就要见你 我好久都没见你了 脑子里全都是你 不见见你 我怎么安息写作业 不写完作业 我又怎么见你 天哪 你该不会是这辈子 都不打算见我了吧 这都什么和什么呀 那好吧 你现在出来 不出去不出去 外面太冷了 我爸爸出差去了 要不你来我家吧 不行 我不我不嘛 李叔他们也休息得早 二楼以上都没人 你就过来嘛 不会有人知道的 无奈 真的不行 这不合适 哪有什么合适不合适 我说合适就合适 呜呜呜呜 十号求求你了 你就过来嘛 你看 大晚上黑漆漆的 那么大一座房子 就我一个人 说话都有回音 人家好害怕 婴婴婴 我想起了以前看的恐怖片 感觉厕所里 走廊里 床底下到处都是人 婴婴婴 说着说着 他自己都感觉圣人了 我本来还想坚持自己的底线的 但在他一通撒娇耍赖之下 无奈地叹了口气 好吧 真的 你什么时候过来 现在就过去 婴婴笑容几乎裂到太阳穴 故作镇定 好 那你路上小心点 我等你哦 嗯 挂掉电话之后 婴婴激动地蹦了起来 婴婴来到镜子前 把自己略微有些乱糟糟的头发 重新扎了一下 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 他坐在床上 等着我的到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古时候 在床上等着新郎 回来接盖头的新娘子 嗯 插了一个盖头 婴婴四处张望着 最终目光落到了枕巾上 应该 没人会知道吧 他将枕巾搁在了自己脑袋上 双手交叠放在腿上 对 就是这种感觉 他回想着自己看过的 古装剧大婚的桥段 清了清嗓子 做了一个兰花纸放在下巴 夫君 你回来了 怎么吃了这么多久 是有什么烦心事吗 不妨说给妾身听听 夫君 天不早了该歇息了 让妾身伺候你沐浴更衣吧 哎呀 羞死了 真的要羞死了 他重新端坐好身体 摸了摸自己发红发烫的脸蛋 可不能再瞎想了 无论什么时候 在未来男朋友面前 都要保持好自己的形象 故意会我到了芸汐家 男朋友 你终于来了 人家想你想得好辛苦啊 累了吧 先坐下 我去切点水果 犒劳犒劳男朋友 我见芸汐只穿了个浴袍 出来险些沦陷 这小妮子是真不怕我搞事情啊 先不用 你不是说有不会的作业吗 拿下来吧 我给你讲讲 对了 那个 你顺便再去换身衣服 芸汐瞬间脸红这才反应过来 高兴过头 居然忘记换衣服 一来就是作业 未来男朋友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较真啊 都三天没见了 难道现在不是应该嘘寒问暖 再诉说相思之情的吗 作业在楼上 我的房间里 我有一个建议 不如 芸汐拉我的手 眨巴眨巴眼睛 你去我房间里 给我讲题 好不好 你的建议很好 下次别再建议了 老实点去把作业拿下来 真是不解风情 不去就不去 我很是无奈 大晚上的 两个人单独在一起 就已经有点危险了 要是在单独待在一个卧室里 我真的不敢保证 我不会做出点什么 见我不说话了 芸汐还以为我不高兴呢 好了好了 我现在就去哪 你在这里等着我哦 说完 芸汐转身走去 不一会儿她又探出小脑袋 你不准偷偷走哦 我马上就过来 我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默默地玩着手机 很快芸汐就抱着一打作业下来 这些 里面都有一点点不会的 这么多 不应该啊 对上我的眼神 芸汐心虚地移开了视线 这小丫头 我随手拿起一本看了看 这种提醒 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吗 稍微变通了一下就不会了 我看着是挺眼熟的 但是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啊 你仔细看看这里 此时的芸妇刚下飞机 今天这又眼皮子直蹦的 有句俗话怎么说的来着 左眼跳财 右眼跳哉 难道最近会发生不好的事 其他都还好 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在家里的女儿 老李啊不去公司了 回家 好的老板 闺女啊 这几天过得怎么样 芸汐看了一眼身边的我 连忙做了今生的手势 啊 我挺好的爸爸 怎么了 吃饭了吗 什么 明明要说你想爸爸了吗 怎么出口就变了 咦 奇怪 怎么特意打个电话过来 就为了问我吃饭了没 吃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爸爸 芸妇本来想说在路上了 但想了想 还是给女儿一个惊喜吧 还得好几天呢 怎么了 听到这话芸汐就更放心了 没什么 就是问问 芸汐看了眼我 好了 先不说了 我要做作业了 好吧 本想说些什么的芸妇还是挂了电话 算了 反正一会儿就到家了 家里 芸汐在我的指导下把不会的提都功课 十号你饿了吗 我感觉有点饿了 我还好 天也不早了 我就先回去了 不嘛不嘛 人家不要你走 你走了之后 人家又会害怕了 一会点外卖 万一有坏人进来怎么办 我不管我不管 我就要十号陪 我无奈 算了 再陪她一会吧 不然看着架势如果不答应的话 她该躺地上打滚了 行吧 那我陪你到十点 最晚了不能再晚了 好 说好了 十点就十点 说着芸汐拿出手机点起了外卖 干等着也无聊 我们看点电影吧 她走到电视柜前蹲下 你喜欢看什么片子 鬼片 喜剧片 还是动作片 动作片 听到这三个字 我差点没绷住 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 上一试 动作片这三个字在日本老师们的努力下 逐渐变成了不可描述的东西 看来是我太无了 你来选吧 好嘞 看点什么好呢 乡村老师 芸汐看着手里的影片 嘴角几乎要裂到太阳穴 她的脑海中 已然出现了这样一个画面 夜深人静 月黑风高 她和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电影 恐怖的BGM响起 她害怕地靠近我 忽然 一个女鬼出现 她尖叫一声 迅速钻进我的怀里 我紧紧搂着她 轻拍她后背安慰着 小夕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于是芸汐瞬间安全感满满 时候 还好有你 真好 我也扁点头 小夕 我会一直保护你的 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的 芸汐感动得热泪盈眶 哦 十号 遇见你是我一辈子最大的幸运 我爱你 亲爱的 遇到你也是我最大的幸运 我也爱你 两人慢慢靠近 在气氛的催动下 再来一个法师亲亲 在月光下拉出长长的银丝 哇哈哈哈哈 芸汐的笑声逐渐变态起来 我有点懵 那个芸汐你在笑什么 为什么还笑得这么猥琐 她该不会是又在歪歪什么少儿不移的东西了吧 芸汐猛然回过神来 轻咳了一声 那个 没啊 没笑什么 十号我们看这个吧 乡村老师 挺刺激的 适合晚上看 更适合跟男朋友一块看 不看这个 我直接了当拒绝 芸汐笑容一讲 为什么 那我们换一个半夜凶灵 我皱了皱眉 大晚上的 别看恐怖片 倒不是我有鬼神主意 关键是她不是说害怕吗 怎么还尽找这些看 难不成 她是想找个借口让我留下来住 芸汐还以为我是害怕才不敢跟她一起看 只好惋惜地叹了口气 那好吧 那我找个喜剧看 芸汐放映上电影 然后跟我一起窝在沙发上找个夜宵 说是喜剧片 其实芸汐也觉得挺无聊的 于是起身 十号 你先看我去给你洗点水果吃 我们慢慢等外卖 不一会芸汐端着水果回来 男朋友 请品尝芸汐的爱心水果拼盘 芸汐边说边向我走来 哎呀 芸汐一个没站稳 整个人失去了重心导向了我 此时的芸汐压在了我的身上 和我四目相对 我咽了咽口水 那个芸汐 你没事吧 芸汐红着脸刚要开口说什么 突然传来了开门的声音 小夕 爸爸回 芸妇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 睁大了眼睛 伸出食指 指了指自己的女儿 你 你们 什么 爸爸 爸爸怎么突然回来了 不是说还要过几天才回来的吗 等等 我和十号现在的样子 天啊 怎么办 爸爸一定会误会的 这下彻底说不清楚了 不行 我不能让老爸伤害十号 芸汐起身上前一步 挡在了我的面前 爸爸 不关十号的事 是我叫他过来的 你要怪就怪我吧 在场的两个男人都沉默了 芸府一脸震惊 这这这 刚刚我看到了什么 女儿主动在壁东那小子 我闺女还有这一面 而且我什么都还没说呢 芸汐这是演的哪一出 我无语到极点 本来只是辅导功课家 看了个电影而已 清清白白的是 怎么就突然要去切水果 怎么就平地还能没站稳 怎么他爸爸就突然回来 怎么就这要抢 再说自己本来什么也没做 怎么被他说的 就好像我们做了什么 不可描述的事一样 一分钟后 芸妇把芸汐支开 便要单独和我谈谈 芸汐趴躲在了不远处 打足了十二分的精神 时刻盯着客厅两人的一举一动 要是爸爸真的要对十号动手 我就立马冲过去 他卯足了劲 想听听两人的谈话 但因为房子太大 什么也听不到 只好作罢 这边芸妇上下打量了好几遍 坐在自己对面的我 这小子 长得倒还算是一表人才 外貌这方面算是过关了 就是不知道人品怎么样 我心里也莫名有点紧张 第一次跟未来老丈人见面 该说点什么 挺极大 在线的 说第一次过来 情况有点特殊 没带东西 请您见谅 我率先开口 打破了沉默 呃 情况是挺特殊的 我要再晚进来几秒钟 只怕就更特殊了 算得毕竟是自己 闺女主动也不好说什么 但是这小子 是不是趁着我不在家 猜过来的 我又不是洪水猛兽 躲着我干嘛 你说 我光明正大的 请你来你天步 非要偷偷摸摸来 你们这些年轻人 是要闹哪样 您父带了白手 东西就免了 我就是想知道 你们现在是不是在谈恋爱 还没有 什么 敢做不敢当 算是我看错这小子了 现在云妇可能是误会了 我赶紧又补了一句 但只是暂时还没有 云妇文言皱了皱眉 暂时 也就是说以后会谈 云妇脸色一沉 你叫石浩 是的 你家里几个兄弟姐妹 就我一个 你是来给她辅导作业的 是的 她看了看旁边的茶几 上面确实有一答书 一连几个问题 石浩都回答了 态度不卑不亢 这就是女儿看上的未来女婿 云西看人的眼光倒也还算不错 眼前这个小伙子还行 至少不是个软蛋 你们现在年纪还小 要把学习放在第一位 你现在成绩怎么样 嗯 还行吧 上次模拟考全是第一 好一个还行吧 她突然说要考清北 也是因为你吧 大概可能是她以为 我想考清北 云妇叹了口气 太难了 真的太难了 为了眼前这小子云西 连考清北的事都能做出来 怎么就没为我这个爹做过什么 自己平时说一句 她都能顶三句 也不知道这恋爱脑到底是随了谁 云妇随即恢复了严肃的样子 你们这个事 我可以不反对 但有一点 你们这个年纪不该做的事 千万不能做 知道我说的什么吧 嗯 请您放心 我心里有分寸的 呵 我就暂且相信你 但是我还会持续观察的 一旦让我发现你做了什么伤害云西的事情 到时候可别怪叔叔 我不客气一大计较 您放心 我接受您的监督 我也不会对云西不好的 云西是我这辈子都要用心守护的人 我爱她 你爱她 哈哈哈哈 看到他们这个年纪说爱怎么感觉莫名的好笑 行了 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今天也不早了在这住下吧 明天我安排人送你回去 谢谢叔叔 但是就不打扰了 本来今天就是来给云西辅导功课的 已经完成了 刚刚云西怕黑才留下陪她一会 您回来我就放心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吧 那我就不留你了 云西 出来吧 十号了回去了 云西快步走到我身边 十号 不是说好的一起吃了夜宵才走的吗 这次就不了云西 刚好叔叔也会来了 就让叔叔陪你吧 我先走了 再见云西 再见叔叔 好的 路上注意安全 我离开后 云西明显感到气氛不对 刚想溜走就被云妇叫住 站住 往哪跑 过来 云西忐忑不安地走了过去 你说说你 趁我不在还把人领家里来了 你想干什么 领家里就算了 你刚刚 你刚刚 云妇回想起了刚刚那炸裂的一幕 话到了嘴边还是忍住收了回去 算了小女孩脸皮薄 再说又是自己闺女主动 行了 爸爸只和你说一句 做事情要有分寸 拨扫了一会外卖来了 吃过了就赶紧休息吧 爸爸你不生气了 我生气有用吗 没用 嘿嘿 那你还问 行了 拿两款拿待着去 别烦我了 好的爸爸 我走了哈 爱你又世界上最好的爸爸 云府一愣随即眼眶微热 虽然知道是假的 但是心里还是好舒坦 时间一天天过去 转眼就到了新年 哎 又好久都没见时好了 好想她 随即云西拨通了我的电话 男朋友 你在干嘛 人家好想你 在包饺子啊 才几天没见啊 包饺子 男朋友你也太厉害了吧 我哭笑不得 包个饺子而已 有什么厉害的 她的男友滤镜也太重了 我严重怀疑自己放个屁小丫头 都要说是香的 十号 外面下雪了 真的好想和你一起 在雪地漫步啊 我有些疑惑 看雪能理解 可我们为什么要在雪地走 芸汐笑了笑 因为这样 我们就可以一起走到白头啊 文言我心中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好 那我们就一起到白头 那就说好了 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谁变谁是赖皮狗 我笑了笑忍不住想逗逗她 那要是我真的变成赖皮狗怎么办 那 那我依旧喜欢你 那我就做赖皮小母狗 小母狗 这这这 这是什么虎狼之词 不行不行 不能再联想了 自己实在是太悟了 对了男朋友 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啊 一会就送到 记得签收哈 再见 再见 新年礼物 她不会又要破费了吧 不过还真有点好奇 她到底会准备什么 故一会门铃响起 估计是芸汐的东西到了 我走出门 门外空无一人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芸汐就窜了出来 当当当当 男朋友新年快乐 先生请您查收您的新年礼物 我微微一乐 先生你的新年礼物就是我呀 只要签收了我整个人 就是你的啦 这这这 这小丫头也太会了吧 见我没有反应 芸汐提醒到 还愣着干嘛 只要你签收了 我整个人就是你的啦 好的 那我签收 本礼物签收后不退不换哦 有效期一辈子 嘻嘻 好好好 不退不换 怎么突然过来了 哪里突然了 分明是我蓄谋已久的 人家都已经思念成疾 病入膏肓 无可救药了 只有见到你轻轻抱抱 才能好一丢丢 芸汐瞪着大眼睛 你有没有想我 有没有想我吗 有 嘿嘿 我就知道全世界最好的时候 肯定也想我啦 行了 天狼 快进屋吧 不了不了 我就是来看你一眼 缓解下相思之情 我这就回 哎哎 你干嘛你干嘛 十号 你放我下来啊 我扛着她往里走 来都来了 你还想跑 她紧紧抓着我的衣服 生怕自己掉下来 快放我下来 叔叔阿姨看到了多不好啊 已经进了家门 芸汐只能放弃挣扎 任命地闭上了眼睛 音音音 人家的形象全没了 我直接将芸汐放到了沙发上 芸汐紧紧抓着我的衣服 用我的外套挡住自己的脸 行了 别躲了 就我一个人在家 芸汐露出半张脸 真的假的 大过年的叔叔阿姨不在家 不信你出来看看 芸汐这才探出头来 四处看了看 才发现家里静悄悄的 她这才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那就好 爸妈芸汐来了 什么 芸汐瞬间绷直了身体 我见她的样子忍不住笑死 好好好 好了好了 骗你的 真的只有我一个人 哎呀 十号你 你个大坏蛋 要是真的被未来公公婆婆 看到自己像麻袋一样 被扛回来 那多丢人啊 坏时候 看我不好好收拾你 芸汐忽然把手伸向了 我的胸膛 看我挠你痒痒肉 叽叽叽叽 我低头 看着那双在自己身上 一顿乱摸的小手 满脸无语 芸汐抬头 不是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要不要我教教你 怎么挠人痒痒 芸汐只觉得大事不妙 当场就要逃 被我一把捞了回来 她一个亮枪 直接坐到了我的腿上 我的手刚放到 她腰间的痒痒肉上 芸汐就疯狂扭动了起来 哈哈哈哈 不要不要 十号不要 我怕痒 哈哈哈哈 我突然呼吸急促 连忙搂紧了她 徐 别乱动 见我没有挠她痒痒的意思了 芸汐才停了下来 她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有点疑惑 男朋友 你口袋里装了什么东西啊 个着我了 没什么 芸汐很倔强 不行 我要看看 她挣扎着想用手摸摸是什么 被我一把把手抓住 不准乱动 为什么不让我看呀 我直接给了她一个脑瓜崩 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嗯 芸汐捂着额头 委屈巴巴 好疼 呜呜呜 我只是想看一下十号 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她为什么要给自己一个脑瓜崩 就算不给我看 也不至于动手吧 忽然 她身体一僵 才反应过来 她此时正坐在我的腿上 芸汐望着我静在咫尺的脸 咽了咽口水 这个姿势 嗯 好 好暧昧啊 她的心跳疯狂加速 仿佛要跳出胸膛 啊 要死了 要死了 要顶不住了 不对不对 我在十号的腿上 那十号口袋里的东西 芸汐猛然睁大眼睛 倒吸了一口凉气 小脸红得跟猴屁股一样 饶食她神经在大调 也反应过来是什么了 啊啊啊 她绷执身体 一动也不敢动 阿浩 妈妈回来了 你看妈妈给你买了什么好吃的 嗨嗨 那个老十丫咱好像忘买陈醋了 快再出去买一趟 不是昨天才买的陈 走 啊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没开二度啊 才被爸爸看到 这又让未来的公婆看见 我 我不活了 十 十号 要不你 你先让我下来 芸汐感觉自己的舌头都要打结了 我放开了她 她一下子窜出去好远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 脸红到了耳朵根 天啊 救了个大命啊 这我可怎么见人啊 哪里有地缝 快给我来个地缝钻进去躲在里面 然后再也不出来了 那个 十 十号 我还有作业没写完 我 我要先回家了 说着芸汐便不再离我自顾自的向门口走去 我送你吧 不 不要 芸汐走后爸妈回来 十号啊 小夕来家里你也不告诉爸妈一声 你看突然撞见多尴尬啊 爸妈 我要说我也不知道她要来你们亲吗 好了好了 来就来嘛也不是没来过 我无语 这都什么干什么呀 妈不是你看到那样的 不是我看到那样的 你当老妈我眼睛瞎啊 妈妈是过来人都懂的 年轻嘛都懂了 只不过妈妈要提醒你 你们现在海啸 不该做的事情不要做 要对人家负责知道吗 哎 行吧 知道了吗 大年初二是走亲戚的日子 我和爸妈回了一趟老家 看看爷爷奶奶 奶奶 十号啊 才多久没见 就长得这么高了 快做快做 你爷爷去干极了 买点菜 等他回来做好吃的 他又对我道 小号啊 你等奶奶一会儿 说完奶奶把十号拉到了一边 把一张纸条塞到我手里 神神秘秘的 你们年轻人不是最爱玩手机上网吗 还要连那个什么歪 歪什么的 奶奶这里也安了 上网不要钱 你平时有空可以常来奶奶这里玩 奶奶这里也能上网 我看到纸条上面歪歪扭扭的写的 歪法密码后鼻子微酸 我们一家搬到车里后 就很少回来了 本来想把爷爷奶奶一块接过去的 但他们在乡下过惯了 说这里舒坦 怎么样都不肯过去 上一世的我 忽略的家人不仅仅是把骂 还有爷爷奶奶 幸好还有重来的机会 我挤出一抹笑容 行 以后我经常回来看看你 奶奶又补了一句 再来把女朋友也带过来 奶奶 我才高三了 高三怎么了 不是马上上大学了吗 听说隔壁家的虎子六年级就交女朋友了 怎么 你都这么大了 不会连女朋友都找不到吧 你是老实家的小子吧 你是 我是村东头家的 按辈分 你得叫我一生婶婶 你小时候 我还抱过你呢 哦 是吗 当然了 你多大了 有没有交女朋友 婶婶给你介绍个怎么样 我有点不耐心 不需要 怎么能不需要呢 咱们村像你这么大的小伙子 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我有个女儿 今年才刚十九 财礼也不多 就要十万 模样长得水灵 我给你看看照片 保准你一眼相中 来你看看 说着 她就要凑过来 我先一步躲开了她 说了不需要 你有完没完 我的反应直接激怒了她 哼 你个小不识好歹的 我好心给你介绍对象 你什么态度 你就是这样对长辈 啊 嘿 你这个坏了心眼的 我大孙子用你介绍 只见奶奶愤怒地逃着 坑户泼了一盆水 谁不知道你家 那不知检点的女儿 八月份出去打工 还被怀上了孩子 现在急着找老实人接盘呢 什么货色也敢往我家里跑 你真当我老实家人傻是不 奶奶气得一颤一颤的 大孙子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还遇到这种造心事 快跟奶奶回物 不离这个疯婆娘 我一阵无语 这不妥妥的接盘侠吗 中年女人愣住了 她完全没想到 平日里和和气气的 石老太竟然也有这样的一面 大姨 不是这样 妈妈闻声走了出来 发生什么了 那个肥胖的中年女人 连忙告状 你看看你们家老太 我也是好心 就想给你家儿子说个亲 结果她上来就是一盆水 理会皱了皱眉 事情肯定不是那么简单 咱家老太太脾气一向很好 很少有这么发飙的时候 这时 爷爷听到动静也冲了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把斧头 说亲 说你家那还了几个月身孕的闺女 她自知理亏 但还是硬着嘴道 怎么了 我闺女还配不上你孙子了 奶奶两眼一瞪 扬了扬手里的盆 走不走 再不走我可就颇胜菜了 女人也怒了 嘿 你们这一家子不识好歹 我闺女怎么就配不上你孙子了 长得俊十万块还买一送一 你们家还赚了呢 我上千一补 立刻给我走 给我奶奶气出个病来 我让你吃不老兜着走 她的气势弱了三分 你凶什么凶 真以为我怕了你 不识好歹 还不给你说了呢 说着村妇落荒而逃 见她走了 奶奶才停了下来 嘴里还骂个不停 没心肝的东西 来一次我骂一次 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我连忙安慰奶奶 好了好了奶奶 咱不跟她计较 别气坏了身体 好孩子 奶奶没事 奶奶身体好着呢 下次再赶来 奶奶泼她一身胜菜 好好好 奶奶威武 这个小插曲就这么过去 一家人都没放在心上 晚上 刚吃饱饭的我接到了 芸汐的九十九家信息 男朋友 我好想你啊 你有没有想我 你在干嘛呢 吃饭了吗 吃的什么饭啊 我刚刚打了个盹 做梦梦到了你 好想寒假赶紧结束呀 这样就能经常跟你见面了 男朋友 我笑着给她回了一条消息 这么多问题 我该先回哪一条呢 芸汐几乎是秒贼 你只需要给我回一条就行 那就是你有没有想我呀 有 芸汐乐了 我就知道 你肯定想我了 对了男朋友 今天你干嘛了呀 我想了想 把今天发生的事 当乐子说给了芸汐 谁知她直接急了 什么 有人要给你说对象 想让你当接盘侠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 我连忙安慰 别气 不知道 对了 我妈还给奶奶看了你的照片 看我的照片 看我照片干嘛 奶奶说 隔壁家六年级的小孩 都有女朋友了 让我下回也把女朋友带回来 真的假的 我嘴角微扬 当然是真的 她还问 什么时候生孩子 生 生孩子 芸汐大脑一片空白 那 那你想什么时候 生一个还是两个 傻瓜 我一阵哭笑不懂 你别告诉我 你还真考虑起来了 怎么不考虑 生两个最好 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或者多几个也没关系 再说还不是你先提起来的 她捏如着开口 说真的 你想要几个孩子 我想了想 四个吧 芸汐得逞的笑了笑 你看 你不也在考虑起生几个孩子了 还说我 哼哼 好家伙 居然被这小丫头套路了 不过 你为什么想要四个孩子啊 我解释道 两个男孩 两个女孩 我觉得刚刚好 不管男孩和女孩 都有可以说话的人 芸汐歪着脑袋 仔细思考了一下我的话 语气娇娇柔柔 你说的也有道理 本来我是只想生两个的 我觉得一个男孩 一个女孩就可以了 刚好凑成一个好字 不过呢 既然你想要四个 那我们就可以凑两个好字了 她越说越兴奋 仿佛他们马上就要到 生孩子这一步 等孩子长大一点了 我们就每个星期 带他们去一趟游乐园 就是你带我去的那个 你觉得怎么样 那个我们是不是扯得有点太远了 芸汐也笑了笑 好像是我都还没把你追到手呢 当务之急 就是要先跟你考上同一所大学 然后把你变成男朋友 我一阵无语 平时一口一个男朋友的叫着 又要亲亲又要抱抱的 这回又想起来还要追我了 那你加油 我一定会加油的 对了男朋友 你猜猜我是什么星座 糟糕 我好像还不知道芸汐的生日 更别说星座了 她是九月份转过来的 这么久了都没提她生日的事 那她的生日应该在年后了 白羊座 不瘦 芸汐像是得逞一样 我是为你量身定做 这这这 我被芸汐聊得有些错不及防 万万没想到会是这个答案 既然被芸汐套路了 又是从空间里看来的 嘿嘿 是啊是啊 虽然情话是偷的 但喜欢你是真的呀 好了男朋友早些休息吧 爱你哟 时光匆匆寒假转瞬即逝 苦逼的高三生们在哀嚎中迎来了他们的开学 这其中有人欢喜有人愁 欢喜的就是芸汐这种期盼跟喜欢的人天天见面的 愁的就是普通的高三狗嘛 高考前最后一段可以放松的时光 就这么悄然结束了 全力冲刺的日子 简单 枯燥 但又很充实 芸汐的成绩 再一次次月考中 稳定进步 直冲到了班级前十名 分数也高达六百四十三分 高三教室后面的黑板 原先精心化的版报被擦得干干净净 用粉笔写上了大大的倒计时 空余的地方 则被同学们写上了自己心意的大学 每个人都朝着自己心意的目标而努力 芸汐一直在注意着我 他们都写了 你为什么不去写 我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大学 到时候再看 隋缘 你呢 你想去哪 我吗 芸汐没想到我又把问题抛回给了自己 我还是那样啊 夫唱夫随 你去拿我就去拿 看着她认真的样子 我忍不住想逗一抖她 那我辍学你也辍学 芸汐愣了一下 然后坚定地点头 对 但是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 你不是真的要辍学吧 谁说我要辍学了 我随便说的 哦 那十号你告诉我 你想去哪个学校好不好 清北吧 也不一定 芸汐点了点头 深吸一口气 神情十分严肃认真的提笔写下几行字 十号想去清北 芸汐你要加油 冲呀冲呀冲呀 老公在清北招手等你呢 在十分紧张的氛围下 高考来临了 杨成一中也是考点之一 每个考场外面甚至学校外面都拉上了警戒线 6月7号 芸府推掉了几场重要的会议 打算亲自送芸汐去考场 为了一个开门红的女 她特意换上了一身大红色的西装套装 这种骚气的衣服要是放在平时打死她都不会穿的 今天众多考生出动 路上有点堵车 等红绿灯的间隙 芸妇掏出手帕 颤抖着手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 女儿啊 你别紧张 别害怕 就是一场考试而已 没什么大不了的 有什么事 爸爸给你兜着 她说着 咽了咽口水 嘴唇都有点发白 今天天气怎么这么热呢 出了一身汗了都 要不我把空调再调低点 算了 还是不调了 你穿的少 别动感冒了 女儿啊 你千万不要紧张 放平心态 知道了吗 副驾驶上的芸汐悠悠地看了她一眼 爸爸 到底是我考试 还是你考试 什么 芸妇一愣 怎么突然这么问 当然是你考试啊 那我怎么感觉 你比我还紧张啊 哈哈 没有的是 芸妇努力给自己找着场 爸爸怎么会紧张呢 像当初 爸爸签下十几个亿的大订单的时候 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爸爸就是这么顶 终于到了杨成一钟外 芸汐看着平日李严肃 现在却笑嘻嘻努力逗她开心的爸爸 鼻子一酸 眼眶有点湿润 芸妇一下子就慌了 怎 怎么了 怎么突然哭了 别紧张啊 没事的 爸爸在呢 要不 爸爸陪你做个鬼脸 溜溜溜 哭 芸汐没忍住被逗笑 看到女儿脸上重新展露笑眼 芸妇才稍微松了一口气 心情好点的 不 要不 爸爸再让你骑大马 看她有要蹲下来的趋势 芸汐连忙拒绝 不要 我都已经长大了 芸妇一乐 神色充满了认真 在爸爸这里 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小孩 芸汐呆呆地望着她 可恶 眼睛又要不争气了 好了 不跟你说了 我要进去了 芸妇一拍脑袋 瞧我这记性 拉着你在这说什么话 赶紧进去赶紧进去 记住 别紧张啊 爸爸在外面陪着你 知道了 考试正式开始 考场内高三学子分笔记书 十年寒窗苦读 到最后能换来什么样的成绩 就看这个时候 考场外的父母们 也都在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 铃声响起 第一课考试结束 我碰上了闷闷不乐的芸汐 她呆呆地眼神放空 我到她身边了才察觉 她强行挤出一抹笑容 时候啊 你来了 考得怎么样 还行 你怎么了 看到我的一瞬间 芸汐完全没绷住 眼泪掉了下来 完了 我考杂了 我考杂了 她指了指旁边好几个同学 他们都在那议论 第一道选择题是选B还是选C 可是我选的是A啊 那可是三分啊 多考一分就能挤掉很多人 就能离你更近一点的 更别提那是三分啦 第一道选择题 我回想了一下淡淡的 那题就是选A 诶 真的吗 你不是在骗我 没有骗你 我也是选的A 芸汐忧伤淡取 别嘴笑了起来 我就说嘛 我特别 非常 超级仔细地检查了好几遍试卷 怎么可能会犯这种错误呢 第一课下去 有人欢喜 有人愁 然而这还只是开始 第二课数学难度比以往的真题都高 让很多人出了考场后 直接绷不住哭了起来 此时的芸汐无比庆幸之前 我对她的严格 好多题型都是10号仔仔细细 给我讲过的 所以这些题做起来还算是得心应手 真的要好好感谢下未来男朋友啦 就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下高考结束了 考完最后一刻芸汐觉得自己走路都带起风来 她远远看到我朝我挥了挥手 像皮脱缰的小野马一样冲了过去 撞进我的怀里 她仰头望着我 男朋友 我们终于考完了 嗯 是啊 终于考完了 还好我不算太瘦弱 不然该两个人一起滚到地上 哎 本来想再要个亲亲作为奖励的 但周围太多人了 还是算了吧 两人肩并肩 一起出的校门 校门口芸府 穿着一身绿色的西装 卯足了进网里着 怎么还没出来 我看好多人都出来了 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她掏出手帕 擦了擦自己额头上的冷汗 别急 别急 淡定 淡定 淡定个毛线啊 就在芸府马上就要忍不住冲进去找人的时候 芸汐出来了 只不过她的身边还多了一个我 嗯 虽然心里有点不爽 但看到女儿的状态好歹也可以放心了 感觉自己考得怎么样 嗯 不好说 我能做的努力都已经做完了 现在啊 一切都交给天意了 是跟十号同学一个学校 还是异地练 就看分数出来 我捏了捏芸汐的小脸蛋 别太担心 明天开始 忘记高考的事 好好玩玩 放松一段时间 知道了吗 芸汐点了点头 嗯 我会的 芸府看到这一幕 脸都绿了 她怕是快要心梗了 我忽然觉得自己后脑勺有点发凉 转头就看到了芸府 芸叔叔好 芸府皮笑肉不笑地点了点头 十号 那我先回去了 嗯 回去吧 回去的路上 芸汐的心情好了很多 其实 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试卷上出现的大多数提醒 我都练过很多次 现在 一切都交给天意了 相信老天也是希望我和十号在一起的 芸汐目光转到开车的芸府身上 爸爸 你回去还是把衣服换了吧 不是大红就是大绿的 小夕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叫开门红和一路绿灯 芸汐无奈 哎 都什么年代了爸爸 柯雪 不要迷信 不过转念想了想爸爸 也全是为了自己芸汐还是开心的笑 芸妇还对刚刚的事耿耿于怀 根本没心情关心芸汐说了什么 你跟那个十号已经捅破窗户纸了 芸汐愣了一下 没有啊 那她干嘛抹你的脸 芸汐一阵无语 捏个脸什么的 不是很正常吗 人家还早都和十号亲亲了呢 芸妇叹了口气 你可不能太早做傻事啊 女孩子要矜持 守住底线 千万不能恋爱脑的 知道吗 芸汐眨了眨眼睛 恋爱脑怎么了 你以前不就是恋爱脑上头 才把我妈追到的吗 芸妇一愣 我怎么就恋爱脑了 别瞎说 你爸我不是那样的人 芸汐眯着眼 我还小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在我耳边 念到多少遍你的光荣世界了 怎么这回又不承认了爸爸 芸妇服额 随即转移话题 芸汐晚上想吃什么 今天好好庆祝下 老爸亲自下厨给你做 不用了爸爸 今天晚上还有班级的毕业聚会 我还要去参加呢 这样 那好吧 到家后芸汐洗了的 早又换了身好看的裙子后 她就出门来找我了 男朋友已经三个小时没见面了 有没有想我呀 想你了想你了 每分钟都在想你 想你想到无法呼吸可以了吗 芸芸 我就知道 所以人家才先来找你 怕你相思成疾嘛 男朋友 那我们出发吧 晚上饭点 一般的人陆陆续续道 来得最早的是班主任牢里头 看着这一个个高考完的孩子 他心中十分复杂 这些小鬼有时候挺气人的 上课的时候开小差的开小差 发呆的发呆 吃零食的吃零食 气得我高血压都犯了好几次 以前总想把他们送走 现在高考结束了 这忽然又有点舍不得了 我和芸汐刚一进门 起哄声此起彼伏 有人亲了亲嗓子 芸汐同学 地下恋情结束了 请问一下你现在是什么感受 芸汐脸一红 什么地下恋情 我 我跟十号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 哟 我跟十号只是普通同学关系 芸汐说是同学关系呢 哈哈 你们是信我是秦始皇 还是信他们只是普通同学 眼神都要拉丝了 哎呦我去 还在这普通同学关系呢 你们要是普通同学关系 我当场倒立之想 我笑了笑 要不要现在带你去趟卫生间 满足一下你的要求 哈哈哈哈 就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接着她又问老里头 老师啊 我就很好奇 学校不是不能早恋吗 那他们早恋 你们怎么也不管管啊 老里头两眼一瞪 怎么 你也想早恋 你考的全是第一给我看看 别说早恋了 你骑在我头上拉臭臭 我都不带管你的 芸汐和我对视一眼双双笑了出来 她轻轻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没眼中笑盈盈 原来 自己在学校那么高调 老师不找我们的麻烦 都是因为十号是全是第一啊 没想到有个学霸男朋友 还有这样的好处 呀呀呀 这菜还没上呢 就先强塞一波狗粮啊 没天理啊 因为是毕业聚会了 可能很多人都是人生最后一次见面 所以大家都放开了完 也喝起了哈皮 老里头作为班主任 被轮番敬酒是少不了的 没一会儿就面红而吃的 聚会期间 我总觉得有一道目光总是落到自己的身上 我下意识转头看去 刚好跟秋雅的视线撞了个正招 秋雅愣了一下立马心虚地移开了自己的视线 我也就没放在心上 这段时间 秋雅已经低调很多了 我几乎就快要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此时芸汐看向了我 十号 我们也去给老师敬酒吧 你也会喝吗 嘿嘿 芸汐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虽然我没喝过 但我就喝那么一小丢丢 应该是没事的 啤酒度数不高 一点点而已 应该不至于喝醉 好吧 那我们走 老师 这一杯敬您 感谢您高中三年对我们的教导 是啊 老师 谢谢您 老师 您要是不能喝就别喝了 以茶代酒就行 老里头故意板着脸 那怎么能行的 端起酒杯看着这两个学生 她的心中万般复杂 一个本来成绩中等 早恋的是在学校传得沸沸扬扬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就跟秋雅绝交了 然后成绩突飞猛计 冲到全是第一 一个刚转过来的时候 成绩是倒数 结果就在这么短短的两个学期之内 也冲上了年级前十 明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 可他们偏偏都做到了 了不起了不起啊 老里头欣慰的笑了笑 你们两个啊 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中 最特别的 芸汐和我对视了一眼 就在我俩以为老里头要说什么的时候 老里头忽然笑了 行了 高考结束 以后你们就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在一起了 该谈恋爱什么的 就光明正大的谈去吧 说完老里头一引而进 虽然已经毕业了 但是同学们依旧为老里头的话而震惊 厉害厉害 人家全是第一就是不一样啊 这是得到官方批准了啊 谁说不是呢 比不了比不了啊 同学们继续围着芸汐和我起红 而此时秋雅的目光却越来越暗淡 这一顿饭 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但他们都很默契地媒体分离的事 其实他们都很清楚 今天过后 一般的人想要再整整齐齐地聚在一起 难了 他们中的某些人 或许在今晚过后 就永远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 饭局过后 有些人又组了个局 一行人到了KTV订了个最大的包厢 几个女生凑到前面去点着歌 芸汐则挨着我时不时地傻笑 你不去点歌 现在人太多了 我一会儿再去 也是 你想唱什么歌呀 男朋友 我好像还没听到过你唱歌呢 要不等会儿我们合唱一首 我笑着答应下来 那你想唱什么 嗯 芸汐歪着脑袋想了一下 你会唱梁山博与朱丽艳吗 灰点 那我们等会儿就唱这个吧 好 听你的 芸汐捏着一颗葡萄送到我的嘴边 这这这 真的没眼看啊 姐妹们谁懂啊 刚吃饱饭 现在又被强行投喂狗粮快撑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终于 到了芸汐点的歌 前奏响起来的时候 整个包厢卧槽声一片 我去 你们要不要这样啊 吼死了 我得糖尿病了 你们父子啊 哎呦卧许 早知道我就不来了 狗粮一波接一波啊 歌声响起 包厢里不少人都惊讶了 他们也是第一次听我唱歌 没想到我唱歌还挺好听的 芸汐则是手拿话筒 含情默默地望着我 嘴角的笑事藏也藏不住 为什么你还是不言不语 难道你不懂我的心 不管你有什么方式表明 我会对你说我愿意 亲一个 亲一个 怎么办怎么办 不会真的要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亲亲吧 真的好羞羞啊 启哄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看着身边的小姑娘 虽然灯光昏暗 但依然能看到她的脸红的跟熟透的苹果一样 我扶着小丫头的侧脸 轻轻地吻了上去 小丫头害羞地紧闭双眼 瞬间整个房间安静了 少时 同学们炸开了锅 我的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 啊 我的眼睛 姐妹 你不是一个人 我的24K太和金狗眼啊 闪瞎了你们陪啊 在同学们一阵调侃声中我笑了笑 行了行了 差不多得了 你们先玩 我去趟洗手间 而我不知道的是 在我出了包厢之后 另一道身影也跟了出来 从洗手间出来 一道熟悉的身影站在走廊中间 是笑花秋雅 她看向我的眼神很是复杂 十号 我的表情很淡然 这个曾经的白月光 此时在我心里已经经不起半点波澜 不好意思啊 借过一下 秋雅神情恍惚 像是没听到我的话一样 尼南开口 我曾经做了一个梦 在那个梦里 你是我的 说着 她苦笑了一声 在那个梦里 我故意冷着你 故意不理你 做了好多好多过分的事 但不管我怎么对你 你都对我不离不弃 她顿了顿 你说 这是梦 还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呢 秋雅望向我 但她更像是在通过我看另一个人 十号啊 你说我是不是错过了你一次 不对 我应该是错过了你很多次 你说我以前为什么不知道珍惜呢 错过了才后知后觉 原来我是爱你的 别说了 我皱了皱美 怪恶心的 你觉得你爱我 那我问你 我如果还是以前的锅盖头是好 还是以前那个普普通通的是好 不是全校第一 更不是全是第一 你会像现在这样站在我的面前吗 你谁都不爱 你爱的只有你自己 你从头到尾都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每说一句话 秋雅的脸就白一分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 你自己都没考虑过 你所谓的爱是爱的是以前卑微的我 还是现在全是第一的我 或者说 你更想两者结合一下 既要以前我对你的死心塌地随叫随到 又要现在我优秀的万里无一 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优秀的 对你死心塌地的一切 以你为中心的人 随便她是什么十号还是五号 只要她能让你炫耀能让你背受瞩目 不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爱的就是你 秋雅无助地摇了摇头 我不明白 以前你明明那么爱我 为什么能一点预兆都没有 说变就变 我没有那么多年的感情啊 你为什么说喜欢她就喜欢她了 她到底比我强在了哪里 为什么 为什么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 也许是压抑了太久 秋雅发泄完之后 站在原地眼面哭泣 我面无表情 你问我她比你强在了哪 好 那我告诉你 她所有地方 方方面面都比你强得多 她要是天上的明月 那你就是地上的泥点子 别说她比你强在哪了 你就连跟她比的资格都没有 我的话就如同一把利人 狠狠地扎在了她的心上 将她藏起来的所有不堪都剖开来 我这样不堪 那她呢 秋雅猛然抬起头 脸上写满了不甘心 那芸汐呢 我做不到的事 她就能做得到嘛 你就确定 她爱的就是你这个人 而不是你的优秀嘛 要是有一天你不优秀了 她还会继续爱你嘛 我会 芸汐从旁边走了出来 站在我的身边 她注视着眼前的秋雅 目光坚定 你刚刚不是问 我爱的是十号的优秀 还是爱的她这个人嘛 那好 我现在告诉你 我爱的就是她这个人 不管她变成什么样 我都会爱她 十号现在是全世第一无限风光 你当然会这么说 如果她不是了呢 秋雅指着我 你知道你旁边这个男人 以前有多爱我嘛 我一个电话一个打信 不管她在干什么 都会立刻放下手里的事 出现在我面前 不管我让她做什么 我让她往东 她就不敢往西 以前 我就是她的全世界 她仰着头 仿佛是一只高傲的白天鹅 你以为 现在她的心里 就没有一点我的位置吗 我听了这话 心中生起了一股怒火 芸汐却先我一步开口了 你这叫钟情妄想症 建议你找个心理医生好好看看吧 总是觉得别人喜欢你 你以为你是粉红色钞票吗 芸汐一本正经地说着这些话 不知道为什么 我忽然觉得莫名有点可爱 你骂我是自恋狂 我可没有骂你啊 是你自己说的 和我没关系 我听了这话有点想笑 芸汐我们没必要再和这个人说下去了 没有意义 我们走吧 嗯 我牵着芸汐跟秋雅擦肩而过 而秋雅仿佛被抽干了最后一丝力气 套在墙上 失声痛哭起来 亲爱的 我们要先走了 哟 这才多一会啊 就要走 是啊是啊 撒了狗粮就走 也太不互道了 是不是要着急去进行下一步啊 下一步 什么下一步 看着芸汐一脸猛 我只好上前 好了好了 别逗她了 我们真的要走了 不然芸汐爸爸该着急了 改天我们再约 跟几个同学告别之后 我便带着芸汐离开了 走着走着 她忽然停下了脚步 怎么了 芸汐红着眼睛 男朋友 我要抱抱 我一愣 随即立马把她搂进了怀里 英 刚刚人家害怕死了 我温柔地看着她 有什么好怕的 难不成你还以为我会被拐走 这么不相信我 芸汐抽抽一撵道 人家才不是不相信你呢 就是 就是有一点点可能 我都好害怕 她一边说着 一边擦着眼泪 说完 她抡起小拳头 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来了一拳 你说说你 长这么帅干嘛 还这么优秀 怎么那么多人都惦记着你啊 我哭笑不得 哪来的那么多人惦记我 怎么没有 除了秋雅 学校里你还有一大批迷妹呢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个小傻瓜 哪有什么迷妹 我的眼里只有你好吗 芸汐窝在我的怀里 像小猫一样蹭了蹭 软声软语 十号 以后我们永远 永远 永永远远远 都不要分开 好不好 好 我们永远不分开 芸汐眯起眼睛笑了 十号 你知道你是我的什么吗 不知怎么我脑海中 闪过一段广告词 我是你的优乐美 不是 你是我的全世界啊 芸汐笑得很开心 牵着我的手 朝家的方向走去 放松的日子 过去了十多天 就在大家焦躁着 自己的高考成绩的时候 我接二连三地 接到了个大高校的电话 十号同学你好 我是复旦招生办的 我姓赵 你好 电话那头犹豫了一下 十号同学 在我们之前 还有别的学校找过你吗 暂时还没有 是这样的 十号同学 我们觉得你很有潜力 复旦大学有几个内招名额 我们特意给你留了一个 你看看要不要报 我们复旦大学 如果你想报的话 那就要抓紧了 现在报报 晚了可能就没办法 以内招的方式入学了 我考虑一下 等等 同学 你看这样 我们给你加上五万奖金 和保研资格 你看怎么样 要不要报我们复旦大学 一般般吧 我再考虑一下 谢谢 这边还没挂断 那边又打进来了 不好意思 有个电话 先挂了 第二个电话 是清北大学打来的 前面说的话 大概跟复旦大学招生办说的大差不差 我犹豫了一下 你们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是这样的 如果同学 你报考我们学校 我们给你学费 住宿费全免 并开出八万的奖金 然后不管你报考哪个专业 我们都给你相应的保研资格 你看看怎么样 没等我开口电话里 继续传来声音 要是你觉得不合适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商量一下 我想问一下 贵校估算的今年 在我们省的录取分数线 大概是多少 依照往年的惯例 再加上今年试卷的难度 应该是680这样 怎么了 没事 就问问 那同学你打算报考我们清北大学吗 是的 电话那头顿时喜出望外 好的10号同学 那我立刻把那招表格发给你 清北大学过后 还有好几所高校都打来了电话 但我都拒绝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终于到了6月25号出高考成绩的日子 云妇本来都准备好了电脑 想跟女儿一起见证这个时刻 但 云西一大早就不见了人影 说是出去了 要跟10号一起查成绩 云妇呆坐在沙发上 连连叹息 果然是女儿大了 留不住了 算了 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在家查吧 而这边 云西已经和我还有陆琳一起 坐在了电脑前 时间是8点55分 云西紧张的心跳都快了好几个节拍 她深呼吸了好几口气 男朋友 你不要紧张啊 没事的 你一定能考得非常好的 旁边响起一道忧愿的声音 嗯 是应该别紧张 怪疼的 还有 你安慰你家10号 能不能掐她 别掐我啊 啊哈哈 她连忙把自己的手拿开 sorry 我还以为我抓的是我的椅子 我摸了摸云西的脑袋 别紧张 平常心对待 云西咽了咽口水 我 我才没有紧张呢 陆琳无语 我的腿都掐肿了快 还说不紧张呢 谁信啊 在几人的笑闹声中 时间到了九点整 语文 149 数学 150 英语 150 李增 300 总分 749 芸汐双眸一亮 10号 你居然749分哎 她激动的直接搂着我的脖子亲了一口 查分就查分啊 这是做什么 没眼看啊 等等 749分 我勒个去 陆琳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她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 她又揉了揉眼睛 继续看去 她看着我 就跟见了鬼呀 握了个大去啊 你是什么怪物 除了语文 其他全部满分 这和怪物有什么区别 10号才不是怪物 她只是太优秀了而已 行行行 她不是怪物 我是 行了吧 最后 轮到芸汐查分数了 6 686 686 我考了686分 10 10号 我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我微笑 不是 是真的 你考了686分 芸汐呆呆地摇了摇头 我不信 哎呦喂 哎 你这个人快给我松手 你不信 你掐你自己啊 你掐我做什么 10号快管管你家芸汐啊 喂 爸爸 手机那头传来了芸府悠院的声音 芸汐 分数出来了吗 嗯嗯 出来了 多少分啊 686 爸爸 我厉不厉害 芸府微微一正 心中顿时一阵狂喜 那咱是不是可以上青北了 嗯 按正常应该是差不多 但是毕竟分数线还没出来 也不能太确定 万一 还不一定呢 报志愿后才知道被不被录取 怎么这么麻烦 686还不够 不行咱给她捐栋楼 爸爸你又来了 嘿嘿 报志愿就是这样的了 不过 按照往年的情况 我觉得应该是稳了 听她的语气 还笑得出来 那就是真的稳了 果然是我的女儿 真给爸爸长脸 芸妇还是强忍心中喜悦 恢复了那副严肃的模样 嗯 你有信心就行 爸爸相信你 那爸爸你还有事吗 嗯 怎么 爸爸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先挂电话了呀 等会儿我还要跟10号出去玩呢 10号 10号 怎么又是10号 还没等她再问几句 那边直接传来了嘟嘟嘟的盲音 芸妇整队人都麻了 女儿考了686分 本来该高兴的 怎么感觉自己高兴不起来 算了 女儿大了也有自己的想法了 总归是要放手的 只是这恋爱脑真的没救了 呜呜呜呜 我的女儿要被拐走了 10号你这小子 芸妇沉默了一会 还是笑了笑 算了 总归是年轻人嘛 就让他们去封道吧 只要女儿开心就好 当天 芸汐拉着我去封完了整整一天 把所有想吃的想玩的都玩了个遍 10号10号 我简直是太开心了 要是我能有魔法就好了 哈 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施法把今天的快乐给冻结住 万一以后长大了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我就解冻今天的快乐 这样我就可以和10号永远都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我笑了笑 小傻瓜 不用那样我们也可以很开心啊 要享受当下的快乐 感受不同的风景才更有意义 好的男朋友 我知道了 享受当下 那请问男朋友 我们下一站去感受什么样的风景啊 回家 芸汐瞬间懵了 感觉整个人都不好吗 10号你说什么 回家 你没开玩笑吧 这就是你说的不同风景 对啊 时间也不早了 再说你也该回家和芸叔叔分享下高考初分的喜悦 我们以后在一起的时间还长着呢 听我这么说芸汐才勉强朋友 好吧好吧 都听男朋友的 回家感受这十几年都不一样的风景 晚上我给芸汐送回了家 10号呀 嗯 要是现在你在我身边就好了 哦 不是才给你送回去 我挑了挑眉 要是我在你身边 你打算对我做什么 嘿嘿嘿 我打算飞到你的身上 抱着你的脑袋 对着你的脸 来个啄木鸟似的青青 然后 然后嘿嘿 想到某些画面 她脸一红 笑得像个二傻子 然后怎么样 然后我再一口一口 一口一口把你吃掉 我一阵无语 讲真 谁吃掉谁还不一定呢 10号呀 我感觉我现在呀 是全世界最最最幸福的人 那你也太容易满足了 知足常乐嘛 顿了一下 芸汐满怀期待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算是正式谈恋爱 正式在一起了 这个嘛 我决定逗一逗她 按理说高考已经结束了 而且你也考得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现在谈恋爱 是绝对不会影响学习了 但是你成年了吗 芸汐疑论 不好 大意了 还 还没 但马上了 没成年之前 是不能谈恋爱的 知道了吗 再说不是你在同学聚会上说 我们只是普通同学关系的吗 莹莹莹 怎么把这一茬给忘了 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马上要到手的甜甜的恋爱 就这么飞了 见芸汐上跟我笑了笑 不过 虽然不能谈恋爱 但是我们可以早恋啊 啊 早恋 哎呀 男朋友你太坏了 那你这就算是在挑逗未成年人了 不不不 我这是在打电话 最多算个教唆未成年人早恋 哈哈 芸汐被我聊得有些不知所措 于是转变了话题 哎呀 你好坏 人家不和你说了 男朋友 你已经决定要去清北了 那我这个分数 报清北会不会有点悬 你不用担心 甜志愿的时候 尽管甜清北就行 哇 男朋友 你这么相信我的呀 嗯 相信你 得到了我的认可 芸汐觉得自己都要飘起来了 哈哈 那好 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加油 fighting 亲爱的 自从遇见你 整个世界都变得美丽起来 我的生命都变得更有意义了 往后余生 你是我的心 你是我的肝 你是我最重要的另一半 我会用尽我全部力气去爱你 不让你受到一丝的委屈 我10号要让你芸汐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最最最幸福的女人 亲爱的芸汐小姐 请你快嫁给我吧 我一秒钟都等不了了 好 10号 我答应你 芸汐几乎是抢得从我手里接过玫瑰花 两人相拥而弃 芸汐穿着婚纱坐在床上等我来接亲 陆琳你在干什么呀 还能干嘛 赌门啊 这不是结婚不都要有的流程吗 不行 不要 陆琳我命令你立刻马上把门给我打开迎接10号进来 啊 打开门 哈哈哈哈 不可以哦 我们就要堵门 没有十个亿 10号休想进来 哈哈哈哈 嘿 嘿 啊 芸汐 你 你居然 让你们都不听我的话 这下都老实了吧 哈哈哈哈 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你们是真不把老娘放眼里啊 她双手掐腰 站在床上 剩下的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都不许给老子堵门 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都给我闪开 我要嫁给10号 马上 终于 没人拦着我去娶她了 转头一看 我手拿捧花站在门口 目瞪口呆地看着她 我仿佛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连连摇头 安生叹气 语气中充满了失望 真的没想到你是这样的芸汐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你真的简直是太让我失望了 我不喜欢你这样的 我喜欢矜持的女孩 你不是我想象中的另一半 婚礼就到此为止 我累了 一切都结束吧 说完 我就消失了 10号 不要走 不是你看到那样的 10号 啊 不要 小姐你怎么了小姐 没事吧 需要我进去看看啊 啊 没事张姨 不用 哎原来是一场梦啊 回想起刚刚梦到的一切 她心里一阵后怕 天哪 太可怕了 在结婚的当天被10号抛弃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怎么会做这么可怕的梦 呜呜 以后结婚 一定要按照正常的程序来 该堵门就堵门 可再也不敢阻止了 到了报志愿的时间 芸汐毫不犹豫 一鼓作气报了清北大学 而且 只报了清北大学 服从调剂 我要百分之百相信10号 她说可以就是可以的 只要能让我跟10号一个学校 我上什么专业都无所谓 哪怕是最冷门的 对我来说 陪在10号身边才是主要的 上学什么的都要靠一边站 反正我也不需要靠着清北的文凭 找工作混饭吃 芸妇看着自己的女儿这么恨家 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的宝贝女儿才18岁不到 怎么就能这么恨家 照这样看来 催婚催娃什么的 我是体验不到的 女大不由父啊 只能任由她来了 只要在底线之内 怎么蹦的都由着她吧 最后的结果 如我所谅 芸汐被清北录取了 是经济类专业 得知这个消息 芸妇开心地掩饰不住自己的喜悦 小夕啊 爸爸恭喜你考上了清北大学 我的女儿真棒 嘻嘻 谢谢爸爸 一般一般了 乖女儿还谦虚上了 那尽码让张义好好 做一桌子饭菜 再把你李叔和陈叔 他们一家子都喊来 给你庆祝一下怎么样 啊 不要了吧爸爸 人家已经有约了 什么 有约了 不会又是和十号吧 嗯 芸汐心虚地一开了十线 最近好像确实和十号 出去太多次了 要不还是和爸爸坦白 我们已经在一起了吧 可是如果告诉爸爸了 爸爸会不会不高兴 去找十号啊 算了算了 还是等上大学之后 再慢慢告诉爸爸吧 那个我之前去十号家 学习的时候 有东西落在他家了 就去取一下 顺便吃个饭就回来 爸爸不用担心的 云府无奈 这孩子 你能不能找个 靠谱些的理由来躺死我 学习的时候 东西落在他家 这报告都结束了 谁信了 算了算了 只要不做出格的事 就由他去吧 行吧 那你早去早回 到了给爸爸来个消息 于是 一小时后 芸汐来了 刚进门 她就给了李慧 一个大大的拥抱 阿姨 我来了 我好想你啊 母亲摸摸芸汐的头 想我了怎么 不多过来玩玩 阿姨也好给你做好吃的 嘿嘿 阿姨 我错了 以后一定常来呢 看着相见恨晚的两个人 我有些无语 怎么感觉我在这 有点多余呢 十号啊 你先陪芸汐看看电视 我跟你爸去买些菜回来 给你们做好吃的 买菜 听到这两个字 芸汐想了一下 阿姨 要不您和叔叔在家 歇着我跟十号去吧 那怎么能行 你是客人 哪有让客人去买菜的道理 哎呀 没事的阿姨 正好我和十号一起下去走走 散散心 说完 她看向我 封给我十眼色 这小妮子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算了 随她吧 妈 还是我跟她去吧 顺便带她逛逛 我跟她说